这个在地下迷宫里出生的婴儿 一出世就成了孤儿 只能喝怪物的奶水长大 所以这样孩子拥有超凡脱俗的力量 强大到不被认为是人类 随着战斗的推进 这样的孩子不断地被解救出来 金振宇就是十多年前 从地下迷宫里被救出的孩子 后来被秀之一家所收养 因为小时生活在地下迷宫的原因 受妹妹委托加入一支地下摄影队成为向导 谁曾想刚进入地下迷宫没十分钟 富二代和妹妹就累了不顾警告 非要原地驻足休息 对此金振宇无奈只能妥协 只能提醒随行保镖如果遇到怪兽 不能使用枪支尽可能避免冲突 其料他的提醒却遭到保镖的嘲笑 并讥讽他只是个胆小的向导而已 见状金振宇便不再多言 毕竟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就你们这群人在这里闲聊的功夫 搞不好在迷宫的某处 已经上演一场血腥屠戮的大戏 果不其然随着富二代的一声惊呼 大家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顺着方向隐约能看到 黑暗中有一道模糊的身影 同时还传出低沉的吼叫 随着黑影的显现 众人才看清是一只受伤流血的羊脚怪 保镖们顿时举枪闪至身前组成战斗阵型 金振宇慌忙阻止但为时已晚 保镖们都已扣动了扳机 巨大的伤害使得羊脚怪在临死前发出了巨案 震荡的声波扰得保镖的眼泪止不住地从低空里流出 还好羊脚怪很快便因伤势过重岛地死去 保镖们这才从震撼中缓过神来 心中游自后怕幸亏只有一只羊脚怪 而且还是受伤的 这怪兽光是吼声都已经让他们失去抵抗了 要是多两只那结局就真的不敢想象了 一个个强忍俱意彼此对试着尬笑 至少也是在金主爸爸面前表现了一把 搞不好任务结束后还有额外的奖赏 然而金振宇却暗自紧张到握紧拳头 慌忙提醒全部人丢掉包裹赶紧离开回到地面 可这帮人却无视他还在吹嘘他们刚刚的英勇表现 这是几声怪兽的嘶吼 顿时让金振宇瞳咒锁定是刚才的枪声引来怪兽 听起来声音还很远 如果现在逃往出口可能还来得及 谁曾想那几名保镖在相互吹嘘中迷失了自我 竟是在想留下多杀几只怪兽 刚才那只被他们轻松解决的羊脚怪就价值几百万 如果一会来一群怪兽 就按每人杀两只 人均就能有过千万的收入呀 比跑这趟活给的多多了 在一旁的金振宇听到这番痴人说梦的言语 便不再多言决定自己带着妹妹和富二代先走 但妹妹不甘心就这样走 认为这会是一段很好的拍摄素材 刚想开口就被金振宇冰凉的眼眸震慑 只能乖乖地跟上金振宇的脚步离开 奇料跑了一回妹妹越想越是不甘 毕竟为了这次拍摄准备了很长时间 和花了很多钱才走到这 便耍起脾气硬是拉着富二代要返回去拍摄 甚至出言讥讽金振宇是懦夫 可还没等金振宇出言劝慰 从远处传来的几声枪响和怪兽的嘶吼就回应了他 使得他顿时吓得脸色巨变 金振宇强忍着怒火低声制止道 安静 我们快走那几个保镖拖延不了多久的 不能让怪兽察觉到我们是那只队伍里分离出来的 否则很快就会追上来 文言此言妹妹也意识到哥哥 似乎早就意料到那几名保镖的结局 圣女心爆棚反过来质问金振宇 当时为什么不劝保镖们离开 此时金振宇也不再隐瞒 那只受伤的羊头怪莫名的出现 就意味着它是另一群怪兽正在围捕的猎物 如果我当时浪费时间来说服保镖 估计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在那里 然而这是一直在旁拿DV乱拍的富二代 留意到自己的斜面竟有血字低下 调转DV回头拍去 屏幕上赫然出现一只满口獠牙的怪兽 接着一张血盆大口正朝他逼近 DV掉落的声音引起兄妹二人的注意 转头看去此时富二代已成怪兽口中辣条 俨然已是近期多出气少的模样 但口中还在倔强地喊着救命 他一出生便在地底迷宫喝着怪物的奶水长大 六岁时被救出地牢后被一家好心人收养 长大为了报答养父一家 打算给妹妹准备一笔丰厚的嫁妆 为此答应给富二代的地下摄影小队当向导 其料在他的带领下对眼周成功领和饭 金振宇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只被称作狼猴的怪兽 其速度敏捷且力大无穷 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这伙属于群聚怪兽 果然狼猴群已冰进队伍进行杀戮 瞬间又有几名队友成为口中辣条 更是瞥见有一只狼猴正扑向妹妹 变光火时间金振宇一声抱贺极略而去 同时右手后掏握住插在背包中刀鞘 反手抽刀握于手中 此时他瞳孔竟变幻成黑色扫向狼猴全身 瞬间狼猴全身弱点便浮现在其眼中 随即身形宛若犹龙自下而上一套丝伐小鱼刀 精准地划过狼猴周身各处弱点 刀锁锁过之处顿时炸开刀刀剑 突然余光瞥见又一只狼猴略至妹妹身后 轮起双臂正要砸下 煞世间手中长刀悍然抛出裹挟着 近风直射狼猴面门 足间借力猛登身下狼猴向妹妹击射而去 落地瞬间一把将妹妹拦腰扛起 早就让你把包裹丢了 身上背这么重的包一会我跑起来会震断你的肋骨 但眼下没办法了你可要挺住 另一边被划伤眼睛的狼猴已被激起受刑 不顾疼痛轮起巨壁在周围乱砸 但金振宇身形更快转眼已略至数米开外 随后那只狼猴忍碰从眼内拔出长刀 发现辣条都已被疼半分时殆尽 气得仰天长笑私生怒服 像是在宣谢没有吃到辣条的粪态 另一边金振宇兄妹二人已逃出一段距离正停下修整 袖指你赶快调整一下状态 狼猴可能还会追来 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 暂时的安全让妹妹从刚刚的惊吓中放过神来 但随之觉醒的还有她的圣母心 眼含热泪的开始指责金振宇明明身怀武 为什么不出手杀光灌兽解救队呢 末日刀圣母真的是一道铁绿 闻言金振宇的脸色顿时阴沉 因为当时在合约里说好她的职责是项目 并且一路上对可能发生的意外都提前做了几次 以示尽职尽责却被这帮猪队友完全忽视 要不是因为父亲妹妹的安全 打死她都不愿故地重游 突然一变狗生眼前竟是莫名亮起 透过光亮可以看出诗墙上不现出的是一面徽章的不爱 金振宇顿时大惊失色 因为她知道这是迷宫徽章 原来刚才扛着妹妹夺路狂飙进雾闯迷宫 突然脚下地面发生 兄妹二人便双双坠入脚下深坑 不知过了多久金振宇才缓缓苏起 强自撑起身体时才发现左臂被摔断了 但更糟的是在周围找不到妹妹秀之的踪迹 心里已经隐隐做了最坏的打算 看着眼前大门上的迷宫标志 猜想自己可能是掉进迷宫中心密室 打算离开这间密室出去寻找妹妹 然而正当她打算穿过大门时 无意间瞥见徽章上缠绕的巨蛇竟活了过来 拖着杏子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还没等她反应巨蛇便以飞快的速度向她起来 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咬住她受伤的左手腕 转瞬间一阵眩晕直冲脑门 心中暗暴完了 看来今天是要交代在这了 然而却有一道声音在大脑中回响 将由你来继承这座不祥的地下迷宫 意识也跟着渐渐地陷入模糊昏缝过去 男子为了给一副一弩的妹妹置办价值 不惜范险成为地下迷宫的相同 但一路上状况平出 先是猪队友的一番骚操作引来大批残暴的王子 使得整支队伍几乎被淹溢 好不容易逃脱 却又被一只长得像蜡条的灵蛇咬了一口昏了过去 不知昏迷了多久金正宇猛地睁开眼 发现自己还活着便冷静下来回忆起先前的诡异 明明都能感觉到被蛇咬后毒液扩散的麻痹法力感 可是现在不但身体痊愈而且连断臂都复原了 但眼下不是多想的时候先赶紧找到妹妹后离开迷宫 不多时在迷宫一层入口附近找到了妹妹 估计是圣母光环照耀 妹妹虽受了严重的伤弹还有呼吸 必须赶紧送往医院救治 于是小心翼将妹妹背起朝迷宫出口走去 此时距离上次弟弟探险已经过去一周 这件事除了成为电视上播报的一节新闻外 一切又回归到了往常 唯一不同的是手腕处被蛇咬过的位置 莫名出现一道腰翼的蛇形纹身 更离奇的是每次用手触碰纹身都会亮起绿毛 随后便有一道控制界面出现 呈现出这个名为加罗族迷宫的各项参数 而金振宇成为了他的第123代主人 出于好奇金振宇在网上查询了好久 但丝毫没有可寻之计 然而今天意外地随手触碰到了控制界面 静一发入魂将控制界面给戳穿 随着一声脆响自己卧室的空间 就如镜面般轰然碎裂 发生的太突然来不及反应 一股下坠的失重感便接踵而致仰头倒去 可下一秒场景瞬间切换到了一处昏暗的密室 一脸蒙圈的金振宇强自稳定心神环顾四周 在墙上又看到熟悉的蛇盘剑的徽章 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时头顶上方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抬头看去顿时吓得汗毛炸裂 那只蛇又他喵地活过来了 只留圆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太欺负人了吧 还想再咬一口是吧 同时大脑也在飞速运转思考对策 回忆起先前是因为蛇的速度一动太快才吃了亏 索性脱下外套打算四肌而动 果然灵蛇估计重施身形一闪以掠至其身前 金振宇瞅准机会一把将大衣甩起盖向舌头 随后翻手一绕狠狠打了几个死结 别说还真的奏效 灵蛇像是失去了目标缓缓地爬回了原位 他喵得下次带把刀过来赶你七寸 猛然间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你已成为继承迷宫并坐上加罗宝座的人 但你还太弱小 承受不了王冠的重量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这番莫名其妙的话顿时让金振宇心中大害 因为打小有过一段不堪回首在地底迷宫生活的经历 让他长大后十分抗拒和抵触地下迷宫的一切 这次是为了给妹妹置办嫁妆才接下了成为向导的尾部 顿寻声音的方向怒吼拒绝对方这无厘头的强加 但那个声音却沉寂后便再也没有出现 正当他无能狂怒的时候 殊不知在黑暗的角落处有一道身影正悄悄地注视着他 被人暗自窥视他意有所感 猛然回头却似乎只看到有一只尾巴从黑暗中一闪而过 正要上前查探时 妹妹的声音从房门外传来 顿时一个头比两个大着眼前跟科幻片似的场景要怎么解释 不管了先开门再说 但打死也不能让他进卧室 一个剑步冲回卧室 但动作太大把空间壁垒又撞掉几大片 起料一股撕裂的痛楚如电流般划过全身 顿时让他悚然一惊快速检查了一番 却又发现自己完好无损 但此时来不及多想 打开房门又微微侧身将位置拦住 并率先询问起妹妹的来意 谁知妹妹扭捏了半天才低下头对她说了声对不起 金振宇则装作不在意的回应让妹妹不要放在心上 同时将手伸进口袋打算将赚来的酬劳给妹妹当嫁妆 却发现那笔酬劳被揣在外套里了 下意识地朝迷宫的方向看去 但眼前的一幕让他瞳孔咒缩 一只小魔怪已将外套从舌头上取下 正在翻多貌似在偷东西 心中顿感不妙 一转身功夫竟被只小怪掏了家 被鬼怪掏家损失五十万是种什么感受 然而男子却依旧淡定和妹妹化别 随后匆匆关门再迅速将门反锁 一个剑步冲回密室快步跑向台阶 但此时逃多的小怪早已不知去向 连忙将外套捡起到处里面的物理 顿时心情跌入谷底 该死其他的都在 唯独庄前的信封被偷了 气得一把丢下外套颓废的摊坐在王座 那可是辛苦打工攒了好久的钱 为了暴打养父一家打算给妹妹置办嫁妆的 这时手掌无意间触碰到王座服手上的明珠 豁然凭空出现一组控制界面 原来这王座上的明珠和手臂上的纹身一样 毫不犹豫地按下同步确认键 瞬间原本昏暗的密室突然亮起耀眼白光 紧接着一道低沉的声音 豁然从他脑海中响起 加罗迷宫第123代主人金振宇激活成功 随着系统同步获取金振宇的个人信息后 原先那个阴暗恐怖的密室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不多时迷宫重组完成 相较于先前模样 眼前这排面提升的不止一点点 换出控制面板除了多出个迷宫入口的信息外 其他的并无变化 但这是几个意思 说好的同步和激活迷宫入口后 就能找到小怪把钱要回来的呢 就当金振宇对此满腹牢骚关掉控制界面时 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迷宫入口 四目相对确认过眼神后认定是对的人 小怪立马转身要逃 起料金振宇更快转眼闪至小怪身后 一找探出静止掐住脖子直接拎起 如此含蓄的手法显然没将小怪 下注拼命的挣扎想要挣脱 小家伙如此不知好歹 金振宇便不惯着 一个大铁拳罩着小怪妹们就储了过去 效果立竿见影小怪顿时老实了下来 在我没有杀你之前 赶紧把钱还回来 起料小怪连连白手表示没有 很好 我已经开始欣赏你的硬气了 说着拳头也再次钻紧 别说这小怪也是个有眼力劲的主 慌忙将手伸到衣服里寻摸起来 下一秒一颗硕大的红色宝石便递到金振宇面前 我要钱 谁要你这些臭狗屎 然而定睛一看 他喵的屎真香 竟然是丝绒宝石 是一种生长在间歇拳里的稀有植物上凝聚出的宝石 因为稀有和生长环境的特殊人类几乎不可能找到它 通常人们只有冒险去杀死危险的怪兽来获取它 因此它的价格居高不下 一颗拉就能随便卖出数百万的价格 眼前这颗闭眼都能卖上千万吧 金振宇激动得手都在不由地颤抖 手上的力道也不由地加重了几分 他的这番举动在小怪眼里又是另一番意思 顿时冷汗直流显然要活命一颗不够 得加钱 这两颗价值就是几千万的巨块 一激动手镜就更大了 但小怪此时被掐得满脸帐红 俨然是快到极限了 忍不住大吼一声手里的宝石也随之抛飞 电光火时间金振宇连忙松手放开小怪 身形朝宝石坠落的方向一闪而去 其料只抓到一颗 另一颗触碰到手腕弹向远处掉在台阶上 此时金振宇在转身想抓小怪却为时已晚 那家伙几个纵跳便已经快逃出门外 溜得还挺快 不过看在这两颗丝绒宝石的份上就饶了呢 殊不知那颗掉落台阶上的宝石正缓缓浮起 转瞬间宝石外层今是莫名破损 密室内也随之发生震动 这动静让金振宇顿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判 缓缓转过身看向身后 男子意外被蛇咬至手臂七寸 竟意外继承了一座远古加罗族的密室 因此能自由穿梭以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地下迷宫世界 今天意外使一颗价值千万的宝石掉落 瞬息间竟被密室射器准备吸收 金振宇猛然回头控制界面竟自动弹出提示 消耗一颗中等宝石将对迷宫的耐久性进行修复并升级 见此情形立即足下发力扑向祭坛 一把将宝石握在手中但为时已晚 宝石能量已被祭坛吸收化作飞灰 弹窗显示24小时修复耐久性 72小时后完成迷宫升级 顿时心中犹如百长挠心 那可是价值几百万的宝石呀 无奈只能带着仅剩的红色宝石 以1800万的价格卖给了奸商 两天后妹妹便带着这份丰厚的嫁妆 在亲人们的祝福下嫁给了心爱之人 回到家金振宇依旧对那颗被迷宫消耗的宝石难以释回 只能期待这次升级能物超所值吧 此时距离迷宫升级完成还剩24呢 很快随着系统的提示迷宫成功升级成为二级 迫不及待站起身说了声开门 在他面前的空间静如镜面般裂出一道口子 随着他夺步进入迷宫控制界面已浮现出来 其中一条提示信息引起了他的兴趣 那便是迷宫升到二级后解锁出加罗巢穴 迫不及待地走进房间前查探 只见房间内壁的墙上有好几个扑着稻草的格子 但格子内却空无一物 于是怀揣着好奇走进房内打算一探究竟 其量没走两步便赶身后像是有什么诡异正在发出响 紧接着周围也陆续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 而且正在向他包围而来 然而下一秒出现在起眼前的是六只呆萌的小蛇 换出系统面板显示他们是随着迷宫的升级而被召唤出来的加罗族人 可以拆遣他们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 看着眼前这群闪着大眼的一级猛虫 似乎像是在等待主人安排任务的样子 挠了挠脑袋但还好战略型网游他还是玩过的 将六只小蛇分成两组梅子三只 一组派出探路了解迷宫周边情况 二组安排在家里当苦力需要挖一个储藏室出来 但金振宇对这几只小蛇并没抱太大期望 毕竟单看外形个个又矮又挫 谁曾想家里这三只小蛇干起活来却格外卖易 仅用一小时就挖好了储藏室 不多时被派出去探路的小蛇也回来了 可怎么只剩一只了呢 心中顿感不妙 你事外这么危险的吗 另外两只死外面拉 带着一货连忙跑上前询问小蛇 原来是因为在探路时收获的战利品太多 所以那两只小蛇留下看守战利品了 还有这等好事 再看向眼前的小蛇怎么看都觉得萌萌哒 这是小蛇乖巧的帝国地图 金振宇翻开地图一看不由的出声赞叹 小蛇们已将密室周围的情况摩擦得很详细 这能给后期发展带来很大的便利 另一边小蛇已将带回的战利品都倒了出来 但却让金振宇大师所望 从外观和橙色上分辨都是些破碎生锈的杂物和武器 看样子都是间歇拳大战时期的老武斗 然而根据这些东西可以推断 自己密室的位置应该在地下迷宫比较偏僻的地方 不然这些物品早就被人捡走 突然有几颗闪闪发光的东西引起了金振宇的注意 一个闪身扑了过去翻找了起来 竟是三颗丝绒宝石虽然有两颗很小 小蛇看他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表示这一路上看到不少这样的狮子 顿时让金振宇嗅到金钱的味道 激动地抓起小蛇一顿摇晃 立马起身就要去学 可刚跑到一半就猛然意识到自己这密室防御还如此薄露 要是在自己出去的时候又有鬼怪来偷家那该怎么办 但很快他便有了主意 那便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用这几颗宝石将密室再进行升级 说干就干禁止跑向台前将宝石投入祭坛 随着系统的提示金振宇才回过未来 刚刚是不是又消耗了价值几千万的宝石 成功地离自己的小目标又远了一步 现在也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人类明明知道地下迷宫很危险 却又屈之若武 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了 既然这里如此有趣 近期反正也无聊得要死 那便好好在这地下迷宫玩一把大的 重振加罗帝国的荣光 男子意外被蛇咬至手臂七寸 竟意外继承了一座远古加罗族的迷宫 同时还获得这六只又矮又挫的猛虫 然而这迷宫里除了有张82年的破椅子 剩下的只有空气 老鼠来了都得哭着回去 为了打开局面咬牙献祭了几颗丝绒宝石 听隔壁老王说那可是价值几千万的宝石 不多时迷宫升级完成后提示 现在有两个兵种可以召唤 第一种被称作加罗卫士被誉为不惧恐惧者 擅长各种战斗技巧 第二种属于拥有高智商的管理型兵种 文能负责迷宫事务 武能带兵作战 但却战力薄弱属于纯粹的脑力劳动者 两种兵种都是精正与急需的 但唯一让他不爽的是 被召唤的士兵每月都需消耗一定量的宝石 使得他想获得丝绒宝石的心情更迫切了 现在只能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随着他的召唤身前凭空出现一道空间裂缝 一阵耀眼白光过后 面前便站着一名彪悍的加罗卫士 这副战可攻退可守的武器装备看着就挺靠谱的 随即给加罗卫士下达了看守仓库的指令 这家伙的大体格估计能一人横推地下迷宫一到三层 接着又消耗了两颗下等宝石召唤管理型的兵种 身前再次出现一道空间裂缝 突然情况有随随着 眼前这裂缝竟如此之大呢 控制系统也在这时弹出提示 由于神秘的间歇拳被激活 这次召唤的将是一位英雄级的加罗管理者多米尼克 还没等金正与反应一道曼妙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眼前 什么情况 Cosplay女仆装罗莉音吗 换出控制界面了解到眼前这位可不得了 是一位真正的管理型天才 致力于帮助主人处理各项事物 此时金正与喜怒不形于色 实则心中暗叹这回真是捡到宝啊 看来离自己单手开法拉利的日子指日可待 于是立即着手安排起任务 多米尼克这名字太长以后就叫你多米吧 随后将地图信息共享给了多米 经过一番了解加罗迷宫附近不但有矿脉 还有能产出丝龙宝石的植物 为做出合理的维护方案 两人决定先实地探查一番 于是经过一番实地考察 多米提出了不少有利于加罗迷宫发展的方案 比如凿开脆弱的洞壁缩短到矿脉的路程 并在中途设置收集站 同时对建歇全附近的丝绒宝石的采摘也做了安排 当然来都来的自然要将已经结出的宝石采摘子 看得金正与木凳口袋暗自竖起尸指 这小妮子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这出门不捡钱就算亏的行为 不正是作为管理者的优良品质吗 还有防御工事 饮用水补给等等细节都规划到位 当然要办成这些事都需要大批的人手 所以建议金正与增加人手 和尽快对加罗迷宫进行升级 但金正与却只想当甩手掌柜 这些琐事打算全部交给多米处理 毕竟他不可能时刻都在迷宫里看着 殊不知多米提的这两项建议 都是只有迷宫主人才能操作的 即便是高等级的他也不能带牢 这让金正与突然意识到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如果他做不好这个公主 这些加罗族人会不会离他而去或造反逼宫呢 文言多米让金正与不必夺虑 即使是有野兽伤害了迷宫主人 也无法继承到迷宫 因为只有被迷宫选中的人才能成为迷宫的主人 所以没有哪个加罗族人会蠢到推翻庇佑他们的王族 这样一来金正与也总算是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又消耗三颗终极宝石对迷宫进行升级 他自己也回到地面来到奸商的店铺 打算卖掉手中的丝绒宝石 期间奸商旁敲侧击想了解宝石的来历 但都被金正与三言两语糊弄过去 但奸商并不打算放弃 因为现在被探险者从地底迷宫带回的宝石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他这边一直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奸商表示他免费给金正与提供地底迷宫的信息 但需要其在获得宝石后能优先卖给他 对于奸商的这个提议金正与却是很感兴趣 接着奸商便向他提供了一个信息 在坡州的地下迷宫内有着一群地狱蜘蛛 有传言他们那就有私戎宝石 这次交易很顺利 正当金正与收钱转身离开时 奸商从后冒出一句 小伙子我可知道你有一个家庭需要咬我 闻言金正与顿时勃然大怒 转身奋力一拳奋然砸下 奸商面前的大半台英声碎裂 眼中寒芒一闪音策策地说道 你竟敢对我进行背景调查 婴儿的父母是曾经进入地底迷宫探险的人类 他们诞下的孩子却被怪兽圈养喝怪兽的奶水长大 从三岁起这些孩子 便被怪兽驱赶至危机四处的泥宫中挖地 大家快点 该死 竟然挖到地狱蜘蛛的巢穴 快救救我 求你了 救救我 金正与猛然从噩梦中惊醒脸色发青 俨然是一副气血两窥的模样 吓坏了多米慌忙上前询问状况 金正与表示只是做了个关于过去的噩梦而已 其实他一直忌讳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过往 因而不愿多说什么 其料抬头眼神刚好和这群猛虫对视 从他们清澈的眼神中透露出的一丝愚蠢 让金正与心中特别的安定不由的挠头笑了起来 心情也变得不那么紧张放松了下来 便向多米下令加强迷宫周围的戒备 如果发现有地狱蜘蛛的存在必须第一时间汇报 此时多米提醒迷宫已成功升到三级 闻言金正与顿时来了兴致 打开控制界面发现又有六只加罗工人被召唤 同时迷宫的核心中枢已完成结束 在点开的瞬间便有一个百金大铁驼 从天而降落在众人面前 但这笨重的迈向看起来属实不咋地啊 这是多米察觉到金正与的异样 立马一会对迷宫核心做起了解释 核心如果被摧毁 整个加罗迷宫的功能都会失控 当然如果它完好无损 即便加罗迷宫在战斗中被夷为平地 有它在一切都能恢复 忽然一道弹窗引起了金正与的注意 显示到由于核心被激活 远处的野兽和怪物都感应到迷宫的存在 其料一道警报接踵而至 提示由20只角鼠组成的队伍正向迷宫根系而来 预计将在59分钟后到达 见此金正与顿时有些心慌 连忙将信息共享给多米寻求对策 多米给出的方案是必须马上召唤出足够数量的战斗型兵种 因为眼下他们只有一名手仓库的加罗守卫 金正与换出控制界面果然生成三级迷宫后 多出了四种新的兵种 分别是百步穿扬的加罗弓箭手 战力非凡的加罗狂战士 魔法卓越的加罗魔法师 妙手回春的加罗牧师 这些兵种囊括了各个方面 实力都很强大 当然相应的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宝石 但眼下账面上就只有21颗宝石要怎么合理召唤兵种呢 正当金正与为此困扰之时 多米从旁提醒角鼠实际战力不高 一个加罗守卫就能单挑四只角鼠 一个狂战或一个牧师相当于两个加罗守卫 弓箭手的战力对应三个加罗守卫 魔法师则对应五个加罗守卫 最后还强调除了战士以外 其他的兵种近战攻击就很弱 所以一定要注意兵种配比 通过多米这番通俗易懂的对比 金正与心中瞬间有了主意 时间紧迫立刻着手开始召唤 一阵火花带闪电过后 两副极具压迫感的身影出现在众人前 一共召唤了一名加罗守卫和两名加罗狂战 加罗旁战的身形实在是太威武 然而那只一同被召唤来的加罗守卫 只能闪到一旁瑟瑟发抖 金正与剑词也是欣喜不以本能的木墙 心中甚至有立刻率领加罗狂战 找狼猴一血前耻的冲动 突然他留意到有一只小蛇情绪似乎有些优越 现在可是备战时刻可不能有这样的情绪在 对此多米比较清楚做出了解释 小蛇其实是这些高级战士的亚种 越是强大的加罗族人这样的亚种诞生的几率就越高 虽然亚种行动失缓且缺乏意志力 但是由于耐力和力量的表现都非常不俗 所以作为后勤人员是非常可靠的存在 文言金正与顿时心中了然 当即下令召集所有加罗后勤人员 多米见此也深感疑惑 喜料金正与拿起力在墙角的锄头 我知道加罗族最是重视荣耀 眼下我们加罗迷宫马上就要经历第一场战役 在这光荣的时刻所有加罗族人不分彼此都应参与其中 即便是一把锄头在这时也能成为勇士们的武器 文言刚刚那只阴谋的加罗小蛇的眼神顿时恢复神采 金正与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小蛇 是的 他就是渴望荣耀 渴望为加罗杀敌 紧接着金正与振臂一呼 让我们把那些胆敢侵犯加罗迷宫的混蛋统统吞了 顿时全员士气高涨战血沸腾 老鼠不惧血脉压制满脑子只想着要吃蛇 只因他想带领脚鼠一族站在地底食物链的顶端 摆脱弟弟劳工的身份和成为其他猛受口粮的地位 加罗迷宫内金正与也在对即将进行的战斗做着最后动员 此时距离加罗迷宫三里开外的地方烟尘滚滚 隐约能看到队伍中树立起的刀枪棍棒 带这只来势汹汹的队伍靠近后 竟然是一群头掌鸡脚的老鼠 领头的脚鼠看到加罗迷宫门口只站着三只加罗小蛇时 顿时大喜过望 猜测这座加罗迷宫的新主人是个不会造兵的愚蠢菜鸡 兄弟们 我雷气头上的脚最大 所以最聪明 你们得相信我听我的 眼前这个迷宫里有一我小蛇 现在我们冲进去吃了它们 你们的脚就会变得跟我一样吧 这句话像一滴水掉进了雷公 瞬间点燃了全场角鼠的燥热激情 满脑子都是变大变长厚的画面 紧接着角鼠们群情激愤随着雷气剑指的方向 嗷嗷叫着向加罗迷宫发起了冲锋 被安排在入口当诱饵的三只小蛇 早已吓得瑟瑟发抖 但为了加罗族的荣誉 强自压抑转身逃走的冲动 突然一只角鼠率先跃起手中长剑眼看就要拿下一鞋 其料一道身与逢旁射出转 瞬间已略至机密开外 所过之处角鼠无意不是伸手一触血剑当场 随我一起捍卫加罗荣耀吧 勇士们 话音落下两名加罗守卫 以闪身拱卫在金正宇身后 与此同时手持40米大砍刀的加罗狂战 犹如天神般阻断了角鼠的退路 这便是金正宇制定的战术 将角鼠群前后夹击堵在了狭窄的入口通道 两边同时起头猛进疯狂地收割角鼠的性命 战况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大脚雷奇不知所措 然而猛然回忆起几天前找他的那名黑袍人的话 角鼠族如果要摆脱迷宫苦力的身份 和音若小而被吃掉的秘密 眼下就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黑袍人告知了雷奇加罗迷宫的地 并嘱咐只要吞噬了迷宫内的控制核心 他就能成为加罗迷宫的新主人 念及此处雷奇顿时有了目标 透过加罗守卫之间的缝隙 也看到了迷宫核心的所在 于是召集身边的角鼠部署了作战计划 便开始各自分头行动起来 只见雷奇一马当先冲向迷宫入口 其他角鼠见状也备受鼓舞 向两名加罗守卫发起猛烈的阳光 火燃在一众角鼠汗不畏死的掩护下 雷奇带着角鼠一族的期望 成功窜破加罗守卫的防线进入了迷宫内部 多米反应迅速连忙大声呼唤金振宇回防 然而金振宇则淡漠地回过头 眼神中充满了失血的杀意 一把夺过加罗守卫的坡刀 足间轻点身形一跃而起朝迷宫内击射而去 其料雷奇身法也是了得 一路上躲过小蛇的层层阻挠以掠至近前 电光火时间坡刀裹挟着一条迷密的破空声 瞬间迷宫核心周围鹰状激炸起漫天烟尘 其料金振宇刚一落地便收到迷宫核心受损的警报 在抬头看向迷宫核心处 发现雷奇已被坡刀洞穿定在台上 但口中獠牙依旧不甘地做事要有向核心 这金振宇哪能忍 上去一稿子给他来了个痛快 经过查探造成迷宫核心受损的 竟是金振宇抛出的坡刀 这就有点尴尬了喂 这是差点要搞死自己的节奏啊 另一边随着雷奇的死去脚鼠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 解决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同时金振宇还发现加罗族人的武力属实彪悍 由于尾巴的缘故他们的平衡中心特别稳 使得他们没有因为身躯的庞大而受阻 反而是更加的灵动迅猛 如果是他自己面对这样的敌人估计都难以应对 此时战况已接近尾声 殊不知有一道黑袍早就躲在暗处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弟弟迷宫某处 那名黑袍人正贵府在一只巨兽座前汇报战口 主人已经探明加罗迷宫内只有五个战斗单位 分别是一个英雄级和四个普通战士 而且他们的主人似乎只是个无知的菜鸟 虽然现在对我们造不成威胁 但他们却以龙族后裔自居 声称即便血脉不纯也能在这地下世界中制败一方 这个黑袍大哥多少有点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果然座上的巨兽被气得发出低沉的嘶吼 吩咐黑袍再去组织一对怪兽过去攻打 家人们谁懂啊 这只下头鼠竟为了让头脚变大变长就想吞下这颗珠子 我真的会嫌 无于此住了 果不其然最后结局只能是这般生死到消 战斗结束后控制系统很快便统计出了数据 可惜的是由于角鼠太弱 金振宇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的奖励 反倒是因为前后夹击的战术安排提升了些许魅力值 被授予初级指挥官的称号 这次战役也在金振宇心中敲响了警钟 甚至很是庆幸他的第一个对手是这群雷弱的角鼠 家罗迷宫所处可是在剑蝎拳的区域内 周围必定强敌环伺 原本是想苟起来发育再慢慢露出疗雅的 谁知现在迷宫核心的出现 将家罗迷宫的存在暴露 这让金振宇莫名焦躁不安 必须尽快地发展变强 随着他下达的一连串指令 顿时整个迷宫有条不紊地运转了起来 同时他还有许多计划需要完善建设 但这些都需要大量宝石 然而从植物和矿卖中采集的宝石根本不够花 突然灵光一现想起脚鼠头上的脚 或许可以从奸商那搞到一笔钱出来买宝石 起料来到奸商这却被泼了盆冷水 因为这脚的价值不大 所以收购价并不理想 无奈只能再次跟奸商打听关于地狱蜘蛛的消息 竟被告知第一只征伐地狱蜘蛛的先遣队已经出发了 而再想加入的话 就只能提供等级证明加入主力阵容才行了 小伙子 你的等级是多少 如果够的话 我这有关系可以替你申报个名额 糟老头你都对我做了背调 会不知道我的等级 其实这个问题金振宇自己也不清楚 只是知道自己是在地狱十二层中出生长大的 隶属于一个公爵级的大观兽统治的迷宫 文言奸商顿时呆愣当场男言脸上的震撼 十二层啊 你怕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地下城宝宝吧 奸商的反应让金振宇充满疑 十二层怎么了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呢 奸商看他是真不懂弟弟等级的划分 便拿起笔打算跟他科普一番 但他化工传神谁看谁名 解释到一至三层出来的孩子长大后 也就比成年男子强壮一点 只能在探险队混个向导当当 四至六层的孩子成长后的实力 就可以作为突击小队的成员 可以看作是对标美国队长的实力 七至九层那就不得了了 从那里开始就是怪兽领地 能在那长大生存下来的孩子对应绿巨人的实力 十层以下那就不敢想象了 那里的怪兽都是灭霸级的存在 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哪只突击队能深入过 简单说来越深地层数出来的孩子 在力量速度或其他方面都有着异于常人的特殊能力 说到这边绕有兴致地问金振宇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就比如喷火或激光眼这些 金振宇见他如此打去自己 瞬间眼眸蹦射黑芒扫向奸商 冷冷开口道 你在我眼里全身都是弱点 不到一秒就能提前送你去地府报道 停停停 小伙子打住 开个玩笑别当真 毕竟他还记得金振宇随手就能轰烂他的办公桌 连忙岔开话题表示会尽快申报让金振宇进入主力队伍 其料金振宇并不想引起关注 只让他按7级来申报即可 奸商对此也不敢多问爽快地硬承下来 接下来他要先将加罗迷宫未来一段时间的事务安排好 因为他估计要两周后才能回来 于是让多米将这几天收集的宝石拿来 一把将宝石全都抛进祭坛 召唤出了一名加罗弓箭手 但这迫不蒙眼的扮相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行吧 来都来的先去守大门吧 另外在帐上留了两颗宝石给多米作为日常维护使用 这时金振宇问向多米 这个传送门能否随意开关或者调整大小呢 毕竟这个门总这么开着似乎有点不方便 男子本是实力斐然的12级大猫 却要混迹在探险队里当个扛大包的7级萌星 只因他帐上仅剩下可怜的两颗宝石 此时泼州地下迷宫入口处 金振宇已经混进围剿地狱之珠的主力部队 手持大砍刀的女子英泰是这支分队的队长 这次任务要求两周内全坚入侵迷宫二层的地狱之珠 成员包括7名主力队员 另配有15名普通突击队员作为辅助 核队完人数便立即整装出发 随着迷宫入口闸门的缓缓开启 队长英泰再次跟队员们强调务必要听从指挥 并且需要快速通过迷宫一层 到达二层与先前队会合作战 其料小队一开局就进展不顺 眼前这支编尾蜥蜴的出现 瞬间将一名突击队员炫进口中 队长英泰联盟组织队员进行应对 然而这帮主力却是在一旁淡定的抽烟调侃 早就听说现在突击队人员的实力下降 没想到竟是如此不堪了 还没等黄毛把话说完 刀出鞘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家伙好像是队长找来的一个七级菜鸟 拖划间金振宇以凌空跃起一刀斩向蜥蜴搏梗 瞬间在蜥蜴身上留下一道害人的伤口 队长英泰也是经验老道善于把握战机 下令突击队员将全部火力瞄准蜴蜴的伤口输出 片刻后便将危机解除 但被炫的队员却因伤势过重已没了气息 英泰对此深深叹了口气 迅速调整好心绪马上又进行人员调路 必须趁血腥味没有扩散之前带队车子 随后立马转头找金振宇的麻烦 你记相当不错 编尾吸一皮糙肉后你却能轻松破开 但话锋一转 如果下次再不听指挥贸然出手 我就将你提出队伍 典型的恩威病师 却不想金振宇根本不吃他这套霸气不为的 因为自己只是遵循本心在里 为了避免矛盾分歧英泰只能耐着性格解释 我们七个人作为小队的主力必须保存实力 因为接下来的战斗普通突击队员根本运出不了 金振宇也默认了他这个说法便不再多说 一周后他们总算是来到地下二层的入口处 整支队伍先停下做一些简单的补给和修整 突然一名负责在周围警戒的队员发现了异常 似乎有什么东西坠落后砸在他的头盔上 被身旁的队员捡起一看竟是价值不菲的私容宝石 这个发现顿时引来其他人的围观 一个个都振奋不已 这可是要发财的节奏啊 但为什么宝石会是从洞顶掉下来的呢 另一边外出巡逻返回的队员正在向队长英泰汇报工作 巡逻队的任务原本是为搜寻先遣队留下的记号 以方便尽早会合后协同作战 但一路跟着记号搜寻到某处时却断了踪迹 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判断先遣队应该是遇到了蜘蛛 并且战况还很激烈 同时在那还发现有宝石从顶部坠落 但诡异的是当有队员过去试图捡起宝石时 身形却被定在空中动弹不得 文言英泰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连忙带着人赶到现场 果然如同描述那般 有一名突击队员像是扯线木偶那样 一种诡异的姿势挂在空中 顿时如临大敌立即下令全员警戒准备战斗 同时下令朝洞顶发射照明弹 一只穿云舰千军万马来相见 然而弹来见的并不是活人 而是见到一个个被刀刮洞顶的人形重简 豁然出现的恐怖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瞬间汗毛炸领 英泰强自稳定心神沉声下令 这里仅有十具尸体 应该还有其他仙剑队的远远活着 先赶紧撤离此地重新集结 正当他说话时 殊不知已有一头蜘蛛悄然出现在其身后 期间队员的惊声提醒 让他意识到自己身后出现了紧急状况 来不及多想握紧手中大刀猛然回首上撩 转瞬间便将蜘蛛的头颅斩落 呼机队也不由分说 快速反应开启折叠防御盾牌 同时迅速有序地收拢队伍形成闭环阵型 主力队员则纷纷亮出武器 在外围形成一道防线将其拱位 当照明弹熄灭瞬间蜘蛛的攻击也接踵而至 金阵宇立即闪身至鹰太身后提刀格挡 顺时只赶刀身一颤瞬间火花四箭 快发射照明弹 话音刚落第二颗照明弹音声激发 然而此时眼前的荧幕让众人惊惧到了骨髓 竟是一大群蜘蛛正顺着丝线缓缓降落 各位见过大蜘蛛组团开黑吗 在这群蜘蛛眼里这只队伍最适合做成这样的风干辣条 然而在面对巨大的蜘蛛时会给人无比压抑的绝望 但地狱宝宝不会 因为他们从济世开始就在绝望中挣扎求生 黄毛脸上勾起残忍嗜血的绩效 声音一跃而起手中长刀翻手上腰率先拿下一心 紧接着借下坠之士一刀悍然刺下又将一只钉死在地 这时突然从旁月起一只向他扑来 来得正好 黄毛连忙收腿竖紧核心力量 瞬间两脚骑登连踢带踹将其击飞 队友小黑也不甘示弱手持双刀也解决了一只 便又立马猛蹬地面射向空中的蜘蛛 刀势大开大河瞬间地撞蜘蛛截肢分割 失去腿的蜘蛛如同皮球般滚落在地 随后脑壳便被小黑一脚踩爆 另一边的这个丝丝纹纹的大个子就挺让人意想不到 凭借蛮力的疯狂输出 所以在他这里基本是一拳一个小可爱 打法更是蛮横无理生拉硬转 全场就他玩得最嗨 大个子身旁的那名手持花剑的优雅男子也值得关注 虽说大夏天屁面傲的行为有些费解 但优雅永不过时 丝毫不影响是水攻抖出的十字剑花 动作丝滑优雅充满欧式贵族气息 领了他还则被大个子抢了他的怪让他没啥进行 他俩的闲聊打局 让一旁紧张的突击队员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片场 拜托我们正在被一大群蜘蛛包围好吗 突然一边陡升两只大蜘蛛突然从旁跃起扑向突击队 这是一道人影黑裤滑后瞬间将蜘蛛大卸八块 身形更是静直落在蜘蛛群中 只见金振宇眼中黑芒闪过 随即身形宛弱游龙在蜘蛛群中横冲直撞 每一刀都砍在蜘蛛的弱点上 这家伙还是人吗 还有王法吗 谁要再敢说他是七级菜鸟我就弄他 其他人都停下手呆愣愣地看着金振宇独自搜 很快蜘蛛就被消灭殆尽 但是却让鹰太深感疑惑总觉得哪里不对 据记载地狱蜘蛛属于地下迷宫深层的强大怪兽 从未在二层出现过 所以对他的了解知之甚少 但按理来说生存在迷宫深层的怪兽自身实力都应该很强采源 如今却被他们几人轻松解决似乎很不合理 鹰太的说法很快便得到大家的认动 因为从刚刚战斗中能感觉出这些蜘蛛 比在一层遇到的边尾蜥蜴海里 但也有人劝慰大家别多想 因为这次他准备了足够的炸弹应对 所以地狱蜘蛛来不来都无所谓 起料金振宇有了新的发现 经过他的辨认刚才所杀的并不是地狱蜘蛛 这些蜘蛛不但体型小并且皮薄骨萃 应该属于是地狱蜘蛛的亚种或者是其他次等物种 而且战斗风格也不一样 地狱蜘蛛就像是耐心的猎人 他们会设置陷阱然后静等猎物入网 不会像这般主动出击 这时金振宇回头时无意间发现了周围的一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洞顶上挂起不少很厚的蛛丝 同时还发现迷宫二层的入口已结满猪瓦 像是有什么东西有意再断他们后路 心中顿时悚然一惊生起不好的预感 意识到地狱蜘蛛就在附近而且已在悄然不均 正耐心地等待他们入网 立即找到爆破手让他将炸药埋在二层入口越快越好 并且告诫队友时刻警戒 战斗还未结束地狱蜘蛛就藏在附近 但黄毛却认为金振宇在故弄玄虚 英太也是心存疑虑为什么金振宇会对地狱蜘蛛如此了解 其实金振宇怕是他们这群人中唯一见过和了解地狱蜘蛛的人 正当英太想找他问个明白时 一声惨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随正望去只见优雅剑士面前竟赫然出现一只巨大无比的蜘蛛 金振宇慌忙出生让他赶紧逃跑 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地狱蜘蛛 但优雅剑士刚刚似乎已经被地狱蜘蛛所伤 此时满脑子只想着杀猪泄愤并没有理会金振宇劝阻 喜料就是这分神的一刹 身体竟被熬之瞬间冻穿 犹如破布般挂在熬之上 在瞳孔涣散的那一刹那 估计优雅剑士做梦也想不到人生的最后画面会是这张血盆大口 男子为大师级的连连看高手 抖起剑花也是这般的朴实无华 却因错不实力被怪兽一爪洞穿 最后沦为地狱蜘蛛口中蜡条 随着地狱蜘蛛一声淒厉的吼叫 有黑的迷宫深处传来无数嘻嘻嘻嘻的回响 转瞬间无数体型各异的蜘蛛缓缓从黑暗中显现 英太立即回头下令所有人员紧急急紧 喜料还是晚了一步队伍已出现伤亡 然而眼前的一幕在金振宇眼里却是如此熟悉 因为在小时候这一幕就曾出现过 并深深地磕进了脑海 伴随着当时年幼的他度过无数个无眠深夜 突然英太的询问声打断了金振宇的思绪 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发什么愣呢 快速收拢阵型准备迎战 文言金振宇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英太 居然还想着迎战送菜还差不多 但还是隐忍下来给他分析眼前局面 这里不但有一只猪黄 还有两只同领级的地狱蜘蛛 更是有海量的低级蜘蛛亚种 我们这点人断然没有获胜的可 唯一办法便是尽快利用炸弹 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撤退时间 不要担心爆炸会使洞穴坍塌 地狱蜘蛛应该早就在洞顶布满了坚韧的蛛丝 见此英太心中笃定眼前这七级菜鸟 不但了解地狱蜘蛛 而且看样子还有打过交道的经验 另一边其他的主力队员此时都已和蜘蛛交上手 但蜘蛛的数量实在是多到令人决望 那只提前进入的仙遣队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溜这么多蜘蛛没解决 你是不是傻 先前队已成风干腊肉就挂你头顶上 其余的估计已经被吃了 随即转头催促突击队抓紧时间埋放炸弹 但斯文大个子却不以为然觉得不服就干没必要 没必要理会那个冒充蜘蛛专家的七级菜鸟说过的话 原本进入地底迷宫任务就是为了消灭地狱蜘蛛 哪有一发现目标就落荒而逃得到了 这时在前排杀猪的金振宇 背头今生提醒地狱蜘蛛即将出手 想死的人怎么都劝不动 此时大个子已经跃至近前调转全身力量挥至全风 是大力尘的一击重重地砸在蜘蛛头部 一声脆响 大个子的手臂硬生断裂骨刺破皮而出 追星刺骨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 使得他忍不住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 但瞬间惨叫却又戛然而止 因为此时他已被熬之洞穿 下一秒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地狱蜘蛛残忍吞噬 震荡黄毛和小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之时 起料另一只地狱蜘蛛豁然跃起朝二人扑来 电光火势间金振宇从旁杀出灰刀挡下敖之 随后提到闪身护在黄毛和小黑身前 眼中更是黑芒闪烁 金振宇的举动无异于猪口夺食 瞬间激起地狱蜘蛛的狂暴兽性 树枝锋利的敖之裹挟着劲风向他急速刺来 只见其尘妖立马手中动作快如闪电 挥舞出刀引漫天将从熬之一格挡在外 七级大佬请收下小人的膝盖 当他回过神时才发现黄毛早就闪身逃至远处 再次回到战场金振宇一个猫妖躲开划过的熬之 紧接着起身挥刀抵住熬之防止他反手横扫 突然余光从旁扫过顿杆不妙 好险 差点被另一只月起偷袭的地狱蜘蛛砸成肉饼 强制稳定心神调整自身状态 因为此刻他面对的是两只统领级的地狱蜘蛛的夹击 看来要露点底牌才能应付眼前的局势 思绪间只见金振宇突然周身垫忽悠走气势惊人 一个剑步冲出挥刀杀向地狱蜘蛛 大哥是让你露点底牌不是让你露电啊 太阴也正在这时收到汇报炸药以准备就绪 果断下令立即引爆 随着炸弹的爆炸 其他人正快速进入通道撤回迷宫一层 也不忘招呼金振宇一同逃离 谁曾想化阴刚落金振宇一闪至身前 硬直将阴太一把撞飞射向身后通道 然而地狱蜘蛛的攻击也紧随其后一掌拍下 但金振宇更快身形瞬间腾至半空 顺便还接下了阴太一落的坎高 紧接着身形一扭借势抬脚踢向洞口顶部巨石 巨石轰然碎裂纷纷坠落 见此情形众人惊诧不已 阴太最先反应过来他的意图 他是要用巨石阻断通道为众人争取逃离的时间 慌忙出声制止让他一起走 仅凭他一人是不可能战胜地狱蜘蛛的 可认他如何呼喊金振宇都没有理会 很快掉落的巨石便将通道牢牢封死 金振宇手持双刀缓缓转身 面对两只恐怖的地狱蜘蛛眼神淡漠并且毫无距影 总算是安静了 所以让我找点乐子吧 说着身上顿时爆射出耀眼电芒 身前的空间像是承受不住这股冲天电压而阴声碎裂 下一秒赫然出现的竟是由他所控的加罗迷宫 看样子由多米带队的暴力天团已是恭候多时 在地底迷宫中饿了18年的蜘蛛 此时眼中闪动着饥渴的鸿芒 见蜘蛛纷纷包围过来 金振宇迅速进行排兵布阵 两名加罗狂战被安排去对付其中一只蜘蛛统领 其他加罗族战士的任务则是坚守攻门 眼下唯一让金振宇困扰的是那只巨大的猪黄 但庆幸的是迷宫二层通道太窄 限制了他的移动范围 所以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轻举妄动 生怕他先被活满 这也是金振宇敢留下跟地狱蜘蛛斡旋的原因 趁猪黄不能动赶紧把这群小蜘蛛掀灭了 与此同时蜘蛛已然跃起突向他们 只见金振宇双铜白芒一闪 瞬间周身电弧缠绕 转瞬间一双手提刀跃至半空 一刀是大力沉猛地劈向蜘蛛同领投入 起料另一只蜘蛛统领趁戏打算从后偷袭时 电光火时间一道剑矢骤然划过精准命中蜘蛛头部 虽说看不透弓箭手迫不猛眼的造型 但准头确实不烂 紧接着又见弓箭手迅速搭建拉弦 射出的箭矢由如炮干扳炸开将蜘蛛群掀的七零八落 加罗狂战这边的场面就比较轻松行 蜘蛛统领被他俩这一顿轻轻抱抱举高高 摔得七昏八速整个猪都不好了 已然倒地放弃反抗爱咋咋地 加罗族人的表现金振宇都默默看着眼里 整体表现都比他意料中的要好 当然可能跟多米组织的这只拉拉队多少也有点关系吧 有序的分工作战让金振宇也尽兴地虐了一顿蜘蛛统领 主人 小心 猪黄已经开始行动了 得亏多米的惊声提醒 当金振宇回过神时只敢漫天威压扑面而来 身形本能地从旁一跃这才堪堪躲过 待他翻身落地抬头望去这才发现 试材的恐怖一击竟只是猪黄探出的熬枝 猪黄定是察觉到蜘蛛统领的失利才忍不住出的手 忽然猪黄发誓一声巨蛋淒厉哀 因多震荡植入心或让金振宇慌忙炎而抵抗 这是一道系统弹窗跳出显示 猪黄的吼叫使蜘蛛群站立直再次回到顶端 他喵得还能这么玩呢吗 立即转身望向加罗迷宫入口 果然加罗守卫浑身爬满了蜘蛛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 蜘蛛统领的战力也像是打了鸡血 口准破绽一爪削断了狂战的手臂 原本大好局面在猪黄的哀嚎中土崩瓦解 金振宇瞬间有了决断必须让猪黄闭嘴 立马轮刀跃起朝猪黄砍去 一道十字刀芒骤然赏握 猪黄也在这一击之下轰然倒下 随后焦急地询问多米加罗迷宫的战法 主人 快撑不住了 实在是太多亚种蜘蛛了 你们一定要扛住再坚持一会 起料这时猪黄的攻击再次接踵而至 但幸亏金振宇躲闪即是不然已被削掉半边身子 他的轮番躲避让猪黄的身形调转 背对着加罗迷宫 脑中飞速运转思考对策 无意间挑到一只加罗小蛇手中唤起个魔法 顿时心中便有了主意 趁他愣神之际猪黄的熬之再次醒来 金振宇连忙横刀抵挡 落地刹那立即闪身朝蜘蛛统领的方向飞驰而去 这只刚刚被他虐惨的蜘蛛统领此时已失去战力 金振宇不由分说静之上前一刀将下恶砍断 从这个角度能看到其上恶内乡有颗硕大的丝绒宝石 紧接着犹如探囊取物伸手抓向宝石 就在他将宝石奋力抓出之时 珠黄的剧毒凹牙也正向他次来 忽然一道身影从烟尘中冲出 此时金振宇目光如炬手中宝石被他奋力一甩 只见一道裹挟着近风的鸿芒正急速射向迷宫 瞬间从多米的身旁呼啸而过朝迷宫祭坛飞去 宝石转瞬便被祭坛吸收 金振宇随即发出召唤加罗魔法师的指命 紧接着一道骇人闪电随之落下 一名手持法杖的加罗魔法师正缓缓呈现 架直一个亿的牙结石就卡在怪兽上了 男子却一把将其奋力掏出 随即抛向迷宫核心内 由于从地狱蜘蛛统领那挖的士科上等丝绒宝石 所以这次召唤出的竟是一位稀有级的加罗魔法师 加罗魔法师举手投足间一个弱大的魔法阵电凭空出现 紧接着刺骨的寒冷冰霜迅速蔓延开来 让原本还爬满蜘蛛的涌到骤然结冰 转眼间除了珠黄以外的其余蜘蛛全都被其封印在了冰冷当中 自己一群人拼死拼活都抵挡不住的蜘蛛群 竟被魔法师弹指一挥间轻松搞定 蜘蛛统领突然破冰而出 着实将狂战下个不清 身形本能的后退半步提刀割挡 抵住两只次来的坚力熬之 这才化解了生死危机 其料蜘蛛统领剑偷袭不成立脑 从旁探出一只直奔狂战脑后 危机时刻狂战只赶一道白芒划过 蜘蛛统领竟被一分为二肉断骨碎 定睛一看原本断臂的狂战的手 竟被附魔化作一把汉母冰刃 想不到加罗魔法师会有这手神奇操作 多米立即将蜘蛛统领被灭的消息 传引给了金振宇 很好 显然此时猪黄已成光感私立 但金振宇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对付他 虽说地狱蜘蛛的眼睛 嘴巴等弱点他都知晓 但猪黄体型确实太大 即便猪黄站着不动让他戳眼睛 也无法伤及大脑造成致命伤害 眼下必须创造出一个一击必杀的条件才行 下令所有加罗族人原地待命 他现在要攻击洞顶凿出一条通往地底一层的通道 说着便见他身行几个纵跳间已向洞顶急掠而去 多米对他的计划虽然不明所以 但无论怎样都是要单独对战珠黄实在是太危险 金振宇却未听从劝阻继续一意孤行 多米此时很是自责身为手下本应奋力保护主人 如今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主人孤身犯险什么忙也帮不上 在他眼里主人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加罗族人的伤亡 随着多米的一顿剖析金振宇形象在一众加罗中顿时高大无比 金振宇的举动自然引起珠黄的注意立即朝他扑来 很好 我担心你不跟着来吗 在珠黄扑向他的刹那金振宇身形也瞬间跃起 速度之快已然带起道道残影 狭窄的洞顶通道被珠黄熬之袍的碎石满天坠落 见此情形金振宇暗暗欣醒目前的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身形再度跃起继续引着珠黄往洞顶飞跃而去 与此同时先前被金振宇掩护逃上迷宫一层的众人 突干脚下传来一阵剧烈震荡 恐怖的是这股震动禁离他们越来越近 像是有什么深渊巨兽即将出世一般 突然他们前方不远处的空地骤然变形军力 吓一秒两只巨大无比的熬至破头而出 吓得黄毛几人肝胆欲猎呆乱当场 此时金振宇也收到弹窗提示以打通一至二层的新通道 同时也刚好看到逃离不远的黄毛几人的背影 这才确信自己是挖到一层来了 而珠黄因为洞口太小正卡在一层和二层的岩石之间 可不能让他爬上一层 立即下令让加罗魔法师施展兵系魔法 随着加罗魔法师的吟唱一只栩栩如生的冰霜巨蛇豁然呈现 由下而上窒息珠黄 从珠帮警惧的短情中能看出似乎是体会了一把菊花残满地上的酸水 顿时浑身瘫软无力身形也随之坠落 因为洞壁早已附着光滑的冰面使得珠黄的下坠尤为迅猛 一声沉闷的巨像珠黄狠狠地跌落在地 多米虽然不知金振宇的具体计划 但现在冲上前按住珠黄不让其翻身准没错 随着多米的一声令下加罗门顿时群情激昂各显神通扑向珠黄 魔法师挥动魔杖操纵严实一把将珠黄缠绕紧箍 两名加罗狂战跃至两侧将珠黄头颅牢牢压制 而在百米高的洞顶处金振宇早已周身电弧缠绕叙事待发 下一秒两脚借力猛地朝二层底部击射而去 转瞬间一颗耀眼星芒已闪至珠黄面前 手中大刀剥挟着惊天之威奋力朝珠黄头颅披下 都说好女怕难缠其实打怪 眼前巨兽就被一众加罗族人死缠烂打的压制下 才得以让金振宇一刀劈裂头部引恨西北 战斗结束后控制系统很快便统计出了数据 由于击杀的朱黄为公爵级巨兽 并且金振宇的最后一击是以绝对碾压的态势获得胜物 所以魅力值得到大幅提升晋升为正式指挥官 其好处便是下达的作战指令 能让加罗战士获得10%的战力提升 同时参与本次战斗的战士等级都晋升为二星 带来的变化也很是出乎金振宇的意料 原本面相就不友好的加罗狂战 在晋级后样貌却变得愈发争鸣 五官似乎都有了各自的想法 真的很期待狂战未来会长成啥样 然而遗憾的是那名断臂的狂战 并没有因为晋级而使断臂重生 奇怪的是加罗魔法师却没得到晋级 这次的胜利他属实功不可没 这个问题多米就比较清楚原因 首先魔法师晋级需要海量的经验 其次还得为魔法师提供设备完善的实验室 所以眼下需要将加罗迷宫升至四级 届时便可创建实验室和段路 所有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好吧 不就是宝石吗 哥有得是 击杀这群蜘蛛至少能收获二三十颗吧 结果点开控制系统一看升级竟要五十颗宝石 顿时整个人就不好了刚想要发牢骚 就发现小蛇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眼前几十颗大大小小的丝绒宝石 都是小蛇打扫战场收刮回来的 谁曾想数量竟如此之多 金正于此时心中狂喜 但脸上却是不以为意 挑剪出两个上等宝石丢入迷宫核心 控制系统传来提示将在120个小时后升至四级 既然如此那就趁着这几天的空挡回地面修整一番 同时为了避免怀疑挑剪出一些低等宝石带回去 正当金正于打算离开时便马上意识到自己又有个重大疏漏 因为刚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势必引起附近怪兽和探险者的关注 相信他们很快便会蜂拥而至 吩咐加罗门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蜘蛛身上能用的材料全给他收进仓库 带他走后用魔法把入口都堵上避免暴露迷宫所在 其料他这个指令下的魔法师全身发颤 多米见此立即解释 原来先前的战斗让魔法师的魔力耗尽忽解 明显是虚了 现在怕是连战的都费劲 见状金正宇便不再为难他 转头吩咐狂战几个去扛巨石来堵门 交代完事一遍自顾自在战场上搜寻一些补给 毕竟从这回到迷宫一层入口 还需要赶好几天的路 却在这时发现多米一直跟在身后扭扭捏捏欲言又止的样子 转念一想顿时心中了然 多米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的急性发挥 下令按住了朱皇的身躯使其不能翻身 弥补了我那般灵不落的计划 文言多米顿时笑叶如花 能得到主人的肯定对他便是莫大的服务 另外其他参战的加罗做的都很好 要什么奖赏尽管提 等我五天后回来通通都满足 果然自古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的人心 老板都是这么给员工画饼的 五天后 当英泰几人狼狈地返回坡州营地时 却发现金振宇已先他们一步到达 此后任凭英泰如何询问迷宫二层的情况 金振宇都插颗打混左右而连其他 表示自己当时运气好 成功摆脱了蜘蛛的围困 毕竟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最后英泰实在是没办法要了金哲宇的联系方式 两人约定下次有任务的话一起行动 随后来到奸商的店铺 将一整袋低等宝石作价四个小目标打包卖给了奸商 这个价格自然是让奸商赚得盆满钵满 但却有条件便是让奸商给他找一处偏僻的祝福 对此奸商投桃报李欣然答应 加罗迷宫内一切如往常竟然有序地运行着 多米身旁豁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缝 金振宇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 原来是养父知道他要搬出去住 结果对他唠叨了一上午 多米观言查色便意识到他情绪低落 便琢磨着说一些金振宇感兴趣的话题 随即连忙告知迷宫已完成升级 解锁了多样的建筑和人员配复 并且迷宫来的一名客人此时正在入口复倒拜 金振宇顿时来了兴致居然还有客人 对于这名客人的来历多米也知之甚少 仅是知道其组织势力强大到足以覆盖整个地下迷宫 他们可以自由地穿梭于迷宫的每一层 说话间两人已走到这人近前 只听闻这名身材矮小的客人恭敬贵府在地 黑市商人特来拜见伟大的加罗君主 非常期待获得您的友谊与合作的机会 这头老怪身为黑市商人无所谓 只要赶加钱连他头上的脚都能砍下来卖你 被这样一个不知根底的家伙莫名地找上门来 金振宇内心本能是抗拒的 随即直言不讳地问向黑商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面对金振宇语气不善的问学 黑商竟不以为一侃侃而谈 似乎是这样的场面他应付得多了 有点射牛的既视感 现如今勇敢的加罗君主 斩杀地狱蜘蛛的事迹早已传开 我们组织对您敬仰之极 特派我来此希望能收获您的友谊和合作 毫无营养的官方回复顿时让金振宇兴趣缺缺 刚要出言打罚恰在这时收到多米的传音 主人 黑商他们能自由地穿梭于整个地下迷宫 并监视着其内发生的一切 其背后肯定有极其恐怖的存在 建议把握好界限 宁愿给他一个挑剔古怪的形象 也不能表现出太和气而让他低咕你 见此金振宇暗自心惊沉淫了片刻 说说看你打算和我建立什么样的合作 闻言黑商欣喜将身后的包裹举起 随即一股脑的往地上铺开 又和东西还不少 各种圈轴 宝石 武器还有些不知名的瓶瓶罐罐 如您所见我们希望与您建立友好的贸易网外 可金振宇随意扫了一眼并没发现什么稀罕玩意 正打算让黑商换一批时 却被多米拉到一旁 主人 我知你所想 如果我们只是随便应付一番后将其打拉走 势必会惹恼他们 届时黑商会四处散布我们的信息 到时我们可能会莫名地成为众矢之地 那样的话对我们现阶段的发展非常不利 所以我们不如和他合作 互利互惠 因为他们手上也确实有许多有价值的商品 闻言金振宇心中虽是不爽 但无奈行事比人强 那就去消费消费花钱买平安吧 见金振宇再次走了过来 黑商若有所指的率先开口 下罗君主你有一个很好的仆人 快看看有需要的我跟您介绍介绍 但见金振宇双手暴毙漠不作声的模样 便自顾自地拿起一瓶紫色药水介绍起来 这是地下迷宫内极其罕见的单细胞寄生体 当然价格非常的高昂 为一颗上等丝绒宝石 我这么说有点失礼 但我不确定你们负担得起 这家伙怎么跟那些高奢店的Sales一个嘴脸呢 话虽如此 但这瓶药水里抛的大飞蛆 还是成功地引起了金振宇的兴趣 忍不住拿到眼前端向起来 随后又转头看向多米 多米乖巧地朝他点了点喉 行吧 那就他吧 接着爽快地拿出一颗上等宝石结了账 这钱花的金振宇那叫一个肉痛 但他不知道的是瓶子里的肥躯将会让他更痛 此件事了总算是应付走了黑伤 金振宇便好奇地将瓶子打开打算研究一番 起料到处的竟是一只长着尖利口气和数只眼睛的不明生物 可还没等他反应这生物瞬间就钻入其手臂 顿时悚然一惊一种不祥的预感游然而生 感觉自己离人类这个词又远了一步 控制系统也在这时提示 一种寄生虫入侵了你的身体 寄生虫正在与宿主开始同化 但随后他也誓言 反正他早已不是个常人 索性便也懒得理会 随即将注意转移到迷宫发展规划上 考虑到前期发展太快导致很多基础设备没有完善 可多米商讨一番后决定先放缓迷宫等级的提升 眼下主要重心放在内部设备建设和军事力量上 拟出了一份建筑列表 能提供食物的养牛场 能提升武力的格斗中心 能打探消息和接待访客的酒吧 还有打铁铺 魔法实验室 感化石庙等等 同时调出地图让弓箭手重新探查怪兽数量和实力 设置出新的防御前哨势必将加罗迷宫打造成铁桶一般坚固 一番天马行空的规划后 便将所剩的宝石全部用来召唤加罗军队 一周过后基本建设都大致完工 新增的军事力量也在守卫 巡逻 训练之间轮岗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持续发展建设 但唯一让金振宇发愁的是宝石又又又花光光了 但还好他现在已经从养父家里搬出 既能方便他进出迷宫又能随时外出打野 简直是不要太爽 结束完今天的安排跟多米告别打算回家睡觉 然而刚进入卧室控制系统弹窗发出警示 寄生物已完成童话 正在试图控制支配宿主 还没等金振宇从弹窗信息中反应过来时 一股剧痛瞬间充斥包裹着整颗右眼 血管充血破裂射出两道滚烫的血剑 此时他感觉右眼像是架在烈焰中炙烤一般 钻心的疼痛让他忍不住抓向右股 其料一摸顿杆半边脸固满了肉茬 似乎上面还长满了 简直如同生化危机一般让人毛骨悚然 死了几百年的肥躯身上竟净化出满口獠牙和六只眼 在被放出的那一刻突然间钻入男子体内 金振宇家门前 是殷太按着地址找了过来 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让在门外的殷太意识到诡异 又由分说慌忙推门而入 然而映入眼帘的是金振宇那冒若要挟的面孔 星红的右眼散发着射人心魄的鸿芒 不多时两人在屋内分主客落座 殷太此时对先前的一幕还心有余悸 刚刚到底是什么情况 看起来你的半变脸都融化了呢 然而金振宇却装作不以为意地说 是小时候在地下迷宫生活时感染的眼疾 显然鹰太并没有相信他的鬼话 毕竟他也是迷宫宝宝 在小的时候同样是生活在地下迷宫的 即便是长大后认识和接触过的迷宫宝宝中也未曾见过 起料金振宇仅用一句话便让他哑口无言 你认识的迷宫宝宝也是十二层的吗 听闻此言鹰太遁食与色心中暗响 能从第十二层逃出的孩子本就龙龄凤脚 得一些骇人听闻的怪病似乎也正常 对了 怪不得他对地狱之珠竟是如此了解 经过鹰太一顿头脑风暴成功脑补说服了自己 便不再对这个问题上纠缠 其实他这次过来主要是邀请金振宇明天一起下迷宫的 金振宇自然是欣然答应 因为加罗迷宫的建设离不开宝石的投入 一日清晨 霍州地下城入口 金振宇见到了此行的同伴 黄毛和小黑在上一次行动里就认识了 这名自来熟的大叔是叫郑珊 几人一通寒暄过后金振宇才了解到 这次行动主力队员只有他们这五人 另外还有十名突击成员作为辅助 打算前往迷宫六层进行两周的探险 但困惑的是鹰太让平平无奇的郑珊来带队 当金振宇问起此时鹰太却故作神秘不作答 在进入地下迷宫后 郑珊便安排小黑和黄毛在队伍中央负责剧中侧衣 金振宇和鹰太则负责断后 还别说在郑珊的带领下队伍总能远远避开怪兽和其他的探险小队 使得整支队伍能非常高效和系统的规避风险快速行进 这不免让金振宇嘖嘖称其再次询问鹰太 鹰太这才到处缘由 那便是郑珊有着极强的探测能力 能探测到500米范围内的所有生物 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这个能量敌先机的能力 可以保证队伍在大多数时候获得胜利和规避威胁 这时队长郑珊召集他们几人来到一处废弃迷宫入口前 我探只狼猴就在前方不远处出没 想绕开他们就得从这里走 这个迷宫内我探测过并没有什么危险 既然如此几人也并没有意见 金振宇却暗自记下这个地点 他想将这个废弃的迷宫收入囊中 不多时队伍便来到这座废弃迷宫的王座前 他们打算在这里扎营休息一晚再出发 固然金振宇收到控制系统弹窗的提示 激活寄生虫能力侦察 紧接着顿赶有一股滚烫的热流涌入右眼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金振宇忍不住发出闷横 引起了英泰的注意关切地询问他的状况 没事 只是这眼急又发作了而已 但为了避免让其他人见到后英气恐慌 让英泰帮忙先知走附近的人 等英泰走后眼睛也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正当他缓缓地放下手时 前方破碎的祭坛内闪过一道鸿芒引起他的注意 连忙用手再次遮住右眼 只用左眼看时却什么也看不到 奇怪 难道这就是右眼的侦察能力 不由得心生疑惑 便走上前去打算一探究竟 果然在废墟中翻出一块奇怪的石头 将石头握入手中时弹窗再次提示 此物乃废弃迷宫的能量碎片 虽然时间久远但仍能使用 对此金振宇兴趣缺缺 显然在他眼里这颗石子 还不如一颗下等丝绒宝石更有吸引力 谁曾想他这念头刚一生起 右眼像是收到指令一般 加大了对周围环境的侦察 当他再次抬头时眼前的荧幕 竟让他震撼不如 难不成这些闪烁着光芒的亮点都是宝石吗 第二天清晨大家便早早整风出发 但金振宇的异样被英太敏锐地察觉到 你怎么看起来虽然很累 但心情却很好呢 你的眼睛没问题了吧 他的心情能不好吗 靠着右眼的能力 在夜里偷摸采集了几十颗宝石藏了起来 打算下次一个人过来实在取走 这家伙还真是鸡贼 突然走在前方的突击队停了下来 正当二人疑惑之时 突击队员带来正山队长要求集合的指令 只见正山用手指了指涌到尽头说道 在那堵石墙后便是出口 但我探测到有两群怪兽正在那争抢地盘 从声音上判断出一群是锯齿蝙蝠 而另一群则是鬼面山霄 锯齿蝙蝠的数量比较多大概有二十只 而鬼面山霄就只有八只 通过正山的描述 大家对眼下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接下来大家一起研究对策 黄毛提议等两群怪兽打得两败俱伤时 再冲出去收拾残局 这个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 因为几十只怪兽在一起相互厮杀 产生的巨大的噪音和浓烈的血腥味 会引来其他更多怪兽 搞不好还将使团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时小黑提议趁着两拨怪兽还没开打 我们不如就率先冲出一股作气将其团灭算了 他的提议得到鹰太的附和 他本想着靠正山的能力在到达六层前能避免战斗 但眼下这一战却是在所难免 他们的决定让身为队长的正山慌的一批 这可是生活在地下迷宫三层的怪兽 并且数量整整有二十八只之多 咱们五个人说砍就砍拉 平均一个人要砍翻五只啊 这帮年轻人是飘了吗 对自己武力如此自信的吗 见此情形应太忍不住调笑 莫荒 莫荒 是时候让你见识一下金振宇的厉害了 金振宇也不废话 已然抽刀出鞘走到队伍前排 没问题 一会我负责击杀一半的怪兽谁都不许抢 与此腾使鬼念山霄与巨齿蝙蝠的战斗已然打响 正如郑山探测的那般将近三十多只怪兽厮杀在了一团 今天出门真的是没看皇帝 居然遇到这帮拦路鬼 当郑山嘴里还在碎碎念的时候 只见金振宇先是身形取敦 转瞬间两脚猛登地面犹如离弦剑士冲入怪兽群中 随即身形宛若犹龙如虎如狼群般左右扑杀刀刀刀肉 让郑山看得惊惧万分 他从未看过如金振宇般干净利落的打法 因为每个迷宫宝宝的打法 都和他们曾经身处的迷宫层级以及环境有关 就比如黄毛和小黑他俩的打法 招式大开大合进攻时也不加思索 这就是大多数迷宫宝宝的战斗方式 然而金振宇的招式不止容易击击杀而且刀刀命中要害 简单且高效堪称行为艺术 同时他在速度和力量方面比小黑和黄毛强的不止一心半点 拥有探测能力 郑山似乎能看出更多关于金振宇身上的细节 这时一旁的英太出演打断了郑山的思绪 早跟你说过金振宇是绝对的暴力担当 他可是从迷宫八层的厮杀中逃出来 可能在他小时候便已学会最有效的求生方法 或者他属于天生就有战斗天赋的人 对英太的说法郑山很是认同 然而英太此时内心是困扰的 但他又不得不帮金振宇编故事 因为答应过金振宇帮他掩护其是十二层迷宫宝宝的身份 这家伙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收敛 稍微一表现就很难不让人关注他 而金振宇此时 虽表面上平平无奇 内心却是已动破惊心 通过刚刚的战斗 他感到身体不知何时已发生剧烈的变化 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灵动 怪兽的行动在他眼里变得极其缓慢 体内的力量也较往常大了好几倍 为了表现得正常一点 全程都在压抑着力量 这些变化都是寄生虫给他带来的 他的弱点检测能力也被寄生虫给加强了 弱点展示不再仅是浮于表面的虚线 而是变成了透视 就像现在鬼面山肖的弱点就豁然呈现在他眼前 被他手起刀落精准地绕过肋骨刺破心脏 寄生虫展现出的神器能力 有点让金振宇欲罢不能 决定好好花时间研究一番 但转念一想这寄生虫似乎是一把双刃剑 毕竟他一不听话就要上连想反噬他这个宿主 不知不觉中战斗便已结束 这时应太小心翼翼地凑过来 我说你能不能为我想想 总共就28只怪兽 你一个人独揽杀了20只 你看看身后的突击队 他们现在人人敬你为偶像都将你封上了 可苦了我还在为你的能力找借口编故事 这番啼笑皆非的话让金振宇很是无语 要是让英太知道真相他会不会封 为了避免队伍里有人再继续议论金振宇 英太赶紧将突击队打发去打扫战场收集宝石 正在这时郑山满脸慌张地跑来 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他们被人盯上了 有一支人数两倍于他们的探险队 分成几组正向他们包围过来 郑山也是因为刚刚战斗时太投入 这才没发现他们的踪迹 等在发现时对方显然已经完成了对他们的合围 英太文言顿时悚然一惊 立刻下令全员警戒做好战斗准备 在这地下迷宫中潜在的敌人可不仅仅是怪兽 黑吃黑在迷宫里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 刚刚经历一场战斗队伍人员都已疲惫不堪 而对方不但体力充沛 而且还人多适中 眼下形势对金振宇等人非常的不利 这是英太神色凝重的看向金振宇 如果一会出了什么岔子 我能把决定权留给你吗 行的 有我在你放心吧 随即众人列阵在前 他们倒要看看对方到底要玩什么花样 不多是一个满头红发的家伙 气焰嚣张地带着大队人马围了过来 英太我们有段时间没见了 还以为你被地狱蜘蛛杀了吗 宋哲 废话说完你就请自便吧 想不到来人英太还认识 于是金振宇低声向郑山询问红毛的身份 他属于一个叫做探索协会的组织 但口碑非常的差 说白了这就是一帮赌门收费 制造暴力事件的家伙 闻听郑山的描述金振宇对眼前这支队伍感官顿时差到极点 右眼镜不由的自行亮起了红毛 开始扫描评估对方的实力 对面人数大约40名 其中包括9名迷宫宝宝 除了红毛的实力稍微强大 其余的都是6级左右的水平 而且从对方人员表情肃杀气势十足的模样判断 是一群习惯杀戮的百战之兵 如果双方真要打起来 几方必定毫无胜算 面积此处金振宇心情静莫名的烦躁 一股浓烈的杀鸡不禁从其身上迸发扩散 男子本是身负异能习惯杀戮的地下迷宫强者 手里更是控制着一座神秘的加罗迷宫 坐下更是拥有多名骁勇善战的加罗族人 可奈何要管理一座偌大的迷宫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不得不外出接一些零散活计转外款 如今更是装作菜鸡躲在众人背后 做起好奇宝宝 可此时随着金振与烦躁心情的变化 一股浓烈的杀鸡竟不自觉地透体而出 然而这股杀鸡却让不知情的鹰太正山 两人顿感被击发凉如坠冰窟 在这股杀鸡的笼罩下 竟生不起一丝反抗的情绪整个人完全僵住 鹰太脸色瞬间惨白毫无血色 巨变的情绪波动自然被宋哲所察觉 误以为是鹰太对他的畏惧 别这副小白兔的表情我受不了 想不到仅是一段时间没见怎么发现你变怪了 变得怪可爱的 我勒个去 这突如其来的土味情话 让鹰太差点没抽刀跟他拼命 喜料却被老成持重的正山将他拉住 示意他冷静不要起冲突 但宋哲貌似拎不清个好赖继续侃侃而谈 本是发现你们被怪兽围攻打算过来施育援手的 但是你们似乎并不欢迎我们 随后向鹰太抛了个自以为帅气的Win 鹰太真的是有被他嘎到脸色青筋暴徒 谁曾想宋哲突然转头看向金振宇 你看起来很不错 如果有兴趣想赚更多的话就过来跟着我干 然而金振宇想都没想便禁止拒绝 不用这么干脆地拒绝我 回去想想再答复吧 说着便带着他的人马撤离了 怎么感觉这大哥是来宣誓主权要虎扬威的呢 被宋哲当面挖人鹰太这小暴脾气差点没远住 但奈何形势比人强又有郑山的劝阻 这次又又忍了下来 同时郑山担心再起争端连忙插开话题 转头问向金振宇你怎么会如此冷静 你是已经有什么对策了吗 啊 被问的一脸猛的金振宇此时一脸的猛 刚刚我背脊都已冒出层层冷汗 我这辈子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杀戮欲望 郑山的话语立即得到鹰太的认同 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像是迷宫之王就站在我身后 他们仨的谈话让小黑和黄毛一头雾水 郑山见状便解释道 你俩经历的杀戮还少 这种无形的契机只有经历多次生死后感官才能感觉得到 忽然金振宇好奇地问起鹰太与宋哲的事 看不出他内心的八卦之火竟如此猛烈 果然这一问又引起了鹰太的烦躁 原来宋哲和鹰太两人从小就认识 是生活在同一层的迷宫宝宝 那时的宋哲勇敢上进同时深具领袖企图 然而逃回地面后 他尝到了自由和金钱的滋味后 整个人就变了 有些人一旦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说到这鹰太感慨良多 发生了刚刚的事情也让鹰太意识到 己方已经被宋哲盯上 虽然暂时还没有发生冲突 但凭他对宋哲的了解 这家伙势必会在背后搞小工作 于是打算放弃继续前往六层探险的计划 毕竟这一路他们也算有所收获 待此处战场打扫干净后便下令原路返回 整个回程大概用了一周时间便走出了迷宫 将物品卖出后 每人都欣喜地获得丰厚的报酬 和鹰太道别后 金正宇转身便来到奸商老头 这打听宋哲的情况 奸商也算是业内人士 自然是了解到一些内幕 其实大家对宋哲这个人争议挺大 他利用探索协会之名 对地下迷宫进行直接的限制和控制 同时为迷宫宝宝设置了最低等级要求 这一措施使得普通探险者的存活率大幅提升 要知道以前没人管什么人 都可以随意进出迷宫的时候 探险队的存活率仅有20% 所以当下舆论似乎更倾向于探索协会 对地下迷宫的控制 另外奸商还给了另一个消息 最近有一群自称是人类猎人的群体 在迷宫内做着杀人越货的勾当 这帮混蛋一个个蒙头盖脸 并将牙齿磨得像鲨鱼一样疯了 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来自迷宫 身处实力不容小觑 警告金正宇如果遇到这群人最好绕道走 金正宇在奸商这打听完消息便挥挥手走了 领了才告诉奸商这次并没有保时要出手 这让奸商很是错愕感觉被白嫖了一把 下落迷宫内多米身后打开一道空间裂缝 金正宇从裂缝中缓缓走出 主人您回来得正好 酒吧里来了一位客人我正要去见他呢 这让金正宇很是疑惑 竟又有客人到访 来人是一名精灵雇佣兵 先前多米就曾跟这名精灵接触过 但他感觉对方既没有忠诚感也没有荣誉感 闻言金正宇也不经皱眉 既然如此为何不将其打发走 还留他在迷宫作甚 对此多米却是支支吾吾坑击了半天才说出远远 实在因为加罗迷宫太缺一个擅长侦察的人 虽然加罗弓箭手拥有极强势力但体型粗壮 并不合适担任侦察兵这个角色 也因此让迷宫周围地图的绘制被推迟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金正宇决定亲自见一见这位精灵 两人便一同走进了酒吧 不用说坐在酒吧角落内鸣身披斗篷的就是他们要找的 那人发现金正宇向他走了过来 忙不迭地慌忙起身形力 同时推下身上厚重的抖缝露出满头银灰色的头发 最吸引人的是那一对尖尖的精灵耳朵 男子曾经因为家里来的第一位客人带来的神秘药水 变成了这副恐怖害人的模样 可眼下家里又莫名地来了第二位奇怪的客人 又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故呢 金正宇默默地观察眼前这名一脸警惕的精灵 精灵毫不避讳直视的眼神被多米认为是无理的冒犯 静止出言对其怒斥 然而精灵的眼眸依旧淡漠平静地瞥了一眼多米 可下一秒竟是低眉顺目攻身跪下嘴里迎送到 唯一能看穿黑暗面纱的王座之主 请原谅我这个卑微的地下流浪者 未经许可走进你所拥有的黑暗里 请求你给我这个莫大的荣幸 让我把这个毫无价值的流浪者的名字呈现给伟大的王座之主 这词拽得让金正宇听的头皮阵阵发麻 耐着性子给他回应后 精灵则又继续开始炫词 卑微的我是一名流浪在地下迷宫的精灵 雇佣兵名字叫做丽莎 不曾想金正宇眼神骤变杀鸡肆意 很好 丽莎 但我想告诉你 即便是你我如此近的距离 你也别想用藏在斗篷里的匕首刺伤我 身旁的多米文言顿时耸然一惊立马出声呵斥 喜料话没说完便被金正宇嘴断 多米无奈只能呆立一旁 深深自责不该留下这个精灵 被金正宇识破的精灵静也不慌 伟大的加罗之王 请原谅我这个卑微不值一文的人 轻率地质疑您的能力 停停停 别再堆砌你那华丽的词早了 再这么炫词我能让你恶心死 站起身好好说话 带精灵站起身神色依然不卑不靠 解释到他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 仅是想确认金正宇的能力是否配得上他的效忠 毕竟千百年来从未听说人类能成为地下某座迷宫之主的 他的回答倒是让金正宇感到兴起 全然不顾在一旁咬牙切齿的多米 又自顾自地开口说道 在刚刚那一刹我确认自己无法在战斗中伤害到你 金正宇也饶有兴致地说道 这么说你现在是已经认可完了 既然话都说开了金正宇便也不在此事上纠缠 能收服一名桀骜不驯的手下内心也是有些许窃喜 之后的询问中了解到丽莎的技能是侦查 搜索和收集信息 很是符合金正宇当下的需求便当机立断将他招募 这一决定让多米慌的一批 在他眼里金正宇的行为太过草率 然而金正宇却不以为意 不是还有你这个大总管在旁盯着吗 他一个精灵能翻出什么花样 说着便转身带着丽莎要参观迷宫 领了丽莎还甩给多米一个计谋得逞的浅效 这让多米很是抓狂 感觉大总管的定位岌岌可危了 心中暗自决定必定要戳穿丽莎间谍的嘴脸 可这一路逛下来丽莎却是不禁皱起了眉头 旗内不设防场路在外的迷宫核心 松散的管理制度 毫无章法的武技训练 最让丽莎不解的是竟然设有轮休放假的制度 同时还发现加罗迷宫的产能低下 从矿脉和外出打野中获得的丝绒宝石 除去日常开销外就仅剩可怜的三枚低等宝石了 可以说整个加罗迷宫不过是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破落势力而已 这些无意不让丽莎推测这个所谓的加罗迷宫 必定在强敌环伺的地下迷宫内活不了长久 待三人转了一圈再次回到酒吧 金振宇便问起丽莎对迷宫的看法 丽莎沉吟了半赏后开口便语出惊人 你们可知道在相距你们四天路程的范围内 折服这一座由洪水龙王统治的强大迷宫吗 据传闻他可是在间歇拳大战乱之前就存活的霸子 此话一出顿时让金振宇意识到 自己的加罗迷宫在这样强大的迷宫霸主面前无异于楼影 不用想都可以肯定对方的军队 无论从规模质量还有数量上都必定是碾压加罗迷宫的 经常会被强大的迷宫所掠夺吞并 回想起小时候在十二层时 他们那群迷宫宝宝总是被奴役驱使去挖掘攻击其他迷宫的地道 正是因为那段挖地道的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不少迷宫怪兽的争斗 顿时惊绝万分洪水龙王之所以现在还没来攻打他们 必定是战线受阻 他们打通战线便是洪水龙王大举来犯之事 经过金振宇的推断 丽莎也回想起在洪水龙王和加罗迷宫之间 确实还存在着一个由血豹统治的迷宫 虽然洪水龙王也曾经出动兵力试图想吞并血豹的迷宫 但最后不知是何原因失败了 根据丽莎提供的信息金振宇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推断 洪水龙王还没有获得攻击加罗迷宫的战线 同时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必定会走远路绕过血豹的地盘 这一来二去留给加罗迷宫至少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现在看完事情还不算太糟 但是丽莎你知道的似乎比我想象的还多 对此丽莎也并没有隐瞒 承认自己确实为洪水龙王工作过 这下可算是让多米逮到机会了 这个来路不明的精灵肯定是对方派来打探消息的间谍 其料丽莎却也奋起反驳表示歧视雇佣兵 自己也仅是暗筹办事 现在他受雇于加罗之王便不会在受雇期间背叛雇主 我们精灵一族将承诺看得比生命一样重要 金振宇也适时打断了他二人的争吵 正是给丽莎委派起受雇后的第一个任务 首先将先前在洪水龙王迷宫石穴道和经历的一切 事无巨细的地描述一遍 其次外出侦查务必摸清对方军队的人数和行进的方向 最后是能够利用雇佣兵的身份重新潜伏在他们内部 毕竟他们曾经雇佣过你借心会小很多 不用担心酬劳的问题 我给出的价格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长耳朵的精灵五十年来第一次尝试做间谍 但连他自己都没料到刚开局就被人是否 这几天多米已经习惯每天准点汇报精灵力杀的情况 主人 那只小精灵带着一些食物离开了 说是去探查情报 很好 陪着他演了几天的戏也该到了我们着手准备的时候 文言多米虽敢疑惑但还是忍不住再次提醒 因为他总觉得精灵必定有所隐喃 其实精灵出现的时机就已经引起了金振宇的怀疑 毕竟弱小又即将爆发战争的迷宫并不是个好的尾身之所 所以当时就肯定他别有动机 怀疑他就是为了洪水龙王来刺探军情的 于是便将计就计带他逛了一遍加罗迷宫 尽量给他展现出我们不堪一击的脆弱事实 听到这里多米不由的心境 主人你这是为何呢 趁他还没走远立马派出狂战将他抓回来砍了 起料却被金振宇制止 我要的就是让他把消息带回去 要知道战争打的就是财力和兵力 到时他们会错误地评估我们的战斗人数 并且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宝石储备 在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中 我们除了在恐惧中战力外别无他法 听闻金振宇的解释后多米更猛登了 因为如金振宇所述确实是加罗迷宫的事情啊 确实如此 但我也从丽莎那获得了我想要的信息 他曾提及到洪水龙王虽然强到能免疫各种攻击 确实很惧怕人类 只因他听说人类拥有一种能杀死他的武器 正因如此他一直盘踞在迷宫深处 从而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 既然洪水龙王惧怕人类的武器 那我势必要好好准备一番恭候他的到来 对了当时跟丽莎说 我们还会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也是为了麻痹他的 这几天你务必要加强和扩大巡逻范围 我猜他们应该快到了 我三天后就能带着礼物回来 说着金振宇便穿过空间裂缝 只留下一脸错愕的多米 次日一早英太就被金振宇的电话吵醒 身患之难挨的金振宇也不废话 上来就是让英太还他在迷宫二层的救命之恩 让加罗守卫在其面前犹如孩童一般 这只领头的黄龙在出手解决掉加罗守卫后 却在一旁得意的口哀 他的属下则见怪不怪的信心的小声议论了 这家伙又开始嘚伞 先前穿越血包的领地是屁都不敢放跑的比谁都快 不过是个天天以龙族后裔自居的胆小鬼霸 黄龙似乎是听到属下的小声议论寻声望去 刚刚还在背后编排他的属下顿时换了一副阿鱼奉承的嘴 直呼老大霸气威武冒绿光 一番彩虹屁让黄龙很是受用干劲十足 扬言要中午坐在加罗迷宫的王座上吃大餐 此场景又让一众下属忍不住嘀咕起来 你们看我就说吧 但凡小脑发育完全的都不是他这个症状 就在这时黄龙又有了新的发现 加罗小蛇也意识到危险慌忙转身逃窜 黄龙哪里能放过他 正愁没人给他带路呢 立即招呼属下追了上去 正当他们将加罗小蛇逼至角落无路可逃时 突然一遍斗生一道人影从其眼前一傻过 原本手到擒来的加罗小蛇竟原地消失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黄龙忍不住失声惊叫 这时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龙族后裔也会这般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的吗 悠喝 是谁在那玷污龙族名声 速速报上名来 金振宇顿时眼神一灵转头望去 我想我就是你们要对付的加罗之主 金振宇的豁然出现让黄龙一众有些慌乱 属下建议黄龙立即撤退回去赴命 谁曾想黄龙却当场做起了秀 以龙族后裔的名义叫嚣着要以金振宇单条 听到龙族后裔这个词金振宇就脑了发掌 原来他早就一路追寻黄龙这一对人马了 在这期间听了不下五十次这个词 此时他一忍无可忍 向身后的多米下达了动手的指示 刹那间从四面岩壁上冒出几十个小脑袋 赫然是那些平时毫无存在感的加罗小蛇 害人的是此时他们人手一支雷鸣盾伞弹枪 黄龙此时就算是在啥也意识到不妙 其料他却插起妖壮其胆 站在道德层面抨击金振宇无耻 竟然让枪都拿不稳的杂弓掺和近可怕的战争中 他的话彻底激怒得多米 加罗族人的荣誉启荣这只愚蠢的蜥蜴说三道四 手中加特林已经按耐不住要突突开火了 下一秒随着多米的一声令下 几十根长枪短炮被通通激发无情地向黄龙锦宣泄着目 这是地下迷宫里最风骚的龙族后裔 却逐渐在属下崇拜的目光中迷失了自我 独自面对几十只长枪短炮竟依旧不慌 妄想凭借强大的自身魅力让对手放下屠刀跪下场征服 其料适得气反成功惹怒了手持加特林的上路 随着多米的一声令下加罗小蛇手中的散弹枪纷纷开放 转眼一阵无差别的密集传射清闲不下 就被一枪爆头头部的剧痛和喷涌的鲜血顿时让其惊惧万分 正想转身撤离又发现后路早已被加罗守卫毒死 无奈只能爆头蜷缩接受枪铃弹雨的疼爱 金正宇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暗自感叹英太还的这份救命之恩真可谓是丰厚 原来在两天前金正宇的一通电话 英太下午就给他拉来一卡车各式武器 这不得不让金正宇佩服英太的人满 同时英太也是疑惑金正宇的此番举动 对此金正宇只是表示有备无话而已并没有多说 从场上此时的情形可以看出枪械对怪兽的杀伤力确实有限 但是却能让加罗小蛇成为真正的战士加入到战争中 转头看向身旁玩得正嗨的多米也倍感兴奋 然而凡事总有个意外 发现子弹的攻击竟无法对黄龙造成半分伤害 恰在这时黄龙自己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本以为是错觉转头看向属下一个个被打的皮开肉战哀嚎连连的惨状 顿时惊喜万分 又开始嘚瑟开启自我欣赏的模式 这副得意忘形的模样让多米气得咬牙切齿 瞄准黄龙疯狂地突突 反观黄龙却是在倾泻而下的淡雨中摆起Path 骚手弄姿的模样让加罗守卫也忍不住抽刀上前挠他 不曾想到再触碰到黄龙的刹那镜也被折断 顿时让加罗守卫惊骇万分 这一愣神被黄龙抓住机会一拳将其击飞 随后朝多米疯狂挑衅 已然狂躁的多米哪里能忍 立马掏出肩扛RPG就要朝黄龙等去 却被金振宇制止指引他对黄龙掩来的兴致 不由分说以闪身跃至黄龙身后 随即身形犹如鬼魅般绕至黄龙身前挥刀朝脖梗劈去 竟被黄龙沉腰后仰躲过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金振宇双目猿瞪不可置信 其料金振宇身形还未站稳黄龙以戒挺腰立身之势 双臂裹鞋的刚猛威势豁然砸下 金振宇立马翻身跃起闪至一旁 趁势绕到身后对准后脑勺就是一刀 金石交错的一声脆响 打得黄龙嗷嗷直叫 然而金振宇却郁闷不已 他瞄得这都破不了防海搞个锤子 突然一记黄龙百尾接踵而至金振宇立马横刀疙 却依旧被这事大力尘的一击拍至机里开外 金振宇的惨状让多米不由的案子揪心 但还好金振宇很快便从烟尘中走出 这家伙皮糙肉后体格估计连地狱蜘蛛都不逞多让 虽智商不在线但战斗意识却是骇人 每每都能抓住机会对我进行凌厉的还击 念及此处右眼不知觉地亮起鸿蒙扫向黄龙 红尺足下发力猛灯挥刀扑了过去 还没等黄龙反应只觉数到剑芒划过 金振宇已然挥出一套丝滑小连招 却依旧没能在黄龙身上留下一道伤口 这家伙难道是没有弱点的吗 即便是被寄生虫强化过的侦察之眼也找不出一个弱点 趁金振宇分神之时黄龙的寒怒一拳愤然砸来 突然发现黄龙肩胛骨与脖梗之间的区域有一道鸿芒一闪而过 这一发现让他身形来不及躲闪被黄龙结结实实打了个正招 目睹金振宇被黄龙击伤顿时让多米慌乱不已 突然原本浓密的烟尘被一击气浪震碎 金振宇手持长刀周身气势环绕翻腾缓步走出 星红的右眼闪动着湿血的鸿芒 连带着右脸都浮现出条条恐怖的横链结架 黄龙四也感受到金振宇的骇人杀击 身上的气机也顿时翻涌激荡让人站立不已 以此同时在洪水龙王的迷宫内 精灵丽莎小心翼翼地走过遍布陷阱的涌道 淡漠地跨过累死路旁的迷宫劳宫 心中对金振宇统领的加罗迷宫比意更深 因为眼前的残酷才是迷宫该有的景象 丽莎来到洪水龙王面前躬身跪下 正如金振宇所料 他将加罗迷宫的所见所闻如实地禀告给了洪水龙王 并且他计划以获得丰厚的丝荣宝石为由 去说服金振宇在一周后攻打血报的领地 待双方两败俱伤之时 洪水龙王在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加罗迷宫 对于丽莎的计划洪水龙王很是满意 下令让大部队明天就启程赶往加罗迷宫 他已经很久没有发起领地战争了 好战的血脉此时已让他有些迫不及待 这是一只拥有远古龙族血脉的怪兽 不仅拥有匪夷所思的战斗与时期防御同样惊人 坚硬的灵甲根本不去当剑劈砍 即便面对加特林的扫射依旧犹如春风拂面骚气外衣 被动挨打的局面彻底惹怒了金振宇 将侦察之眼的威能激发到最大程度 果然在黄龙身后的隐秘之处发现了弱点 顿时周身电弧弥漫视图对黄龙发起致命一击 黄龙四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森然杀意 身上的气机也顿时翻涌激荡 他的变化让金振宇杀意更是按捺不住率先出手 单手持刀身形快若闪电劈向黄龙 其量面对他的攻击黄龙却是溃然不动 任由凌厉的刀锋劈砍在其身上 此时虽是一击得手 但依旧没能对黄龙造成实质伤害 但金振宇的目的已然达到 因为黄龙弱点就是在其背后肩胛骨上 同时又对黄龙一动不动的行为充满疑惑 不由的怀疑是黄龙故意露出弱点而设置了陷阱 然而这个念头仅是一闪而过 他不可能会放弃眼前一招制胜的机会 随即足下猛登界弹射之力朝黄龙急射而去 然而金振宇不知道的是黄龙这祸早就被吓得冷汗之流 先前金振宇闪身到他身后室内如芒在背的感觉 更是让他隐隐感到自己的弱点已被堪破 差时间惊骇万分浑身进不知觉地颤抖 此时身后金振宇的动作他已有所感 即便吓得心都提到嗓子掩了但依旧不敢动 刀刃划过血肉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 顿时让他惊具万分汗毛炸裂 喷有而出的鲜血让他难以置信 这怕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伤 突然身后升起一股难以言表的生死危机 三魂顿时下走七魄 本能的求生意识让他瞬间抱头贵府在地 这才堪堪躲过金振宇突如其来的致命一击 嘴里还大声求饶声称自己只是个雇佣兵 是受洪水龙王框片逼迫来的 这从包样顿时让金振宇没了杀他的兴致 但这又造成了另一个难题 原本杀了黄龙就一了百了 然而这家伙求饶了又要怎么安置他呢 要知道平常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及分毫 既然如此难以抉择多米建议不如直接杀了审视 金振宇似乎也觉得是个不错的建议 主仆两人的一唱一和让一旁的黄龙肝胆欲裂 慌忙表起忠心决定弃暗投名效忠加罗尼宫 然而这般轻易背叛令头门楣的行径 又岂能让金振宇轻易相信 见此黄龙立即信誓旦旦以龙族之名启示永不背叛 随着黄龙的启示周身突然泛起药眼花光 然而此番场景却被金振宇认为是装神弄鬼的把戏 愤然抬手抽刀打算当场赶了他 不料多米竟在此时出声制止 因为他看出刚刚却是真正的龙族誓言 一旦违背誓言便会受到诅咒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即便这家伙只是血脉不纯的杂毛龙 但誓言依旧有效 黄龙见有多米替他背书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 殊不知金振宇此时已经想好炮制黄龙的绝佳方法 既然这家伙皮糙肉厚的程度堪比洪水龙王 那正好是一世制式反坦克炮弹的效果 于是悲催的黄龙就这样被捆绑扮演起了火把的决策 发射前金振宇还警告黄龙为了保证测试效果不得躲闪 否则将作为背叛论处 说完也不等黄龙反应禁止发射炮弹 一阵剧烈的爆炸轰的黄龙当场晕绝魂归步 看来这家伙也不咋地也就一炮的事 丽莎恰在这时也刚好回来碰到这惊骇的一幕 金振宇试探地问询丽莎是否认识黄龙 丽莎竟是直言不会承认下来 随即又表示他俩当时因职责不同 所以仅是见过几次而已 为了避免丽莎起义金振宇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究 转而询问丽莎是否已经了解到了 洪水龙王的行进日程和方向 丽莎谎称洪水龙王已在集结兵力 大概一个月后才会兵临城下 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太少了 根据我们一天三枚地等宝石的产能 无法招募到足够多的士兵来应对战争 所以眼下我们需要大量的宝石来征兵 同时善意地提醒金振宇先花一周时间收集宝石 从而招募更多的士兵再去征服血豹 毕竟血豹也不是吃素的 并且这一战如果失败 那就更别提对付洪水龙王的军队了 为了配合多米也假意认同丽莎提出的计划 既然如此金振宇提出让丽莎先汇至前往血豹领地的路线 支走丽莎后金振宇吩咐多米继续加强对迷宫周边的巡逻后 也着急忙慌地离开了加罗迷宫 地下迷宫某处 金振宇取出一至三层的迷宫图纸将其通通导入到控制系统 随着控制系统的扫描抓取 成功定位到先前藏在迷宫三层的宝石地点 随后开启被寄生虫强化过的侦察之类 这次他计划搞一票大的 利用侦察之也能探测宝石的能力 打算如蝗虫过境一般将一至三层沿途的宝石都挖空 侦探喵是个狠人说干就干 顿时将强劲的能量运转至腿部 朝迷宫三层挤齿而去 所够之处但凡是藏有宝石的位置 哪怕是鸡脚嘎拉都统统被他收入囊中 男子为了能在强敌环似的地下迷宫中 博得一线生机 竟决第三尺只为收获昂贵稀有的资荣宝石 只有这样的早时他才能召唤出强大的加罗族战士 应对强大怪兽针对他发起的战争 豁然出现的空间波动让多米意识到是金振宇的归来 金振宇走出空间裂缝便立即关切地询问迷宫情况 在得到多米一切如常的回复后 这才放心解下沉重的背包在那稀稀疏疏地倒不起 不尽引起了多米的好奇正要上前打量 可下一秒他便呆愣当场 上百颗大大小小的四绒宝石被金振宇一股脑倒进迷宫中书 强忍着内心激动小心翼翼的询问宝石的来历 在得知如此大量的宝石仅是在路上捡之后 心中感叹这次又又被他装到 但这次装得我好爱 虽然基本都是低等宝石但数量众多也算是小有收莫 能够让金振宇召唤数百名一至二级的加罗战士 不过考虑到低级士兵战力雷弱 对即将爆发的战争起不了太大的决定作用 眼下急需的是战力彪悍的高级战士 想到这金振宇决定赌一把 果断消耗一百宝石先将迷宫升至五级 届时便可召唤出五级战士来应对战争 同时又考虑迷宫基础防御薄弱的情况 便又消耗宝石召唤了一只刺激的门头兽 另一边丽莎已经完成绘制好血暴领地路线的任务 一路上丽莎心中都在复盘此次计划的细节 回想起洪水龙王当时做出横穿而不是绕行血暴领地的决定 推断出他必定会利用攻城兽挖一条从血暴直达加罗迷宫的罪道 如此算来战斗将在一周后打响 双方势力悬殊加罗迷宫只有被屠戮吞并的结局 突然一声令人战力的兽喉打断了他的思绪 一只恐怖巨兽正趴附在加罗迷宫路口正欲对他出手邪击 这时一道力声从旁喝止了门头兽的决动 丽莎的归来金振宇也挺欲望的 竟然这么快就探查绘制好了地图 趁金振宇导入地图的间隙丽莎惊讶地发现 仅是一天竟多出不少加罗战士 心中暗自思索暗这样招兵的速度 或者几天后他们真有能征服血报的时 起料金振宇导入地图后 却是要立即突发征服血报 这不由得让丽莎惊惧万分当即出言制止 只因他认为仅是眼前区区几名战士去了无意于送死 可是金振宇却不听其劝阻一意孤行 甚至还要求他一同前去 他立即出言拒绝毕竟他可不想白白送死 起料金振宇顿时脸色剧变杀机重情 或于因为丽莎无奈只能低头顺从 时间过得很快此时队伍已经进入了血报的领点 丽莎适时提醒不能再发出任何声响必须保持承认 虽然血报自身防御不强 但警惕性很高同时又擅长前行与伏击 所以从现在起序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好打伏击战的 然而丽莎的紧张情绪并没有影响到金振宇 只是让他大胆放心地往前走莫回头 随后细不可查地向后退了两个声音 右朝身后加罗战士使了个眼色 一众加罗战士顿时停下脚步 止于金振宇缓步跟在丽莎身后 此时丽莎心中隐隐升起一股不安 能感觉到周围气氛异常诡异 有一道四也四无的森然杀意将他锁定 令其不由地背脊发凉 心中惊骇万分难道是血报就潜伏在周围 怎料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又发现不对 突然意识到如芒刺背的杀意竟来自身后 顿时悚然一惊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恰在此时一道阴森恐怖的声音传来 丽莎你只要赶回头便会血剑当场 瞬间让他汗毛炸裂 但很快有强自稳定心神颤声 询问金振宇为何如此 殊不知金振宇已经悄然对他施展了诡异手段 只见其半边身子涌出树枝令人毛骨悚然的触角 从你出现开始我就发现你在默默观察迷宫内的一切 并且似乎对我管理的方式非常不屑 我不管你对加罗迷宫是如何评判 但我的地盘我做主是朋友我真心为了 是敌人则毫不守软杀之而后快 而你我还不能确定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此时金振宇的手上已爬满寄生虫蠕动的储蓄 丽莎内心笃定金振宇对他只是怀疑并未有实质证据 于是便开始自我辩解 主人 我作为雇佣兵以前确实受雇于洪水龙王 这个经历我从未试图隐瞒 试问哪个间谍会泄露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 难道你是因为第一次见面时我想杀你的行为而生气 我承认当时我确实失礼了 再次我向你真诚地道歉 而今我为你工作不惜泛险前回洪水龙王那货的情报 却得到你这般的猜忌和质疑 面对丽莎东拉西扯的狡辩金振宇却饶有兴致地听着 因为对丽莎费尽周章引发两个迷宫战争的行为很是疑惑 便直言不讳质问丽莎其背后的真实目的 对此丽莎依旧深信自己没有未曾露出任何马脚 所以义正言辞地出言否认 她的回复已经让金振宇逐渐丧失了耐心 身上的触须竟不自觉变得愈发狂躁 身上的寄生虫此时已消无声息地爬到丽莎脚边 丽莎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寄生虫 对于这种特殊生物丽莎自然是有所耳闻 但并没有亲眼见了 我身上就有一只 很不幸的是你身上也有一只 闻言丽莎顿时心头一颤 忽然手臂上传来一股黏糊不适的意感 扭头望去差点眉下的浑身瘫软 恐怖害人的寄生虫不知何时已攀附在其手臂之上 然而转眼间寄生虫的触须就爬遍全身 主体更是以极快的速度爬上 脸部似乎要将它整个吞噬 这时金振宇的声音也悠悠传来 早在第一次见你时 就翘摸将寄生虫碎片放在你身上了 所以近期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我都了如指掌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事已至此丽莎只觉得自己先前的表现就像是个小丑 于是再次出言恳请能再多给一次机会 我已经开始欣赏你这厚颜无耻的不轨行径 说着金振宇竟也收回了攀附在丽莎身上的寄生虫碎片 加罗之主不得不说我真是低估你了 其实我和巨龙迷宫和加罗迷宫都没有关系 我所做的只是想复仇想成为精灵王 可话还没说完顿感一股死亡危机 豁然袭来让他忍不住转身 就在他转身刹那金振宇也动了 手中长剑输然而至迎面次来 我说过你只要回头就会死你怎么不听呢 长耳朵精灵被似人非人的怪胎挟持 并警告如果回头必有血光之灾 但叛逆的性格与生俊 面对金振宇突如其来的一见丽莎必无可避 起料最后一刻突然见走偏锋 豁然让过丽莎 原本以为必死无疑的丽莎此时被重重地撞倒在地 感受刚被灵力剑芒划过的面旁满脸的不可置信 然而眼前一幕更让他毛骨悚然 忽然意识到如果没有金振宇格 此时估计已被血豹一爪撕碎 没想到短短几席间自己近一两次在生死边缘徘徊 此时金振宇凭借寄生虫赋予的潜能沉稳应对 打法攻守兼备游刃勇余 而血豹虽体型巨大 但凭借敏捷的身法左右疼磨 让金振宇一时也讨不到好处 可随着血豹速度的提升让金振宇有些束手无策 随即翻身落地将寄生虫的潜能催发至顶峰 顺时触脚便爬满全身面容争獰火 瞅准时机双手持剑一跃而起朝血豹迎面刺去 一击得手将血豹轰飞重重地砸落在地 却不想金振宇的攻击再次接踵而至 可血豹更快身形一闪而是让金振宇无功而返 一直在旁观战的丽莎此时也不得不承认金振宇的强大 但作为高傲的精灵依旧看不起人类 尽管眼前之人并不太像个人类 这时金振宇的声音从旁响起 你的杖等我打完再找你慢慢算 当然你也可以现在趁机溜走 但是下次再让我遇见你会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丽莎闻言深信不疑因为刚刚已感受过金振宇的狠 愣在当场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抉择 血豹则在一旁警惕地看着两人似乎是在等待伺机而动的机会 然而金振宇此时内心却有些坦克 激发寄生虫的潜能给他的体力带来极大的消耗 眼下情形刻不容缓虚速战速决 突然丽莎的尸声惊叫打断了他的思绪 海眼望去就在加罗战士身后竟又出现一只血豹 来不及出生仅是魔法士以血剑当场 情急之下金振宇立即足下发力猛灯击射而去 其料却被一直在旁伺机而动的血豹出手阻碍 顿时悲愤万分但又无能为力 但更糟的是面对此般险境体力又即将消耗殆尽 无奈只能解除寄生状态持剑与血豹对质 令他想不到的是丽莎却在此时抽剑打算施以援手 然而丽莎的举动金振宇并不领情 让他在旁看着就好不要过来添乱 另一边加罗狂战的单兵素质也在这时体现出来 被护在其中的牧师正吟唱咒语为魔法师疗伤 虽然伤势严重但经过治疗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他们都知道魔法师在金振宇心中的分量非得寻常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护好他 所以面对强大的血豹也毫不畏惧一刀抨去 但奈何实力悬殊攻击无法对血豹造成伤害 被血豹随意探出的一招险些削断手臂 喷涌的鲜血激发了牛角狂战的狠力 再次双手持刀奋力朝血豹砍去 不曾想手中刀刃竟被血豹锋利的獠牙咬碎 惊悚的一幕顿时让其心惊胆战 趁牛角狂战分神血豹一记鞭尾猛然抽来 躲闪不及顿时被抽至数米开外 带烟尘散尽变体连伤的牛角狂战强自撑起半边身体 怎料映入眼帘的是加罗手卫被血豹拦腰凋起的惨状 尽管守卫身陷如此困境 手中断刀依旧不停朝血豹刺下 但都是徒劳仍然无法伤及血豹分毫 最后被血豹一脚踩住尾巴 紧接着牙关紧锁奋力甩头一撑 下一秒便犹如破步般被残忍撕裂 目睹族人惨死眼前让狂战悲痛万分 回想起曾经的一幕幕过往 他要搏下去要亲眼见证金正宇须给加罗族的美好未来 发誓要誓死追随君主抵御一切外敌 身形猛然弹射而起一把将血豹的巨口紧紧缠绕 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身躯就被血豹的尾巴盘住 重重地甩落在地激起遍地烟尘 为了避免血豹趁机对他下杀手 另一名狂战慌忙冲至近前 抬手瞄准血豹的下额就是一刀 成功吸引了血豹的注意力 但那名狂战为此也被血豹的利爪拍飞刀刃伤了手臂 更是张开血盆大口想将其一口咬死 先军一发之际一道系统弹窗提示 英雄大厅响应了牛角狂战的愿望 原本必将惨遭分尸的独臂狂战 竟在巨口咬下时逃过一几 原来是牛角狂战从后将血豹的尾巴一扯 才使得血豹身形一味救下了同伴 但此时牛角狂战身上附着着一团幽浪火焰 血豹四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一时都忘了挣脱束缚 这团幽浪火焰像是有生命一般 在牛角狂战身上游走扩散 令人惊惧的是被火焰覆盖下的皮肉 被灼烧的尤为争鸣孔 本是头掌鸡脚只会轮大棒的憨憨 奈何实力有限只能眼睁睁看着族人被怪兽残忍杀害 悲愤万分的他竟意外觉醒了血脉力量 周身被附着的觉醒之火烧的面目全非 身上也随之生腾起一股狂暴飙悍的力量 犹如浴火重生一般 但这相貌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有点像是猴子派来的救兵 随着一声怒吼 爆发出的恐怖力量 竟能将血豹与贼粉狠地砸在地上 激烈的疼痛瞬间点燃了血豹的痕 锋利的巨爪愤然拍下 不曾想这次竟被牛角狂战轻松制住 紧接着抬手挥出师大力尘的一拳 一声肉断鼓裂的脆响血豹的力爪竟被阴声折断 食指连心的剧痛顿时让血豹发出震天哀嚎 然而牛角狂战的攻击又接踵而至 抄起断爪还手抡向血豹下落 历史让血豹的哀嚎戛然而止 身形更是被直接抽飞重重地砸在岩壁之上 牙都给你敲碎了看你还怎么叫 此时牛角狂战身上的觉醒之火已烟消云散 并且身形和样貌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旁目睹一切的丽莎脑子一片空白 满脸的男以置信嘴里喃喃道 那家伙竟能自主觉醒血脉进化到英雄形态 虽然来之前金振宇就强调过她的手下各个实力肺 但丽莎知道要进化成英雄的条件极为苛刻 首先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经验 然后通过力量或启蒙才能触发条件蜕变成英雄 话虽如此但这种事情万中无一可遇不可求 并且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完全没有经验可续 念及此处默默地看向金振宇的背 虾罗之主你到底给我准备了多少惊吓 然而金振宇一脸懵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是刚刚才从系统弹窗那得知牛角狂战的变化 既然如此她便不再留守全力激发寄生虫的潜能 差时间无数寄生触须破体而出场面恐怖骇人 另一边牛角狂战正手持断爪与血豹对峙 先前的一番激动让血豹不敢再贸然出手 转而扑向战力雷弱的断臂狂战 危机时刻牛角狂战的速度瞬间爆发 闪身护在同伴身前手中断爪悍然挥处 然而血豹速度更快批重的只是她的残影 一击不重让牛角狂战大为光 对着周围放声怒骂 东躲西藏的家伙出来单挑啊 让一旁的丽莎很是无语 狂战虽进化成英雄 但素质这块明显没有跟上 其实这才是血豹的战斗方式 她会时常躲在暗处中寻找出手的时机并弥补消耗的体力 但眼下场上的形势对牛角狂战很不利 因为她还要保护受伤的同伴无法放手一搏 这时魔法师拖着受伤身躯强自站起 可还没等牛角狂战出声制止 血豹的身形已趁机闪至身后 长满獠牙的血 大口疏然而至 突然魔法师手中魔杖赫然舞动 同时口中临唱咒语 一簇簇尽力的冰锥拔地而起 不但抵御了血豹的攻击又将众人保护其中 然而随着魔法的施展 却又让原本稳定的伤势再次恶化 但依旧强称气弱尤斯的开口说道 去吧 有了这堵冰墙的保护 你不必再担心我们了 施展你的力量尽情疯狂吧 此时她已明白魔法师的良苦用心 好吧 如你所愿我会将你的这份心意带给血豹的 等她再次转身顿感 一股飙悍的气息瞬间升腾而起 手中断爪愤然砸下巨大的力量 使得地面军烈滩陷一直蔓延到血豹脚下 紧接着举起断爪瞄准血豹的方向 奋力抛去 趁血豹躲避断爪之时 借机举起身旁巨石 不如其来的巨石让血豹躲闪不及被砸得七荤八素 其料这更是激起血豹的凶性强忍剧痛一爪拍下 牛角狂战不退反进七身顶肘竭力抵挡 然后步骑虫是再次掰断其力爪 紧接着反手打算将断爪刺入血豹眼中 顿时让血豹惊距万分闪身后撤消失无踪 无耻的家伙又是这招 打不过就躲 便举起断爪在场内寻觅血豹的声音 但她很快还是发现自己低估了血豹的无耻 只因血豹此时正利用魔法式召唤的冰锥保护自己 但血豹她这次试测了原本犹如死物的冰锥 竟像一只蛇似的活了果然 一把将其身形困在其中 不用想这肯定是魔法式施展的手段 转眼牛角狂战以闪身骑在血豹头上 并将血豹的嘴巴紧紧勒住 这次看你还怎么跑 却不料身形竟再次被血豹的尾巴缠绕 令人惊悚的一幕豁然出现 古人成不起我保护好牙齿真的至关重要 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随着血豹的凄厉哀嚎 她的尾巴已断成两劫 不要叫得这么惨 你有点反应过度了哈 这才只是开始而已 说着在血豹惊骇的目光中 举起了手中的断爪 男子只是嫌弃过一边怪兽嘴巴太臭 便蛮不讲理的静止闪身骑到怪兽头上 其料怪兽也不是擅长甩出尾巴 将男子紧紧缠绕 面对送上门的辣条也不客气张口就咬 嘎嘣脆的口感让他欲罢不能一口咬断 同时也生起了将怪兽打包带走回家吃的心思 说干就干抄起断爪朝血豹头部猛然砸下 也不知是砸了多久血豹才的 最后一声哀嚎中轰然倒下 这家伙真是难搞 不过这大体格够吃个十天半月了 这是一旁的叫好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金振宇早就解决掉另一只血豹在旁等候了 牛角狂战立即攻身跪下参见他的君主 面对金振宇的褒奖不但没有让他高兴 反而因为族人牺牲而陷入深深的自责 金振宇自然是看破了他的心思 他可不想刚觉醒的英雄陷入到什么战创后遗症中 立生训诫道 无论是士兵还是你都会为了加罗甘愿赴死 如果你因为自己变得强大 就认为自己要对所有人负责 那你就太自以为是了 金振宇的一番话瞬间点醒了牛角狂战 见自己的训诫起了效果也随即趁热打体 任命牛角狂战为加罗迷宫的统领将军 并刺名昆岩 牛角狂战顿时振奋的热泪盈眶 当场立世洁尽忠诚甘愿死而后 这一幕让一旁的丽莎不再质疑金振宇管理迷宫的能力 同时惊讶她竟如此深暗人心 此间是了吩咐昆岩将受伤的魔法师和血豹带回迷宫 并郑重提醒一定要小心行事 因为那只血豹还是活着的 本想两只都抓活的但与她交手那只血豹被她不小心弄死了 却也收获了一颗血豹之心 其内蕴含了血豹的狂暴力量 这次行动的收获属是少得可怜 当然这话她是说给身后的丽莎听的 先前为了蛊惑金振宇出兵征伐血豹 丽莎可是声称血豹这里藏有大量宝石的 丽莎自是能听出话内嘲讽的意味慌忙功声跪下 借着这个契机让丽莎再做最后一次选择 归顺家罗迷宫她可以帮丽莎复仇干掉金灵王救出她的家人 但不归顺的话是什么后果她却没说 起料丽莎却直言不会想等金振宇和洪水龙王的战争结束后再做选择 然而话音刚落就被一只大手牢牢掐住脖子 所以说你是打算加入最后胜利的一方咯 我猜你还是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你是第一个在背叛我这么久之后还活着的人 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必须现在做出选择 恐怖的寄生触角再次爬到丽莎的脸上 这他喵哪是选择题明明就是必杀题啊 在加罗迷宫内多米正对昆岩带回的战利品进行安排 不多时金振宇也回到了迷宫 然而身后竟还跟着丽莎 看来丽莎的选择题做对了 此时他的出现让多米很是惊讶 他是迷宫内维尔知道丽莎是间谍的人 顿时变脸一脸乃胸地瞪着丽莎 别这样多米 丽莎现在也算是我们的一员了 接着岔开话题让丽莎将洪水龙王的情报告知大家 再得知洪水龙王将在五天后濒临城下 金振宇也立即对即将爆发的战争进行了部署 下令让昆岩带领士兵在迷宫前修建瞭望塔和设置陷阱 同时确保在三天内训练好所有士兵 而他自己则打算去地地搞些宝石回来 并顺便从地面再扳回一些人类的武器 约定三天之后回来到时再根据丽莎的情报制定出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洪水龙王的军队正在攻城兽的开路下 浩浩荡荡地朝着加罗迷宫进发 眼前两位是此次跟随洪水龙王出征的大将扎格和乌尔 他是盘踞在地下迷宫中的一方霸主 凭借强大的实力肆意屠戮奴役其他弱小的势力 眼下带领一只全是由怪兽所成的队伍 正浩浩荡荡朝着加罗迷宫的方向绝路进发 五天后加罗迷宫所属在金振宇的调度下 早已严振宇带做好了战前准备 经过金振宇这几天的召放麾下可谓是兵多将务 连稀缺的魔法师都增加到了五名 多米也在这时将丽莎侦查的消息汇总过来 宜军总人数有121名 其中100名普通士兵 18名统领级战士 两名体型犹如门头兽那般巨大的英雄 以及御驾轻征的洪水龙王 听完汇报金振宇惊讶地发现 对方并没有配备远程击打力量 但对手是个盘踞地下迷宫多年的老牌势力 他也不得不防 当他还是在思索对策室 多米的惊呼打断了他的思绪 抬眼望去前方烟尘滚滚 以隐约能够看到敌军的身险 眼看大战即将一触即发 丽莎调出地图再次向金振宇 简单复盘了一遍作战部署 随后在金振宇的示意下 你真会开玩笑 我再也不想被当作练习罢了 既然这样那就证明一下 你除了当火把外还有没有其他能的 就这样黄龙又被金振宇忽悠到了阵前 这个憨批一出现就被敌方认出 毕竟以前都是在巨龙迷宫共事过的老乡时 如今黄龙背叛投入加罗迷宫门下 自然是招到他们的冷嘲肉 加罗迷宫是没人了吗 居然派你这么个自称龙族后裔的蜥蜴出来算死 说话间扎格也在暗自观察加罗迷宫的阵人 其料这一看让他内心不由的一颤谨慎起来 只因他在加罗阵内发现有几名魔法师 似乎正在酝酿魔法 当即决定先下守围桥 随后阵臂一呼身后的怪兽 立即蜂拥而上扑向加罗阵营 他也趁机后撤来到洪水红领身旁 下达一个针对加罗魔法师的灭杀剑 这才放心上阵对战黄龙 只见他身形猛灯弹射而起 手中两把巨刃都头盖里悍然屁下 然而面对扎格的致命一击黄龙 禁闭了不闭 今时交错的一声脆小熟悉的一幕再次发生 被巨刃劈中的黄龙竟又毫发无所 扎格顿时一愣甩手又是一刀 但依旧未伤分好 老子就不信这个心 瞬间速度暴涨身形跨坐 几道人与同事向黄龙身上砍去 但越砍也越是心惊 一直关注场上行事的多米 此时也担心起黄龙 主人 黄龙这一动不动的该不会又被吓傻了吧 金振宇默默地抬起手示意多米不必担心 如你所知这家伙怕死得很 正因如此他非常善于估量对手的实力 之所以现在被动挨打可能是在衡量对手的实力 一番解释又又让多米更一段 黄龙的弱点就在背后却也不见他躲闪 不得不说金振宇在面对多米时总是很耐心 再次出言解惑 应该也是这憨批的骚操作 检测对手是否知道他的弱点 总的来说这家伙就是欲强则强欲弱则弱 与此同时未得寸功的扎格心态差点没崩溃 用尽最后一丝信念祭出自己的最强杀招 手中两把巨刃裹挟着刚猛霸道的力量 斩向黄龙头部 巨大的冲撞使得巨刃在与黄龙触碰的瞬间音声碎裂 这回扎格的心态是真的彻底崩塌满脸的难以置信 肃然间黄龙双手探出牢牢制住扎格 就你这样的货色也敢嘲笑我是杂毛龙 扎格包裹焚烧 转眼间扎格便被烧得面目全非 犹如烂鱼一般贪软的 接着又被黄龙一把抓起 扎格你让我很失望啊 原本以为你们洪水龙也属于龙族后裔 应该对火免疫才对的呀 现在看来你们的血脉还不如我纯净啊 舒然间又一道龙溪从黄龙口中喷出 禁止将扎格焚烧殆尽 解决完扎格随手摆了个自认为帅气的ending 这家伙果果然还是那个中二的憨批 真是被他这连番操作嗅到 见到扎格被杀 同时又害怕黄龙的龙溪再次碰来 顿时让扎格的一众属下乱作一团暴头鼠窜 奇料这些临阵溃逃的士兵 被突如其来的巨长一把抓住 竟是扎格麾下的统领级怪兽 你们这些临阵脱逃的家伙 就让你们去执行猎杀加罗魔法师的计划了 说着便举起士兵瞄准加罗阵营内魔法师的位置 抛了过去 一时间数名巨龙迷宫的士兵犹如炮弹般砸向加罗阵营 这匪夷所思的方式难道就是巨龙迷宫的远程打击手段 600斤的巨兽抓起200斤的幼崽一岛 抛向一个个小怪兽就这样 不论死活就被洪水巨兽硬生生抛向加罗阵营 如此突兀残酷的进攻方式让多米有些惊慌 提依下令让弓箭手将对方提前击落 奇料却被金正与否决 没必要将弓箭手的体力浪费在这些小怪身上 并且这样的空中目标箭矢的作用也微乎其微 也是时候试试法师团的成色 随即下令在法师团中分配出两名法师出来负责防御 立即便由两名法师拖下斗篷露出魔杖同事口中开始凝畅魔钻 转瞬间一簇簇军追在怪兽即将落地的位置拔地而起 使得怪兽一个个避无可避享受了一把透心良心飞扬的快感 个别漏网之余则被护断 使周边我们投授一把抓起 二话不说静直送了一张免费回程机票 此举对于洪水巨兽无异于挑衅顿时轻轻暴突丢的更欢乐 而金振宇竟从中得到启发 立即下令让门头兽继续如法炮制 以此吸引洪水军团进入预先设服的区域 多米也在这时将场上局势汇总报了过来 有黄龙在中路坚守暂时无碍 但是敌军将领扎格被杀后 导致敌军的中军分散至两侧 正朝我们左右两翼防守薄弱的位置发起进攻 我们的防线已经快撑不住了 是否要立即启动陷阱 金振宇陈银片刻后下令昆岩领兵去防守右侧 而黄龙则被从中路调防至左侧 其目的是打算死守防陷阱等大于上钩后再收网 恰在这时一只外出探查洪水龙王的丽莎也回来了 从她焦急的脸色上看估计带回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与子宫是一阵嘹亮的号角也随之响起 顿时让原本喧闹的战场意识陷入寂静 纷纷停手驻足望去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所深深震撼 丽莎你要报告的就是这个消息 是的 主人 我们的敌人洪水龙王轻率的主力军团报 其中有150名怪兽 其余的都是统领级巨兽 另外还有30多只弹射型怪兽 听完丽莎的报告金振宇虽是不动声色 但内心也不免有些紧张 这么说现在在阵前厮杀的不过是对方的先前部队 如此合计下来对方单是统领级巨兽的数量 就比整个加罗迷宫的士兵还多 眼下关键是必须得撑过这两个小时才行 另一边随着洪水龙王抬手所指的方向 传令兵立即心领神会再次吹响浩锦 顿时整个军团的怪兽纷纷停下前进的脚步 随后只见一个个怪兽屈膝抱手刃由统领级巨兽抓去 紧接着又被巨兽奋力抛飞出去 一时间天空中出现无数怪兽如下饺子一般砸向加罗阵营 见此情形金振宇再也坐不住 立即起身下令集中火力瞄准对方的空中部队 务必让弓箭手一定撑住 因为启动陷阱的时间还未成熟 同时又向法师下令用冰块给陷阱表面加固 看样子时打算引诱更多怪兽进入陷阱再出手 但不多十多米便将法师的魔力即将枯竭的消息反馈回来 这让金振宇顿感可惜 因为进入陷阱区域的统领级巨兽还未过半 但此时也不得不下达启动陷阱的命令 没有了魔法的维系 原本坚硬的地面顿时出现松动 差时间刚还在嗷嗷往前冲的怪兽此时也意识到不妙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下一秒便纷纷落入陷阱死伤无数 有些侥幸踩着同伴尸体爬上来的怪兽 又不幸地遇上早已恭候多时的昆岩 一番激战使得加罗迷宫的伤亡人数直线上升 但战国也相当丰硕 光是陷阱就坑杀了20%的敌军主力 此时战场的地形已发生变化 由于两边是深不见底的深坑 眼下仅剩一条狭窄的通道可通往加罗迷宫 立即让黄龙和昆岩两名英雄守住爱口 其余士兵错位排列立顿顶矛 以此减少空投兵对阵营的冲击 同时通报全军所有招式 统统往怪兽的下落的弱点上招呼 金振宇的连番部署和应对早已让丽莎暗自则舌 忍不住出口询问这些军事战术是从哪学来的 这问题不禁把金振宇问愣 作为资深网民这些不过是网游的基本操作呀 他怕是连网游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吧 忽然一阵剧烈的阵挡流血下水 紧接着加罗迷宫又强似乎是被一股不力量 由内之外所贯穿 随着多米的一声惊呼 一只藏宿无比的怪兽猛然窜出 对着他们发出震天怒吼 一只头脚震怒的不惧兽 网游撞他长强出现在众人眼前 丽莎立即认出这是洪水龙王圈养的工程兽 然而惊喜远远不止于此 伴随着滚滚烟尘从被撞开的洞内 惊又窜出了一队人马 这又是什么鬼 一个个手持长剑速度快如鬼魅 不由分说禁止挥剑杀向加罗阵营 还未等几人从连番剧变中缓过神 就又发现奔城寿正嘶吼着 朝他们这个方向冲来 方寸间金阵宇强自稳定心神沉声下令 让加罗所属全部退守至第二道防线 同时让门头受协助在右侧阵守的 昆岩阻挡那对冒然闯入的人马 但多米担心昆岩的实力不足以抵挡 建议直接派出黄龙出战应敌 谁曾想此时黄龙阵守的左侧防线情况也岌岌可危 可以看出只要他这口龙吸一面防线 可能便会瞬间崩溃 危机时刻丽莎主动请鹰出战 主人 那对人马是洪水龙王的王牌部队 各个都具备精英怪的实力 而且我在队伍内发现了乌尔的身影 以昆岩的实力段不会是其对手 所以让我去协助昆岩吧 其实自归顺以来 丽莎还是感觉到金振宇对他并不信任 所以才有了此番力投名状的举动 金振宇正是用人之计仅是稍作迟一遍 也同意了丽莎的恳起 而金振宇随之又下了一条让多米震惊的指令 但眼下战况危机多米也不敢多问 立即向法师团传递命令 直见在一众法师的合力施展下一座巨大的冰雕拔第二起 隐约能见冰雕似有一道令人惊惧的鸿芒闪过 冰雕在法师的催动下犹如巨蛇般弹射而起 下一辆劲重重地砸在敌军主力队伍中 四肩炸碎的冰茶也顺便收割了一批怪兽 但更恐怖的是一股狂暴无匹的力气从烟尘中生疼而起 紧接着一声震天咆哮瞬间让在场的怪兽心头一铲 主人 如果此时血暴朝我们扑过来会怎么办 与此同时金振宇以激活寄生形态 不要担心 我已经释放出我的气息了 如果他赶过来我不介意再揍他一顿 虽然我们治好了他 但也又饿了他五天 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血暴其实早就察觉到身后那道令他胆颤心惊的气息了 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台上 便立即发了风势的朝身边的怪兽发起攻击 似乎是在宣泄着满腔悲愤的怒火 眼下有了血暴的加入 暂时抵挡住了敌军主力的攻势 刚好能让金振宇抽出时间解决攻城兽 随即转身一拳轰碎座椅身水 难以抓 地主巨蛇就这样赫然出现在起手中 紧接着在多米惊诧的目光中 运转周身能量身形一跃而起挥舞着巨锤朝攻城兽人群 势大力尘的一锤轰然砸下 攻城兽瞬间皮开肉绽发出凄厉哀嚎 起料受此重创的攻城兽并未停下脚步并且对他置之不已 让金振宇悚然一惊暗到不好 他的目标难道是多米 立即出声大喊让多米快怼 多米闻声立即朝加罗迷宫内堵去 电光火时间攻城兽巨大的身形也狠狠地撞进了入口处 但由于洞口太小攻城兽被卡住了半边身子 金振宇此时焦急万分在洞外拼命地喊着多米 这时多米的传音进入了金振宇的脑海 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发现攻城兽的目标并不是他 而是加罗迷宫的核心中书 文言金振宇立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另一边一直在口嗨的黄龙只敢身形一轻 竟是被金振宇奋力举起顿时三魂俱阵 主人 有话好说行吗 我恐恐恐高啊 去给我拦住攻城兽进入迷宫 金振宇变懒得再跟他废话镜直将他抛了过去 主人 不要啊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对不对 这时身后却传来金振宇的声音 你是真正血脉纯粹的龙 你怕他的溜啊 这句话仿佛像是拥有魔力一般让黄龙神光焕发信心倍增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哪怕是抱大腿车尾吧 总之务必都要将他拦下 不曾想黄龙这个铁憨憨就真的是去抱大腿了 与此同时战况尤为激烈陷入胶着 多亏了血豹加罗士兵都以安全撤至第二道防线 但依旧有源源不断的空降兵被投入到防线内 然而那支潜伏进来的精英部队 却造成了加罗阵营内20%士兵的伤亡 另一边昆颜和丽莎正在围攻精英队长乌尔 但即便是二打一他两也是险像环升身上都挂了彩 值得庆幸的似乎只有血豹准 凭借着敏捷的速度和力爪稳守住的中路 眼下更是冲入洪水军团内 一路高歌猛进边吃边杀完的狠骇 洪水军团的怪兽都被他杀破打了 血豹此时再次窜起扑向一名怪兽 奇料却被突如其来的一拳砸碎了满口獠牙 紧接着一只巨手将他高高抓起 小东西 不知道将你烤熟后会是什么味道呢 话音刚落一道恐怖无比的龙溪轰然喷出 直接轰出几十米远所过之处统统灰飞烟命 连同被毁灭的还有加罗左侧阵营内的一半士兵 这骇人一幕恰好让脱困后走出迷宫的多米看见 慌忙今生提醒金振宇 主人 洪水龙王他亲自下场作战了 凶残的怪物在血豹眼里只不过是快飞五花 正当血豹肆意涂漉竟想丝滑鲜嫩之时 竟被突如其来的一拳砸碎了满口獠牙 奇怪的是遭此重创的血豹竟生不起一丝反抗的情绪 就这样乖乖地被巨手一把拎起 在皱目睽睽下被龙溪 恐怖害人的龙溪所造成的巨大震撼 让场上激战震撼的众人不由地停手观望 那道浑身弥漫彪悍气息的巨大身影 让丽莎意识到随着洪水龙王的出现 也必是其挥下怪兽发起总攻之时 接下来战斗则会愈发惨烈 眼下他和昆岩要做的则是尽可能的扑住乌尔 等待金振宇击败洪水龙王 而金振宇此时已闪身挡下洪水龙王前进的角落 本以为是一触即发的王者之战 却不想洪水龙王竟在这世起了招揽之心 然而回应他的是金振宇披头盖脸的寒怒一锤 不出所料他的奋力以及飞弹未造成半分伤害 反倒差点被强大的冲击力阵脱手中拒捶 趁身形下坠之时开启侦察之眼扫向洪水龙王 虽是已有心理准备 但结果还是让他出乎意料 因为全然找不到任何弱点 即便是关节或是领甲 甚至于眼睛这样的部位都坚固无比 反观洪水龙王似乎并没有对金振宇的贸然出手而动弄 我本想给你找个活下来的理由 毕竟我也很好奇一个人类是如何成为加罗之主 其料金振宇并不想跟他虚导 竟直出言讥讽他如此序章声势 不过是想掩盖害怕人类武器的事实 此言一出洪水龙王像是被戳中了痛症 历史怒声咆哮一拳愤然轰出 毛猛霸道的精力炸得无数碎事四散纷飞 侥幸躲过一劫的金振宇从烟尘中击射而出 心中游自后怕暗叹如此巨大的身形速度 竟也这般狂 突然一只巨爪犹如凭空出现一般已知境前 眼看必无可避当 即念头一闪害人的处须瞬间遍布周身 硬生生扛下洪水龙王这突如其来的重击 正在烟尘刚想奋起还击的他 呼感一股近在咫尺的炙热症迎面起来 赫然是洪水龙王喷出的恐怖龙溪 烈焰请客间便将金振宇的身形吞没 一直关注场上战况的多米眼 看主人身陷如此险境不由的胆颤心惊 只能找身旁的黄龙撒气立声道 刚还是抱大腿的怎么又跑来抱尾巴了呢 你到底行不行啊 小姐 功成兽的大腿太粗不好抱 这尾巴末端大小正合适抱起来正好 说着还装模作样表现出很忙很卖力的样子 这一幕让多米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说话间两道奇怪的身影快如鬼魅从烟尘中一闪而出 红水龙王立即探手试图抓住那两道身影 起料抓住的仅是条条触须 那两道鬼魅身影此时已来到红水龙王身后高高跃起 只见那两道身影诡异的交织汇聚到了一起 紧接着抡起锯锤对准红水龙王的后脑轰然砸下 犹如晴天霹雳般的巨响震荡四周 红水龙王也似乎是在这一击之下遭受重创 强忍剧痛反手奋力一挥打掉了金振宇的手中锯锤 然而诡异的一幕再次发生 金振宇的右手进化作迢迢处须将坠落的锯锤缠绕拉回 同时左手也变化成处须将红水龙王的手臂缠绕 身形借力一甩再次出现在红水龙王脑后 抄起锯锤又是势大力臣的猛烈一击 他怕是要借着锯锤的敲击将红水龙王的大脑震成豆腐花吧 并且这种近身缠斗的方式还能让龙溪毫无用武之地 随后如法炮制凭借诡异的手段 在红水龙王庞大的身躯各处闪转腾挪屡屡得手 就在这时红水龙王突然周身犯起一股强大波动 紧接着一道幽子光柱冲天而起 落至一旁的金振宇此时也是满脸的震惊 然而战场上隶属于红水军团的怪兽 见到这一幕却不是兴奋 而是各个金句万分转身就跑横不得多长两条腿 他们的举动自然是引起丽莎的注意 以为是金振宇已经击败了红水龙王才造成的局面 转头看向正与他们对峙的乌尔 你们的军团已经溃不成军 难道你还要死扛 却不想竟迎来乌尔的绩效 其实该逃的应该是你们 同时我还应该感谢你们的加罗之主 让我能再一次看到红水龙王全力以赴的样子 他是盘踞地底的一方霸主拥有能比肩神明的强悍使命 身上还保有部分龙族血脉使得他身躯各个部位都坚固无比 然而在遭受金振宇这一顿劈头盖脸的暴打后 红水龙王无奈只能寒怒激活其第二阶段的变身 见状金振宇立即开启寄生形态下的侦察之眼 惊讶地发现变身后防御不再像先前那般无懈可击 而是呈现出多个弱点 显然是为了获得更强的攻击放弃了部分防御 既然发现了对方的弱点 金振宇就开始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突然系统弹窗发出有致命威胁的警示 不待他反映红水龙王的致命一击已然降落 生死一瞬他本能的抬手阁挡 但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重击 竟直轰飞重重地砸在岩壁上 然而正当金振宇拖着受伤的手臂现身时 红水龙王的攻击竟又接踵而至 帮忙足下发力闪身跃至一旁 趁势借力一脚踹在红水龙王脸上 这一脚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历时让红水龙王弃经扭头 奉上一口浓烈的百年龙膝 再次直面生死让他顿时汗毛炸力 来不及多想左臂瞬间化作出蓄扎下地面 借用其惯性牵引使得身形一坠 这才逃过一劫 这战斗意识也是没谁了 金振宇不敢再大意落地 瞬间立即做好防御架势 红水龙王这连番击打 俨然是不打算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原本计划凭借近身游斗的方式 让红水龙王无法施展温戏 可红水龙王变身后速度也大幅提升 让他现在也无计可施 思索间红水龙王再次放出大招 只见其口中吐出树莓 蕴含恐怖能量的光脚 正铺天盖地地向他袭来 此时金振宇已是陷入必无可避的死境 寄生虫也似乎是感到宿主的生命正受到威胁 自动为他解锁认知急速的技能 然而这个技能却是会大量消耗寄生虫的生命值 但眼下已顾不了许多瞬间发动技能 顿时一股微妙的观感席卷全身 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比缓慢 犹如时间变慢了数倍 同时也感觉身体被掏空变得愈发沉重 这症状不喝个十香八香肾宝怕是补补回来 看来这是个相当危险的保命技能 势不宜吃赶紧逃 但这家伙也是粘坏镜往洪水龙王的军团里逃 果然在他的引领下当然也少不了洪水龙王的默契配合 成功造成悲催无辜的洪水军团死伤无数 这下也总算是明白在洪水龙王变身时 他们洪水军团的怪兽却要转身溃逃的原因了 忽然几道破空声从烟尘中裹挟着镜丰滑 其料洪水龙王仅是随手一扫便将长矛击碎 但金振宇此时摆开的架势让洪水龙王感觉备受侮辱 他一个顶级大佬竟被人拿着牙签挑衅 这哪能容忍 一声爆喝身形已略至镜前一爪悍然拍下 却被金振宇身形一闪避开 同时趁机操控处须将长矛猛猛力甩出 洪水龙王躲闪不及被一一命中 静又被打脸羞辱顿时让洪水龙王怒不可 又着裹挟着林立威士猛然探出 势必要将金振宇一掌拍碎 如此近的距离金振宇也不敢拖大 立即发动急速技能 同时手臂化作处须将锯锤一把抓回 随即身形不退反进窜过洪水龙王身下 紧接着跃起一锤重重地砸在膝盖关节部位 这一记爆锤让洪水龙王巨大的身躯都为之一阵 历时承受不住伤害四爪着地俯身跪在金振宇面前 看来你这头龙多少还是有点成为蜥蜴的天赋 三番两次被眼前的人类羞辱洪水龙王积攒的怒气已到达顶峰 但他其实也在等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 眼下便是极佳的机会 骤然抬头将酝酿已久的龙溪一口喷出 其料在他张口刹那竟有几箱包裹被处须送到嘴前 那几箱包裹是金振宇事先特意准备的高燃炸弹 在炙热的龙溪与炸弹接触的瞬间引爆炸砍 炸弹效果完全出不金振宇的意料 心中猜测洪水龙王这下就算不死也是半惨 忽然一变抖升一张巨口冲破烟尘猛然起来 电光火时间金振宇立即激发急速技能 然而这次技能却没有反 原来经过先前的使用导致寄生虫体力耗尽已陷入休眠 就这愣神的功夫竟已被洪水龙王吞入口中 眼下荡真是走投无路只能抬手奋力抵抗 心中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不甘就这样死去 但没有寄生虫的加持警 他的力量根本无法撼动洪水龙王 眼看着主人被吞噬让多米脑子瞬间空白 犹如失去主心骨一般瘫软在地 见此洪水龙王那猙獰的脸上也泛起了胜利的神色 浑然不知其实事情还未结束 随着最后三秒的结束 加罗迷宫成功升至五级 紧接着一连串的系统弹窗提示响起 修复加罗之主身体的所有伤害 修复寄生虫体力值 寄生虫已从休眠状态苏醒 黑暗中金振宇像是在寄生虫的树颜笼罩保护下缓缓出现 男子为了活命竟在怪兽口中足足撑了三秒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重获新生蜜蜂翻盘 就在洪水龙王沾沾自喜以为除掉金振宇时 忽然一变陡生在一阵激烈的震动中 加罗迷宫一下被破宽几身 怎料入口也被破宽 一下被攻城兽抓住机会突突往里冲击进了树木 黄龙这个铁憨憨根本担不住 加罗迷宫的一边让洪水龙王心中莫名升起一股不安 下一秒一股无法抑制的力量将其锯口撑开 金振宇的身影豁然出现在凌寻的獠牙间 趁洪水龙王意识惊惧闪身逃出锯口 但洪水龙王又怎会甘心本意到口的鲜嫩就这样跑 灰武力爪嘶吼着再次扑杀过来 但金振宇又岂会坐以待避 瞅准机会将手臂奋力一甩又一次将炸药精准投入气口中 一股猛烈的爆炸疏然响彻天地 落地的金振宇盲目迭地再次开启侦察之源 因为他知道即便炸弹在洪水龙王口中爆炸也不会对气造成多大伤害 但先前被洪水龙王吞入口中的短暂经历 让他隐隐猜测到了洪水龙王的致命弱点所在 眼下的举动就是在求证他的猜测 眼前事实果然就如他所料心中当即有了决断 乌尔持剑的手臂被金振宇偷袭打断 紧接着操控处须将乌尔的剑一把卷起 似乎这毫无征兆的出手仅是为了夺走长剑 其料痛施手臂的乌尔强忍剧痛一拳汗然挥出 然而金振宇更快转身一剑劈下力时将乌尔斩成两劫 如此轻描淡写便将乌尔斩杀 让丽莎对他的实力再次刷新至一个无法想象的高度 另一边乌尔的部下已然发现头领被杀的情况 立即从四面八方朝金振宇扑杀而来 却不想正好给了金振宇一个连锅端的机会 这诡异震撼的一幕让丽莎和昆颜看得瞠目结舌 可更让人惊惧站立的是处须上竞生出一个个丑陋的小脑袋 探出巨口将乌尔的部下尽数吞噬 趁此间戏金振宇示意让昆颜交出手中长剑 可就在金振宇伸手取剑的刹那 丽莎像是发现了什么惶恐的事情失声惊叫起来 金振宇立即意识到危险果断发动急速技能 顿时除了他周围的一切立即变得缓慢 此时洪水龙王的力爪已近在咫尺 但却正以无比缓慢的速度落下 金振宇立即沉腰立马周身能量瞬间运转 澎湃的力量骤然升腾而起到到闪电游走全身 下一瞬身形快弱闪电系向洪水龙王颈部弱点 轮起手中大刀瞄准洪水龙王颈部猛然上撩 巨大的冲击力使得洪水龙王不由的头部一抬 口中即将喷射的龙溪差势偏离的方向 紧接着身形一转借助惯性将手中大刀轮圆斩向洪水龙王颈部 这一刀虽然没将洪水龙王的脖子斩断 但却也让龙溪感染而止 此刻金振宇身上的触须也没闲着 操纵数把长剑朝洪水龙王此时以肉断骨连的颈部刺去 连番打击痛的洪水龙王呲哑哄 趁此凉机金振宇再次提刀高高跃起 手起刀落间洪水龙王的头颅音声飞起脸上 还残留着难以置信的神器 恰在这是一道系统弹窗跳出 寄生虫正在发起吞噬洪水龙王的神器 沉思片刻竟同意了寄生虫的请求 难道他不怕寄生虫强大后反噬宿主的吗 瞬息间一颗比洪水龙王的脑袋更大上数倍的头颅 从金振宇的身上窜起 将洪水龙王的脑袋吞噬 地下迷宫的一方霸主就这样落下帷幕 一时间加罗迷宫所属一个一个心潮澎湃欢呼雀跃 可此时谁也没有注意金振宇身上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 附着在其身上的触须进行变成一套尖弱磐石的灵甲 这是寄生虫吞噬洪水龙王的核心后获得的防御技能 好是好就是这迈向鼠是差了点意思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大麻烦没有解决 功承兽此刻距离迷宫核心已不足三目 一众加罗小蛇汉不畏死地挡在核心周边 怎料随着一道系统提示响起 功承兽的庞大身躯便在生生哀嚎中分解消散 这貌似不是金振宇所为 似乎是加罗迷宫生至五级后拥有的自主防御能力 反观洪水军团的怪兽因为没有洪水龙王的压制 或者是被吓破了胆一个个都陷入了癫狂隐瞒 正在自相残杀相互吞噬 金振宇冷眼看着眼前的场景 是时候结束眼前的一切了 心随意动迷宫中书立即亮起耀眼光芒 转瞬间几十只五级加罗捍卫从光芒中显现 随着金振宇刀锋所指的方向加罗迷宫所属顿时群情激昂 他们要为死去的同伴复仇将这群来犯者统统屠露殆尽 这只怪兽刚吞的男子竟笔口香糖还绵牙 谁曾想最后还被男子一刀斩下头颅 自己的手下也随之被赶尽杀绝 战斗结束后控制系统很快便统计出数据 此次战役共兼敌400余名 缴获的战利品更是数不胜数 除了加罗法师没有人员折损外 其余兵种的死伤人数却有50名之多 将近总人数一半的伤亡让金振宇惋惜不已 提议修建一片墓地院牺牲的战士享有永恒的荣誉 他的做法让丽莎心中大为震撼 难怪加罗迷宫的士兵在面对高出几方五倍的敌人时 依旧恨不为死拼死坚守镇定 就在丽莎陷入思绪时金振宇却在这时询问她的伤势 便活动了一下以被牧师救治好的手臂表示已无大碍 并且建议金振宇眼下最紧要的是立即动身去接手洪水龙王的巨龙迷宫 以避免被其他怪兽杰族先登 听闻此言金振宇当即决定带兵前往 这里是先前洪水龙王为了攻打他们挖的捷径 只需要半天时间便可到达巨龙迷宫 正要动身之时却见昆岩拎着一个张头鼠目的家伙出息 这不是先前卖技生虫给他的地下黑伤吗 这家伙消息真是够灵通的同时也好奇他出现的目的 怎料黑伤这次也不莫及 竟直接开口想高架收购洪水龙王的尸体 那正好金振宇这里还有不少战利品要一起卖 但其实这不是黑伤此行来的真正目的 只见黑伤在兜里摸索出一个盒子 随即翻手打开但其内的物品让多米大胆意外 是一枚做工考究的戒指 紧接着一阵霹雳巴拉的系统提示音响起 金振宇被任命为地下世界男爵 加罗迷宫属于其合法领地 地下迷宫中的智慧生物将无法渗透进加罗迷宫 金振宇男爵获得组建骑士团的资格 并且享有下层贵族的权威 眼前这连番解锁的权限和带领 让金振宇心中震惊故意同时又充满疑惑 虽然他早就知道黑伤背后势力恐怖害人 但此时还是忍不住旁敲侧击想打听一番 起料黑伤左右而言其他表示其只是个送货的而已 见此金振宇也只能作罢 但是也奇怪黑伤近一路跟着他们也来到了巨龙迷宫 所幸他也懒得再问遍带着异行员进了迷宫 此时巨龙迷宫已是无主状态 所以迷宫核心自行升起裸露在外 看着高达七级的迷宫核心黑伤眼中闪动着贪婪的神采 于是故作善意地提起先前的大战虽是加罗迷宫获胜 那也只是惨胜眼下并不具备接管巨龙迷宫的实力 他愿意出高价收购巨龙迷宫替金振宇分忧 谁曾想他的提议金振宇根本不予理睬 直接用行动回应了他 随着金振宇的一声令下 加罗迷宫所属一个一个如狼似虎的开始四处搜刮 同时又吩咐门头兽将所有带不走的东西都毁了 金振宇的举动让黑伤惊恶失色慌忙出生阻止 只因他的做法会让这一片区域丧失根基无法再出现新的迷宫 殊不知这恰恰是金振宇想要的结果 随后也不管黑伤的劝阻禁止将巨龙迷宫的核心一把取下 金振宇也不是那么没人性为了安抚黑伤 角落那堆杂七杂八的铠甲废品便是特意留给黑伤的 顿时又把黑伤气到报表五官都有了各自的想法 但转念一想破铜烂铁也是钱疗胜于无 可当黑伤刚想上前捡取时却被掉落的巨石淹没 都有点可怜黑伤了实在是太悲催 这时丽莎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转头便见丽莎身后跟着一大群矮小的声音 他们竟是被洪水龙王奴役已久的角鼠 此时角鼠们怀揣着忐忑与不安等待着新主人的发落 但看样子金振宇已经想好要怎么安排他们了 与此同时这场战役早就引起地下世界各方势力的关注 可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加罗迷宫竟能以微弱兵力战胜巨龙迷宫 很快这里的消息便迅速地传到各方大佬耳中 各方大佬对洪水龙王的战败都有着不同看法 这两位整日沉迷于冶炼兵器的领主 关注点则是好奇是什么样的武器能杀死洪水龙王 而这个卡外衣粉嫩装扮的梦宫之主 却是一副势不关节的态度 一向低调谨慎的沼泽之主 听闻消息后变得更加的谨慎告诫 属下别因傲慢断送了性命 另外一处的暴食君主 却是担心没有了洪水龙王的震慑 相信那个沉寂已久的灵王很快便会出来作妖了 还有这位统领着一大片目的的亡灵君主 在得知消息后便不再沉睡 似乎也想趁机搞搞事情 男子带着一众怪兽去打家劫舍 顺便还收编一大群脚鼠打算带回去当苦力 见金振宇愿意收留这群脚鼠 丽莎很是有眼力尽地在脚鼠面前宣讲金振宇斩杀洪水龙王的攻击 并且还提到金振宇已被地下世界认可授予高贵的爵位 顿时让脚鼠们站立金句纷纷跪下愿意臣服 此时金振宇手上那没代表男爵身份的戒指已在闪动 既然脚鼠选择了臣服金振宇折要立立规矩 静直抓起一只脚鼠仔细端向了一番 发现这只脚鼠骨受灵循并且萎靡不振 再看向他身后的脚鼠也都如此 心中也是动起了恻隐之心 当场承诺以后会保证他们一日三餐 八小时的睡眠五小时的娱乐而且每周双休 这简直是公务员待遇了呀 但是听了他的话脚鼠似乎并没有感到开心反而更惊慌了 个个都以为金振宇此举只不过是想要将他们圈养起来当肉侍而已 见此金振宇一把抓来在旁玩闹的加罗小蛇 随后再次重申他的话并非虚言 好好跟着他干顿顿有肉 毕竟刚杀了几百只洪水龙 这才十脚鼠放下戒心决定誓死追随 两日后加罗迷宫内 金振宇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两个核心都供在加罗迷宫里 即便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他也要试试 随着巨龙迷宫七级核心的放逻 迷宫中枢瞬间光芒四射 让金振宇顿时有些慌乱担心是否是能量过剩要自爆的节奏 但下一秒系统弹窗提示道 为了适应五级的主核心 将七级的复核心降至五级来适配使用 届时迷宫效率将会大幅提升 但两颗核心同步运作需要经过六天的数据匹配 眼下看来合并核心的效果似乎很是值得期待 趁此闲暇金振宇向多米询问七角鼠的安置情况 说起这件事多米竟有些一言难尽 只因近几日的好吃好喝让脚鼠很不适应 内部又有加罗迷宫要将他们圈养起来当肉食的流言蜚语 对此金振宇也感到无语 吩咐多米在恰当时机可以挑几个刺头出来杀一惊百 对于金振宇的果决多米只能含泪之心 这表里表气的模样让金振宇很难不怀疑 他是想尝尝脚鼠的味道才怎么说的 或许是察觉到金振宇的神色不对 多米赶紧转移话题汇报起战后的工作进展 经过几天的整理已经完成了从洪水龙尸体里提去宝石的工作 共计收获400多每个等级的丝绒宝石 其中最珍贵的宝石是这颗血豹之心 如此巨大的收获足以弥补此次战役的所有损失 但高兴不过两秒多米便又将金振宇拉回现实 因为迷宫升至五级后将域扩宽了大片 并且又收编了大批的角鼠 提议将整个加罗迷宫进行一次大的布局和规划 这让一心只想当甩手掌柜的金振宇很是头疼 随即交代多米去找昆岩和丽莎一起商量着来就可以 他会留下足够的宝石供他们挥霍 以此同时地下迷宫某处 一只人类探险队正在遭受一只周身覆盖半五屋长大怪兽的细杀 这小伙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常的人类 却在地底迷宫准雨着一大票怪兽混得风生水起 但时常也会恢复成人类模样在人类世界活动 今天又是金振宇恢复成人类模样找奸商售卖宝石的日子 两人现在已是老乡时很快被完成货款交割 回到地下加罗迷宫 金振宇按惯例询问迷宫近几日的运作状况 其实迷宫的日常运作都已经被多米管理得紧紧有条 但面对主人的询问多米当然是没事也要找点事来汇报 于是便将角鼠群已经加入到迷宫的各项工作 并且和加罗族人相处很融洽等等情况告知给了金振宇 可多米还吐槽了一个情况 那便是角鼠的工作效率远远低于加罗小蛇 为此多米还专门问过丽莎 根据丽莎的说法是因为物种之间的差异 所以多米了解后根据角鼠擅长打动的特性 将大部分角鼠的岗位调换到挖隧道和扩宽勾取的工作上 也算是优化分配物尽其用了 不得不说多米是很懂汇报工作 先是提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然后又不动声色地表达出自己解决困难的方式方法 以展现出其的业务能力 这时多米又好不容易想起一件要汇报的事情 吩咐加罗小蛇取来那两颗加工好的血豹之心 左边这颗是经过实验室鉴定的 而右边那颗则是也连车间打磨的 其料金振宇刚拿起实验室鉴定过的那颗宝石 控制系统便提示寄生虫正在发出吞噬请求 前几天才给他吞了洪水龙王脑壳里的宝石 现在又来这招 看来这虫子是有点挑了拎不清主刺了呀 就在金振宇犹豫要不要将宝石喂给寄生虫时 多米却是提议将宝石让给寄生虫吞噬 其理由也简单那便是宝石被吞后能回馈给金振宇新的技能 并且不像其他的寄生虫需靠吞噬宿主的险来壮大自身 多米的提议让金振宇很是诧异脸色也变得不太好 察觉到金振宇脸色骤变顿石下的多米慌忙转身不敢与其对视 但金振宇转念一想也却如多米所说 如果没有寄生虫他也不可能战胜洪水龙王 当下心中一横同意了寄生虫的吞噬请求 手臂瞬间化身寄生虫模样一口吞了宝石 下一秒控制系统便传来提示 获得伪装这个新的技能 启动该技能后如没有特殊侦察技能将无法识破宿主身体 金振宇立即心随移动激活伪装技能 差时间他的手臂竟奇迹般地消失在众人眼前 转念间又将技能解除手臂又重新呈现 起料控制系统弹窗再次跳出 提示寄生虫吞噬宝石后达到成长极限 需要沉睡一周以突破其自身生长极限 寄生虫的进化对金振宇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他也不当自己是个正常人类 便也不在意又拿起另一颗宝石 得到的系统提示是将宝石镶嵌在武器上可获得一项特殊的功能 但具体是什么功能却没有提到 这让金振宇有了想弄把专属武器的想法 此件事了金振宇便嘱咐多米好好看家 他这次要离开几天去一趟地底七层 对此多米很是担心毕竟寄生虫已陷入沉睡状态 要是遇到强大灌兽那刻怎么办 金振宇却让多米不必担忧 他可是能单挑地狱蜘蛛的男人 他只是受人委托去七层调查一下狼人的行踪 只因人类世界流行起圈养奴役弟弟智慧生物的风潮 奸商才颇为为难地拜托金振宇帮的忙 当时在了解事情缘由后金振宇当即大发雷霆拒绝 但其实奸商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实在是委托人的身份他得罪不起 所幸奸商三关还算挺正 交代金振宇只需去七层发的定位便交差 金振宇这才勉为其难答应帮忙 可当他到达七层便发现已有一支探险队 看样子也是来调查狼人行踪的 为了掩人耳目他并没有现身加入探险队 而是加快绞成四处搜寻 很快便在一片开阔的区域发现一支人类探险小队的尸体 金振宇通过现场尸体没有被吃的痕迹 还有装备没有被偷等等迹象 推断出行凶的不是群居的猛兽 因为大多数出来觅食的猛兽是不会留下尸体的 估计是一个独来独往实力强大的物种 并且因为他的存在其他猛兽 即便闻到血腥味也不敢过来啃食尸体 看来这物种应该还在附近 正当金振宇心中浮起这个念头时 一道从旁跃起的身影挥舞着利爪向他扑杀过来 为了查明死者的死因男子在死人堆里一顿翻着 结果还真的让他找到两根毛 就在这时金振宇突感一股进风从脑后起来 为解除怪兽速度气快再次闪身向他扑来 金振宇连忙反手抽刀底下回来的利爪 怪兽见一击不中另一只利爪猛然翻手劈下 其料金振宇足下发力猛灯先一步躲闪开来 短暂的交手让金振宇看清了怪兽的样貌 意识到眼前的怪兽应该就是尖伤口中的狼人 并且从利爪上推断那只探险队就是被他团灭的 思索间狼人便又一次向他扑杀而来 金振宇这次不躲不避手中 长刀轻描淡血就搁挡住了狼人的利爪 发现狼人并不擅长攻击 只是凭借速度的优势在战斗 感觉就像是在对战一个缩小版的血爆 实力也就一般般和昆岩差不多的样子 但怎么看都不像狼人啊 明明更像是只斑纹虎啊 而且还是母的 历时没有了再打下去的兴致 随即反手挥刀上撩逼的狐女赶忙收手躲避 露出了中门大开的破绽 紧接着一拳砸在其腹部 强大的力量顿时将狐女击飞狠狠地撞在岩壁上 紧接着立声呵斥狐女停手 怎料她刚刚那一拳 却是激发了狐女血液里的狠力再次朝她杀来 果然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金振宇也不含糊立即调转能量 打算将其送走 其料随着一声枪响狐女 瞬间便被从旁射出的大王笼罩 突如其来的巨变让两人都未知一愣 等狐女反应过来 事已被捕兽网牢牢束缚 便凭她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只能不甘地发出低沉的售吼 原来是被路上遇到的那只探险队出手截了狐 为首的那名队长模样的男子 也不理会金振宇的存在 直接示意队友抓紧时间将狐女收拾带走 此番无理举动让金振宇盈盈有些恼火 当即出言向他们讨要说法 这下就把那名队长问愣了 原来对方竟以为金振宇是被团灭的小队中的幸存者 刚刚出手是为了想救下金振宇 见对方如此说金振宇也不好借机发挥 便一声不吭转身便要离开 殊不知他这一转身就漏否 先前被狐女抓破的背包正不停地往外掉宝石 老话说财博动人心这一幕 让那名队长顿时动了歪心思 当即叫住了金振宇随意找了个话题攀谈了起来 借着挠头的机会给身后的黄毛发起了暗号 黄毛立即心领神会着手安排了起来 同时也敲目地激发了他的异能 便见其双眼亮起了悠悠绿光 同时掐了四秒的倒计时 此时黄毛安排的人手 已经就位做好三秒后动手的准备 当倒计时还剩最后一秒时 埋伏在身后的队友 立即挥刀朝金振宇刺来 以此同时黄毛的眼中 竟呈现出一秒后金振宇被刺死的场景 心中不由地一松放下心来 其料一便抖升在最后0.18秒的刹那 眼中却浮现出金振宇挥刀斩杀其队友的景象 果然还未等他出声提醒两道血雾 便在他眼前炸起 见事情败露队长却并没有立即对金振宇出手 而是转身责备黄毛的无能有危险 也不知道提前事情 显然队长并没有将一身垃圾装备的金振宇放在眼里 殊不知黄毛此时心中已经聚到了极点 因为他通过自己能预知未来两秒的异谱 已经看到金振宇将在1.3秒之后将他们杀死的景象 却如他所遇见的那样 金振宇在试破他们杀人越货的行径后 勃然大梦 电光火时间便犹如深渊恶魔般 对他们展开了单方面的图路 队友的相继惨死 让正在捆绑狼人的这两位吓得呆肉目击 脑子一时转不过弯 还在讨论是上场帮助还是自得逃跑时 深谷瞬间便被突如其来的尖刺混穿 重重地砸在岩壁上 连番剧便让狐女也很是错愕 呆愣愣地看着眼前早已是横遍地的景象 目光以金振宇对视时 却见其挥手示意他快过 这时一声怒骂从旁响起 原来是那名队长 此时他已身负重伤手臂也被斩断一只 撕心裂肺的痛苦让他脑洞大开 瞬间想明白了一切 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起金振宇的卑劣行者 为了独吞宝石和将狐女占为基友 杀了自己的探险队 金振宇闻言当即怒气田兄双手寒怒迟刀 证明内心阴暗龌龊的队长 最终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 另一边的其他队员已被吓得慌忙逃窜 金振宇又岂会放过他们这群一丘之河 无悲的胆处 意识到实力相差太大 故而也生不起反抗之心 于是改变技能目标设定为自己 想看看未来两秒后自己是怎么个死法 果然看到了两秒后自己变成无头尸倒地的场景 愣神的瞬间金振宇的身形便疏然而至 一刀斩向他的脖梗 在生命结束的刹那看到金振宇手臂上代表十二级的绣章 经过这一通宣泄金振宇身上的暴力之气才得以消散 开始懊恼自己这个破背包弄的宝石四散掉落 当然他也察觉到身后的狐女似乎并没有趁机逃离 此时正缓缓向他靠近 让他心情很是无奈扛起刀转身应对 可转身却是悚然一惊 这狐女的目光和神情充满了爱慕 我去这情况有些不对劲啊 男子在地下世界杀人逛街时意外捡了只卡吉米 却不想这只人畜无害的卡吉米一顿要吃掉一头龙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他还捡回这么的吃货 最近多米一直在为食物的消耗过快的范畴 实在是因为加罗迷宫发展太快 是将洪水龙制成了洞状 搞不好还真的要举足搬迁过上游牧生活了 昆岩提议将食物优先供应给脚属 加罗族人则可以消耗司龙宝石来维系生存 这败家想法听起来似乎不错 就是不知道等金振宇回来会不会把他吊起来收拾 一旁的黄龙听到有宝石吃 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哪能少得了他 立即舔着二皮脸凑过来报名 昆岩自然清楚他的德行一把将其推开 因为只有被召唤的加罗族人 才能吸收宝石转化为能量 眼下截流的方案有了 但还需尽快想出开源的方案 这时一直负责侦查情报的丽莎带来了好消息 她发现自从血报和巨龙迷宫覆灭后 他们的地盘上出现了很多猛兽 很适合将这两片区域圈起来作为狩猎场 有了这个方案 未来几个月的食物问题算是解决了 其他迷宫事宜都在多米的监管下 有条不紊的进行作用 忽然多米查局迷宫内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立马放下手头的事情飞奔进了迷宫 与此同时上一秒还在悠闲聊天警官 下一秒便有一双利掌向他们突袭而来 眼看他俩马上便要血剑当场 一道呵斥从旁响起硬是制止了狐女的举动 金正宇趁实也给狐女立了规矩 告诫他迷宫的生物都是其要保护的对象 饿了就找多米要吃的不能猎食迷宫里的生物 也在这时告知了多米 这是在七层茧的狐女名字叫做蒂亚 其料让多米惊奇的是蒂亚的身份 因为他知道兽人族一直都是为弟弟深层的贵族服务 通常都不会离开贵族的领地 怎么会跑到七层来 况且从他的穿着和举止上可以看出 其以前并没有为贵族服务过 多米的一番话让金正宇联想起 最近一段时间弟弟迷宫中的反常现象 比如说本应在六层的狼猴会在迷宫二层出现 甚至地狱蜘蛛这样的八层猛兽也跑到三层来觅食 看来迷宫身处的贵族领地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巨变 想到这心中莫名的升起一股紧迫感 要尽快将加罗迷宫发展壮大 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战争 便将蒂亚托付给多米照料 他打算先回地面上处理一些事 因为接下来他将会长时间的待在地下迷宫 回到地面先是找奸商交付了任务 接着回家接受了养父养母一整天爱的虚导 而对于多米来说这段日子却是奸爱 这小脑腐态能折腾一天天不是在拆家 就是在拆家的路上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半个月 等金振宇再次回到迷宫时 就在角落看到了生无可恋的黄龙 从这家伙万念俱灰的神情 不难看出日子显然是没了盼头 多米此时也是浑身的狼狈 脏兮兮地出现在他身后 让金振宇很是头疼又无语 看来这小家伙过得很滋润 很适应迷宫里的生活 多米为了缓解主人的尴尬 很是时序地引开话题 两人来到已经完成同步的迷宫核心前 和巨龙迷宫的七级核心合并后 诞生了两种新型的兵种 一种是具备远程突袭能力的六级加罗骑兵 但是因为主核心和冶炼车间的等级 并未达到条件还不能召唤 另一种则是拥有作为移动堡垒使用的七级工程兽 但工程兽的日常维护成本太过巨大 这大家伙并不是当前仅是维系温饱的 加罗迷宫能养得起的 眼下只能眼巴巴看着流口水 最后在多米的剑下召唤了 善于侦察和狩猎的加罗侦察兵 还有能给队友加Buff 同时又能施法削弱敌人状态的加罗巫师 随后授权给多米使用 存储在迷宫核心中的能量的权限 接着又换来丽莎将当召唤的侦察兵交给丽莎差遣 昆岩则继续负责训练士兵和巡防的工作 至于黄龙嘛 看样子是明带娃的好手就继续带娃吧 一个月后加罗迷宫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得益于加罗之主被册封为贵族的消息的残播 智慧型的生物都不敢再靠近加罗迷宫的势力范围 而且在通过这一个月的磨合金正宇惊醒发现 现在遇到问题多米他们几个英雄就能在内部解决处理 根本不需要他出面了 让本想大旦一番的他又被迫做回了甩手掌柜 此外在丽莎的指挥下 简直是将角鼠爱打动的天性发挥到极致 在加罗迷宫围中心的地下建立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道网络 并安排士兵轮流侦察职守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出现敌人金正宇便能提前半天收到情报 这天丽莎焦急地敲响金正宇的房门 汇报到有一支大约三十人的队伍正在向加罗迷宫靠近 其中两名属于英雄级别的 多米也收到信息急忙赶了过来 毕竟能在迷宫九层存在的势力 那实力这方面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但金正宇却不以为一对方这么点燃 以加罗迷宫如今的实力便可以轻松碾压 于是便领着众人在城门口先摆起了阵势 不多时便见不远处扬起了漫天烟尘 别看人数少弄得阵仗还挺大 再走近一看对方的装备确实还挺精良 为首的两名英雄便气焰嚣张地叫嚣要见加罗之主 他们是克索斯的领主铁锤和铁针之王 金正宇则一脸淡漠地看着他们 见加罗迷宫所属不为所动的样子 铁锤之王顿时怒火中烧先一步跨出 手中大锤怒只经正宇呵斥 不想死的赶紧让开 虽说声大如雷但这气势明显就矮了点 作为鹤立鸡群的矮子他很狂妄 竟敢手持大锤叫嚣着要和这个看似人类的男子单挑 谁曾想在得知金正宇便是加罗之主后 刚还气焰嚣张地两名英雄被吓得直接跪地 紧接着用极其恭敬的态度和语气表达出了来意 是为了向获得贵族头衔的加罗之主表示祝贺 对于这两个憨憨地说辞金正宇则是一脸的质疑 哪有人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军队来祝贺得到 金正宇的脸色自然被这两个矮子里的大聪明看在眼 铁锤很有眼力进的朝身后的属下使了个眼色 很快便有两只哥布林气喘吁吁的抬出一个大箱 然而箱子里的东西立时让金正宇为之一净 只见铁锤扶着箱子表示是受克索四君主之托 特意奉上五百枚丝绒宝石作为赫里 并且隐晦地表达出为了保证赫里的安全 这才派出金锐队伍一路互送进入加罗迷宫境内 并非有一冒犯加罗之主的威严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事情到了这里金正宇才对他们稍稍放下戒心 两人故作熟络地开始寒暄了起来 但金正宇态度地转变让铁锤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试探性地询问他们是否是第一个过来朝拜的迷宫 这个问题一下把金正宇问愣了 铁针见金正宇的神情就知道他猜得没错 当即开始他挑拨离间的计划 怒斥其他几个迷宫势力在知道加罗之主 近身为贵族也不过来朝拜的卑劣行径 其料他的话顿时让金正宇悚然一惊 意识到随着巨龙迷宫的覆灭 加罗迷宫已经引起各方势力的强烈关注 所处位置也暴露了出来 这时铁锤也察觉到他的话似乎对金正宇起了作用 便开始给金正宇科普起在这地底九层内各大迷宫势力的情况 在巨龙迷宫还没有覆灭之前 迷宫九层还盘踞着六大迷宫分别是 暴石迷宫 亡灵迷宫 沼泽迷宫 梦之迷宫 流浪者迷宫 哥布林迷宫 长久以来各迷宫之间一直在相互牵制和抗衡 其中又以暴石迷宫 亡灵迷宫 还有巨龙迷宫这三家的实力最为强大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当铁锤说到这事金正宇也认识到 加罗迷宫的崛起打破了九层世界的平衡 见此行星铁锤也在这时 道出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便是他的君主克索斯在得知巨龙迷宫覆灭后 预测到九层将很快便会陷入一场血战 这才派他两人以祝贺为由献上后 以求得加罗迷宫的庇护 文言金正宇也提出自己的疑惑 因为巨龙迷宫覆灭也有段时间了 怎么也没见暴石迷宫和亡灵迷宫有所动作呢 对此铁锤也并没有隐瞒 实际上三足鼎立平衡的说法 只是巨龙迷宫和亡灵迷宫的一个假设 暴石迷宫其实对攻城略地并不感兴趣 他们的君主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把自己的身体扩大 据说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无法控制的庞大 并且拥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 听完铁锤的讲述金正宇也顿感头大 因为从地图上看暴石迷宫离加罗迷宫很近 估计迟早会有一战 眼下经过这一番了解金正宇对九层世界有了大概的认识 让铁锤转述他对克索斯君主的谢意后 便邀请铁锤一行人进迷宫里休息 然而铁锤却不愿多坐停留 理由竟是近期可能还会有其他迷宫的人来拜访加罗迷宫 为了避免引发冲突他们决定立刻返城 见此金正宇也不勉强吩咐昆颜送他们一程 于是昆颜便领着一对人手送走了铁锤等人 等人走后金正宇询问起丽莎以对应铁锤的话是否属实 毕竟他作为雇佣兵在九层混迹的多年 在得到丽莎的证实后当即下令加强迷宫周边的戒备 并派出人手对这几大迷宫进行情报收集 果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相继有来自沼泽 流浪者 梦之迷宫的使者前来拜访 重要的是也都带了礼品送来 梦之迷宫送来这两只妖魅的堕落精灵 怎么看都像是打算安插在加罗迷宫的卧底 沼泽迷宫则送来几只类似于的物种 希望能和加罗迷宫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 最后是流浪者送来的几匹好斗的人马 这几个虽说都送了礼 但金振宇还是喜欢哥布林迷宫那般简单粗暴的礼品 目前为止除了亡灵迷宫和暴时迷宫以外 其他迷宫都来人了 突然控制系统弹出提示有外来物种潜入迷宫的警示 金振宇立即不动声色地缓缓站起 同时开启侦察之眼 剑锅火石间手臂瞬间化成处须击射而出 在一处岩壁缝隙内 揪出一摊长这几个眼睛的粘稠生物 看着眼前恶心的生物金振宇当即勃然大怒 这应该是暴时君主派来监视他们的 此番挑衅的行径在金振宇眼里无异于宣战 其料话音刚落金振宇就收到多米的传音 告知他暴时族是有着集体智慧的 他们的所见所闻都会直接传达给暴时君主 这让金振宇暗道不好 自己刚才宣称要向他们开战了 这就有点草率了喂 顿时有点尴尬下不了台 却不想多米提议何不将错就错 直接出兵灭了暴时迷宫 金振宇历时被多米的提议吓了一跳 多米变得这么狂的吗 自己怎么一直没发现 就在这时多米也将他的计划合盘拖出 金振宇当即面色森然对着那摊年夜 开启了即兴表演 高调的声明已经掌握了暴时君主的致命弱点 还有迷宫所在 一个星期后将青帅法师团征战暴时迷宫 多米躲到他身后 就在多米不明所以时 金振宇缓步走到大厅门前怒斥道 暴时君主我看你上门拜访并不是为了道歉 那我猜一定是来送死的 随着金振宇话音刚落一堂庞大 长满眼珠的年夜浮现了出来 这只浑身长满八百个星眼的怪物 是如何被人类套路的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随着金振宇的怒斥一堂 长满眼珠的粘稠生物赫然出现 暴时君主此番无礼做派 显然已经表明了他此行的态力 既然对方已经撕破脸打上门来 金振宇也不再客气 大手一挥早已埋伏多时的法师 历史现身发动冰冻魔法 大厅内的温度瞬间骤降 几只由冰冷凝结而成的巨蛇 豁然拔地而起与暴时君主摇摇对峙 期间金振宇一直在旁暗自观察着暴时君主 心中不禁泛起的嘀咕 因为他能感觉到暴时君主 似乎并不害怕冰系魔法 甚至在见到冰蛇后更是变得兴奋 表现出的样子 更像是迫不及待要发起攻击的姿态 难道暴时君主的弱点 并非如多米所述的那样 此刻他不禁有些懊恼自己的拖打 近以来这般难缠的对手 但眼下已顾不了许多 毕竟尼弓核心就在他身后 当即心中有了决断选择相信多米 决定放手一搏 下令法师团加大魔力的输出 同时激发了寄生形态 并触发了硬化技能 又觉得不够便立即让法师 给他的触须上附魔 形变成坚硬锋利的兵刃形态 以此同时暴时君主亦有所动作 只见他原本瘫胎的身躯 转的鞋搜作一团 像是打算收紧核心叙事待发的模样 看来今天是遇到硬查了 金正与历史改变策略 下令法师团合力施展组合技能 打算给暴时君主施于致命一击 眼看魔法攻击即将落在暴时君主身上 电光火时间已化作人形模样的暴时君主 庄西奋然砸下地面 被刺的力量瞬间将地面轰锁 气浪瞬间激起无数四散纷飞的碎石射像 朝他急射而来的冰蛇 怕那天刻时便将冰蛇冲击成七零八落的碎渣 而这时伴随的却是一声对不起请原谅的道歉 这你马玩得哪出啊 金正与历史被吓得不轻满脸的难以置信 看着眼前此时声泪聚下嘴里还在不停道歉的家伙 这番神机反转让金正与历史愣了几秒才缓过神来 这场面也太尴尬了 感觉是自己领着一群大人把人家一个小屁还给欺负哭了 随后经过暴食君主的一番讲述金正与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始目 他确实是暴食君主名字叫做尤瑟 在接收到金正与的恐吓后便立马赶过来道歉 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理解的竟自以为是被多米邀请进大厅的 其料金正与一上来就对他喊打喊杀的 把他吓得肝胆欲裂虽说当时也就立刻求饶道歉 但由于慌乱竟忘了年夜形态的他是没有生待的 所以刚刚全部道歉的话其实都只是他自己的内心系 当他想缩成一团逃走时整个走廊却已被魔法冻结 还好在生死瞬间化作人形喊出了那句对不起 说到这金正与对他还是将信将疑 质问他派出暴食兵监视加罗迷宫的举动又该作何解释 其料这个事件就更乌龙了 暴食君主本意确实是想祝贺加罗之主成为贵族的 但却从未有过送礼的经验 并且平时与其他迷宫也从未有过交流 便命令暴食兵先去打探金正与的喜好 谁曾想去弄巧成桌差点给他引来杀身之祸 这番匪夷所思的缘由也是让金正与无力吐槽 眼前这小屁还简直就是个不安适适的宅男 便调侃了他一句何不把暴食的称号改为肥宅了 其料这个暴食君主却听不出这话的好难 竟还说谢谢 接着自顾自地说起自己这一路过来的艰辛 原来他只要离开暴食迷宫便要靠自身能量来维系生子 每分钟要消耗身体上几十个暴食族人 对此金正与也很是好奇与疑惑 按理说一个身体正在慢慢死去的人怎会如此平静 暴食君主则难过地做出解释 这些低等的暴食族人其实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存在 所以为了这次拜访他带了一百万个暴食族人 能够维系他一个月的生存 如果刚刚真要被兵系魔法冻结 就真的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隔屁 这孩子还真的是少不更是这样的致命的信息也袒露出来 其实金正与心里也在暗自庆幸其确实是很害怕冰冻 经过先前的短暂交手可以看出 即便是整个法师团同时出手都无法一次将他冻结 这期间他只需凭身体能动的部位撞击地面或天花板 使出其体内难压倒性的力量便能化解魔法 伺机攻击迷宫核心或逃走 眼下双方的误会也算消除 暴食君主由色便委屈巴拉地询问金正与是否可以放他离去 却不想金正与确实捏坏想套路他一把 随即表示他是不会接受一个空手而来没有诚意之人的道歉 金正与的话顿时让游色惊惧万分 想开口为自己解释却又自觉理亏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金正与却话锋一转 承诺到只要游色愿意成为他的第一位骑士做他的仆人 便会接受道歉原谅他的过错 游色文言当即一愣满脸的难以置信 让原本以为会费一番口舌的金正与内心狂喜 历史在天游加粗地描述起成为骑士的好处 至少不需要担心会死于兵系魔法之下 并且成为贵族的第一位骑士将是人人仰望的存在 金正与这番操作让多米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然而听他这么一描述游色就更上头了 脑子都不禁幻想起自己身披铠甲威武霸气的模样 立马答应下来生怕金正与会反悔 就这样两人在众人的见证下签订了主仆契约 这份契约里要求游色要无条件地守护金正与及其家罗迷宫 并且定期将暴石迷宫的总收入的一半以暴石的形式上缴给金正与 而金正与则无需付出任何 就这样在地下九层令人闻风丧胆的暴石君主 被套入成了金正与的金牌大手 与此同时在地下迷宫深层的某间密室内 各层的黑商正在召开一场常任理事会 但好像负责一二三层的黑商却都不在 听说是正忙着联合第四层的黑商一起抵御人类的入侵 而负责管理金正与那层的黑商则因为金正与晋升为贵族 被组织上安排他给金正与送去一张拍卖会的VAP门票 他手上的门票引起了其他层黑商的关注 因为大家都知道九层是新迷宫最难生存的一层 一个人类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崛起的 九层黑商则笑而不语 因为正是他按黑商组织的要求将寄生虫卖给金正与的 才使得金正与得以凭借寄生虫的力量 让加罗迷宫在九层站稳的脚跟 看着手中的票他已经开始在期待这次拍卖会 金正与会干出什么样有趣的事 并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邀请人类贵族出现的拍卖会 这几只头上长脚的鬼怪控制着整个地下世界的经济命脉 在会议上九层黑商街道组织的委派 去邀请新近人王金正与来参加一周后的年度拍卖会 怎料黑商为了完成任务 便信口雌黄的吹嘘此次是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意见 参拍物品渐渐都是地下世界内难得一见的稀有物品 相较于他先前带过来的破铜烂铁简直是不能同日而已 并且这次受邀参拍人数超过百人 各个都是盘踞地下世界的一方大老 这让原本兴趣缺缺的金正与顿时来了兴致 想不到见些全大乱战之后还幸存下如此多的迷宫势力 金正与很想去开开眼界但他也有顾虑 毕竟加罗迷宫刚在九层站稳脚跟家底还很薄弱 要是其他迷宫趁他不再前来偷家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对此黑商则让他不必担心 只见他不知从哪掏出一面旗帜 神情巨傲地介绍起来 只要金正与离开家罗迷宫时悬挂出这面黑商旗帜 便代表着会受到黑商组织的保护 如果真有不开眼的迷宫在此期间挑起战争的话 就会被列入限制交易的黑名单 并且黑商甚至还会出兵摧毁挑起战争的迷宫势力 文言金正与也是暗自心惊 虽说心里早就知道黑商组织的强大 想不到他们竟有如此底气感如此承诺 随即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凭你们一群商人也能发出这样的豪言状态 却不想黑商仅用一句话便让金正与打消了一律 虽然知道你很难相信 但我们黑商组织却已真实地在地下世界经营数百年 这时尤瑟也从旁出言证明了黑商的所言非虚 因为早年为了躲避迷宫的毁灭 他就曾跑去拍卖行里躲避过战乱 也恰在这时黑商才留意到身材矮小的尤瑟 当即被吓得不轻惊讶到这个九层肥宅怎么会出现在加罗迷宫 随后更是留意到尤瑟身后的空间裂缝竟直通暴石迷宫 顿时难言脸上震撼忍不住询问这玩的是难出 对此金正与也不打算隐瞒 告知黑商暴石君主已成为他麾下的一名骑士 从而获得了开启两座迷宫之间的传送门的能力 这个信息实在是太震撼了 暴石迷宫被加罗迷宫吞并了 这将会形成九层世界的一股强大势力 势必会引起周围迷宫的警惕 金正与却不以为一旦黑商的话给了他一个启发 立马打开控制系统中关于暴石君主游瑟的页面 只能看到在游瑟控制下的五级暴石迷宫 但他却没有控制暴石迷宫的权限 这个结果让他有些失望 看来主仆契约只能约束游瑟这个个体 但黑商从眼前的信息中缓过进来后 再次将话题引到这次的拍卖会上 表示金正与如果愿意去参加拍卖会的话 凭借这张VAP门票将会享有一间独立的不受打扰包厢 里面能享用到适合贵族口味的免费食物 并且还有专人陪同处理拍卖会适宜的服务 说到这金正与其实心中已经决定要去参加 但转念间想到他此时心中最大的一个潜在威胁 便询问黑商亡灵君主是否也会被邀请前去 黑商自然明白金正与这话的意思 但他只是说亡灵君主每年都会去参加 而且每次都会出手买几只活物回去做实验 其他关于亡灵君主的个人信息 黑商却一句也没有多说 见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金正与便也懒得在应付黑商 收下了门票表示会如期赴约 考虑到金正与是第一次参加 黑商临走时还不忘告知门票的用法 那便是只要撕开门票 就会出现一扇直达拍卖会的传送门 一周后 今天是拍卖会召开的日子 金正与先是吩咐昆岩在门楼挂上了黑商旗帜 并安排他要加强对迷宫周边的巡逻 注意防范猛兽的侵扰 因为亡灵君主也去参加拍卖会了 唯一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就只有猛兽了 多米也被留下来看家以保证 迷宫各项事物的正常运作 他自己则带上丽莎和尤瑟前往拍卖会 一把撕开手中闪着金色光芒的门票 转瞬间便来到了已是熙熙攘攘的拍卖会现场 期间发现不少平时相互看不顺眼的迷宫之主 在看台上吵得面红而视 但也只是彼此叫嚣过过嘴饮罢 都不敢在拍卖会上闹事 他身旁的兔女就是此次专门服务他的私人助理 突然尤瑟叫住了金振宇 随着尤瑟所指的方向望向看台上的一道孤独的身影 那家伙就是亡灵君主吗 没错 听说那家伙身上会散发出腐烂尸体的味道 所以你看都没人愿意挨着他走 就当尤瑟还要继续吐槽亡灵君主时 拍卖会也恰在此时拉开了帷幕 从后走出了一只头掌鸡脚的拍卖师 如惯例那般说了几句没有营养的废话 将现场氛围烘托起来后 便立即请出了本场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 随着拍卖师一把将连部掀开拍品也显露出了真容 然而原本一脸平淡的金振宇在看青台上的拍品后 先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起料下一秒便周身气息激荡稳乱到基点 与此同时台上的拍卖师为了能拍出高价正声型并茂地介绍着拍品 而被关在笼子的这件拍品似乎是一只人形生物 人类的孩子竟被地下迷宫的鬼怪当作牲口一样买卖 几十年前人类带着热武器与地下迷宫的怪兽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而迷宫宝宝就是进入地下迷宫的参战的人类所诞下的孩子 眼前被关在笼子里的女孩便是在地下迷宫中诞生的迷宫宝宝 被鬼怪抓住后送来拍卖行要进行拍卖 可随着这件拍品的出现台下的鬼怪却是虚声泥片 似乎都没有近拍这件商品的兴趣 见此情景台上的拍卖师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知道对于看台上这些生存在迷宫浅层的鬼怪来说人类并不稀奇 所以他的潜在客户是那些生存在迷宫深层从未见过人类的鬼怪 可喜欢用人类做仆人的迷宫贵族 为此拍卖师依旧在台上口若悬河地介绍着拍品 最后他表明了这名迷宫导宝因为不会说话 所以将会临远起拍 话音刚落现场气氛一下就燃了起来 毕竟不单单只是人类喜欢捡漏怪兽也一样 很快价格就被抬到200枚宝石 与此同时二楼其中一间VIP包厢内 要不是有丽莎和尤瑟的劝阻 愤怒至极的金振宇怕是已经冲上台去救人了 这里可是黑伤的地盘 况且现场少说都有几十位实力恐怖的迷宫之主 这要真打起来无意义以卵基石 但金振宇依然难以释怀指着台上的女孩 询问丽莎曾说过要为自己的族人报仇 只因他们都死于亡灵君主的活体实验 然而现在台上的女孩是我的同类 你却要劝我袖手旁观 这一番话怼得丽莎呆愣当场 羞愧地将头撇向一旁 这时一直在旁默默看着这一切的痛 却是出言点醒了他们几人 当即反应过来竞价参拍 或许还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进过几轮的嘉价 价格已经攀升到了1200枚宝石 果不其然最高价是亡灵君主喊出的 金振宇立马喊出了1300枚宝石参与到竞价中 因为这口出价是二楼贵族包厢内喊出的 历史引起了拍卖师的关注 亡灵君主似乎也被他的话挑起了怒火 霸气地伸出干枯的五根手指 将价格抬到了1500枚宝石 这番拒绝让步的举动 让在场看热闹的鬼怪认为 他一定是躺棺材里睡太久跌风了 竟敢碰那些被贵族看中的拍屁 压得已经是亡灵了 看来是还想再死一遍了 果不其然如大家猜想的那样 一股恐怖暴虐的威亚 从二个高厢中赫然喷涌而出席卷全场 顿时将一众吃瓜群众吓得冷汗直流 然而这股威亚很快又消散得无影无踪 似乎他的出现只是为了警告 胆敢藐视贵族权威的萧小仪 恢复平静的二楼包厢里 淡淡地传出1600枚宝石的较价 拍卖师顿时又振奋开始唱架 期间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提醒拍品一旦被拍出 便该不负责拍卖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此时亡灵君主则在浑身颤抖 也不知道是被吓到还是被憋的 并没有继续加价跟拍 最后1600枚宝石的价格 在长了三次价后成功让金振宇拍下 而此时金振宇的包厢内 却是一片狼藉的模样 为了营造出刚刚威慑全场的威压 金振宇和油色合力爆发出了 浑身气势差点没把包厢拆了 当然最无语的是兔女 他已经决定退房后 要加收金振宇的服务费了 起料这时金振宇又给他出了一个难题 就是他想马上见到那名女孩 对此兔女却表示爱莫能助 最快也要等为七亿周的拍卖会结束后 才可以带走拍品 但是他可以利用权限 让金振宇能在今天的拍卖会结束后 私下查看拍品 见此金振宇也只好耐心地等 接下来的拍品就真的是一些比较罕见的物品 有精灵在没落时珍藏的异兽 还有一些蕴含特殊能力的四龙宝石和奢侈品 甚至还有人类遗落在地下迷宫的热武器 最后压轴的拍品就更稀奇了 竟是一只吸血鬼 吸血鬼因为其的稀有 一直都把控在地下深层的贵族手里 眼前这只吸血鬼是因为体内的真血极其的稀薄 才被贵族拿出来拍卖的 即便如此这件拍品还有个特殊的附加条件 那就是如果拍下的人不被这只吸血鬼认可 那便意味着交易无效 拍卖行将会全额退款 然后将拍品收回 第二天再拿出来继续拍卖 实在是因为吸血鬼的原主人 是名连拍卖行都不愿得罪的贵族 才为了他这件拍品开的特例 这附加条件一出历史引起台下鬼怪的不满 纷纷谴责拍卖行提出无理的附加条件 但拍卖师却隐晦地指出 该拍品是地下迷宫最深层的一名贵族送来的 大家有意见可以冲着黑伤来 但各位的行为要是触怒了贵族就不好了 此言一出顿时让台下观众眼齐吸部 一个个正经微作乖的像宝宝 而吸血鬼的出现让金振宇回想起一件往事 便向丽莎描述起 自己曾经在迷宫深层也遇到过一群 会将人扑倒吸血的生物 但怎么和台上的那名吸血鬼长得不一样呢 丽莎也不愧是见多识广的雇佣钉 立马猜出金振宇当时遇到的应该是普通的不死族 那些不死族大多都是没有自我意识的生物 台上的吸血鬼可比不死族高级的多 据说吸血鬼甚至可以给他们的主人赋予永恒的生命 所以地下深层的贵族对吸血鬼可以说是屈之若物 听了丽莎的讲述金振宇依旧兴趣确确 一是刚听了介绍这名吸血鬼的真血已被吸释 估计不再具备赋予主人永生的能力了 二是自己现在身边并不缺英雄 于是再次做起了吃瓜群众 当然还有很多鬼怪并不是他这么想的 试问谁又能拒绝得了永生的诱惑呢 即使是真血吸泊的吸血鬼 但还是有很多鬼怪愿意花钱满回去试一试 很快台上的吸血鬼便被人以两万三千美宝石的价格拍下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吸血鬼竟看不上买主挥手拒绝成为其的仆人 其量那名买主的身份也不简单 乃是统治迷宫六层的霸主 被无礼的拒绝后脸上顿时就挂不住当即发难 只见七台手间便已凝聚出一颗能量球就要抛出 谁曾想拍卖师的动作更快随手一回 一道恐怖的烈焰瞬间将那名六层霸主包裹焚烧 任谁也想不到仅是黑伤组织的拍卖师 竟也有这般骇人的使命 被烧成灰烬的霸主最后只留下这颗特级宝石 立马让拍卖师兴起若狂当场表示 这颗宝石将参与明天的拍卖 几个小时过后 金振宇如愿被带到关押女孩的房间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预知后续如何敬请关注把家人们 男子在鬼怪的拍卖会上花重金 买下了一名不会说话的女孩 事后在兔女的陪同下来到关押女孩的房间 待房门打开的刹那借着走廊的灯光 金振宇看到了蜷缩在黑暗中的弱小身影 为了不惊扰到他金振宇连忙蹲下身子 随后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询问女孩的性命 女孩只是呆愣愣地看着她并没有开口说话 见此金振宇再次轻声细语地问女孩 来自哪个迷宫侍奉的是哪个迷宫之主 女孩依旧默不作声 眼睛虽是看着她但眼神却不聚焦 金振宇思索片刻后用命令的语气 立声告知女孩其实她的新主人 今后你必须为我服务 果然话音刚落女孩先是一将随后缓缓俯身跪下 这让金振宇心里咯噔了一下 看来女孩的情况远比她预想的还要糟糕 应该是长期饱受折磨被摧残成毫无想法的提现玩偶 她原本打算将女孩带回加罗尼公牛多米照顾 当然金振宇也想过带回人类世界 但女孩既不会说话又没有自我思想 很容易被那些只想骗取羚羊补贴的家庭所虐待或抛弃 心下当即决定以后便将女孩带在身边亲自照顾 随即又用命令的语气吩咐女孩在房间里好好待着 一周后再来将她接走 随即金振宇满脸阴沉地走出门便当即向兔女发难 谴责黑伤组织提供的服务令她很不满意 借机要求他们为女孩提供一个环境良好的房间 还有充足的食物 并且要治好女孩身上的伤痛 然而她的要求在兔女眼中却是无理取貌 没必要为一个迷宫宝宝如此大费周章 其料她的话近触碰到了金振宇的软肋 回过头语气森然地呵斥兔女收回刚刚的话 因为她也是一名迷宫宝 此时寄生摩世一不受控的瞬间爬满全身做好了战斗准备 兔女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立即道歉 并会按她的要求尽力安排 这才让金振宇平息了怒火 但也担心兔女事后会阳风阴危 临走时便用话点了一下兔女 让她务必好好关照 她会定期前来查看女孩的情况 转眼金振宇已经在拍卖行待了七天 除了第一天参加拍卖 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度 所幸黑伤组织提供的食宿条件都很优渥 让他们一行人待得很舒适惬意 趁着闲暇让金振宇在与丽莎的闲聊中 了解了不少关于精灵的事 原来在精灵族沦陷之后 丽莎便召集了剩余族人组建了一个雇佣兵工会 很快他们便凭着精灵的强悍站立在地下世界混得名声喝起 也因此引起了亡灵君主的注意 这家伙热衷于对各种生物进行疯狂的活体实验 而精灵本身就是精致且稀有的物种 这才设下陷阱围捕精灵一族 丽莎是唯一逃出陷阱的精灵 因此这些年来一直都想要为族人复仇 但他也知道仅凭一人之力是无法复仇的 所以依附在巨龙迷宫之下 司机挑起洪水龙王和亡灵君主的战争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金振宇也表态会准手承诺帮他复仇 闻听丽莎当即感激不已 其实即便没有丽莎这事 仅凭亡灵君主滥杀无辜这项金振宇也不会放动他 随后金振宇又向尤瑟询问女孩的情况 尤瑟立即装模作样地开始发力 通过留在女孩那边的暴室分身共享的视角 能看到女孩依旧和先前那般脸色茫然地跪坐在角落里 即便是食物送到跟前他也无动于衷 必须以命令的口气下达指示后他才会有所动作 金振宇闻言也只能无奈地挠了挠头 索性过完今天便可打到回府 这时房间的传话筒发出声响 是黑商组织请所有的客人到拍卖会场集合的讯息 估计是要搞个闭幕是什么的吧 于是几人便怀着无聊的心情又来到了拍卖会场 再次来到拍卖会现场又见识到不少好东西 但金振宇总共只带了八千枚宝石实在太少 因为只要是好东西价格很快便会攀升到上万宝石 这也是他这几天一直待在房间不出的原因 但看到今天的最后的压轴拍品依旧是那名吸血女鬼 金振宇也不由得一惊 便好奇地询问兔女之后才得知 吸血女鬼这几天一直不断被买家以高价拍下 但他又不停地拒绝成为买家的仆人 怎么感觉这吸血女鬼像是故意上台嘲讽这帮参拍者的呢 此时拍卖师依旧尴尬且卖力地介绍着吸血女鬼 台下吃瓜群众也乖乖地听着这场面是既诡异又搞笑 但是这一次似乎又有所变化 只见吸血女鬼摒弃宁神一致正最身上的撂口 紧接着一股血雾凭空乍现将他包裹其中 但血雾消散后从中走出的是鸣满头金发的大波浪 这蒲扇遮面的俏模样真真是可欲又可甜 拍卖师这时又从旁窜出宣称这次将由吸血女鬼自己选择主任 只要被选上价格随意即便不给都行 话音刚落吸血女鬼便迫不及待地挥动双翼飞起 随着他飞的方向看台的吃瓜群众不由地发出一声惊呼 那吸血女鬼停的位置正是先前散不出恐怖威压的VAP报箱 如果他们此时能见到吸血女鬼的神情会更加震惊 只见吸血女鬼面颊泛起兴奋的潮红 同时口水还止不住地往外流淌 似乎嘴里还呢喃着好甜好甜的味道 女子盛装打扮出现在玻璃前 却只为擦玻璃并且边擦边流着口水 这一幕让金振宇有点懵圈 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一女子冲着他流哈喇子 茫然地问向身旁的丽莎这吸血女鬼怕是有点病态在身上的 丽莎也是一脸的汗颜支支吾吾的赞同这个观点 台上的拍卖师此时也意识到吸血女鬼已经做出了选择 当即向全场宣布了这一结果 看台上的鬼怪则是一脸的比喻 一副早就猜到有黑幕的模样 珍贵的吸血鬼肯定是早已被贵族内定 拍卖行竟然还装模作样地细耍了他们一周 这时拍卖师示意大家安静 下面到了买家平心论价的环节了 如先前约定的那样只要吸血女鬼选定了买主 无论买主出价多少都会达成交易 吸血女鬼也适时地在境前展现她的风韵深姿 让镜子后的贵族能见微知助给出个好价 怎料包厢内却传出一枚低等宝石的报价 让吸血女鬼当场实话 看台上的鬼怪也是一片哗然 被誉为地下迷宫珍宝的吸血女鬼 即将以一枚低等宝石的价格出售 拍卖师也不敢相信会是这么个报价 立即出声稳住场面让鬼怪们不要妄下结论 或许贵族大人说的是一颗最上等的丝绒宝石呢 怎知话应当落吸血女鬼便当场拆弹 确认就是一枚低等宝石的报价 与此同时丽莎似乎也早就预测会是这样的干大局面 但他也料不到金振宇会出如此低的报价 感受到全场投来的目光 金振宇则一副淡然须不受撩的模样 在他看来既然规则是让买家随意出价 那傻子才会出高价 况且他对这吸血女鬼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台上的拍卖师见VAP包厢内在没有动静传出 也只好信信地宣布吸血女鬼 以一枚低等宝石成交的事实 而反观吸血女鬼虽是有些懊恼自己被低价拍手 但却不以为一反倒是一个劲地催促拍卖师节拍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这名新主人了 见此拍卖师只好节拍宣布本届拍卖会圆满结束 不多时九层黑商便领着这两件拍屏找到了金振宇 却不想一见面金振宇便单刀直入地询问 操作这一切的幕后之人是谁 又有什么目的 面对询问黑商不由的心中一愣 但很快面色又恢复如常一如既往的装傻充愣 金振宇见状也不含糊当即挑明了说 自己先是揍了个上门挑逝的邻居 就被册封为男爵成为贵女 之后便接到你们的邀请参加拍卖会 在这里又硬塞给我这么个珍贵的吸血女鬼 相信没有比这更离奇的事了吧 黑商文言却让金振宇不必多想 或许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呢 不要纠结于此好好享受所获得的奖励吧 金振宇可不信他这鬼话 但也知道问不出个所以然 这时黑商话风一转 表示这只吸血女鬼确实需要他付出一些代价 只因其原主人太喜欢他 所以如果吸血女鬼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可能就会迁怒到金振宇 这话顿时让金振宇悚然一惊 本以为捡了个大漏谁曾想却是捡回的姑奶奶 既然原主人这么喜欢他那正好 就将其送回吧 说着便要转身离开 这下轮到黑商和吸血女鬼懵圈了 吸血女鬼当场就被气到面色发子 出声喊住金振宇怒斥他不识活 可知道留他在身边是地下世界每个贵族的梦想 金振宇此时也丝毫不留情念 在他眼里站在角落的人类女孩 可比吸血女鬼珍贵得多 吸血女鬼见他心意已决的模样 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自己这般来路不明的身份 让金振宇有所忌惮 于是决定告诉他实情 希望金振宇能改变主意 他的名字叫安吉拉 前主人是地下迷宫11层的钢铁巨人托利伯爵 至于为什么要将他出卖的原因 就有点让人咋舌 众所周知吸血鬼是靠血和主人签订契约的 但托利伯爵的血却是钢 所以这就很尴尬了不是吗 以至于吸血女鬼已经忍记挨饿几个月了 说完还楚楚可怜地看着金振宇躺起了哈喇子 想不到竟是这么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缘由 他也承认自己本打算以吸血鬼的身份 在拍卖会上物色新的主人 但那些有实力的贵族本体都是些鬼怪 血的味道远不如金振宇的闻起来香甜 并强调他并无恶意只是太饿了 说完便不管姑姑地扑向金振宇做事就有 这副玉女扑石的模样着实是把金振宇吓得不轻 金振宇越反抗他似乎就越兴奋 突然黑伤从身后冒出劝慰金振宇就从了他吧 真要惹急了他势必会激怒脱离伯爵 这话顿时让金振宇怒火攻心翻手就送了个大暴力 才使心头这口怨气顺下去了一点 但他也不得不认清现实 以他如今的实力没法跟十一层的伯爵叫板 无奈只好答应提供血液的要求 闻言吸血女鬼安吉拉立即欣喜若狂地扑了过去 却是一变陡声只见金振宇瞬间激活寄生形态 树枝处须从身后急射而出向是要将安吉拉束缚吞噬 难道是金振宇临时变卦改变了主意 男子在鬼怪的拍卖会上买下了一名吸血女鬼和一名不会说话的女孩 当金振宇领着一大群人回到加罗迷宫时 让在此迎接的多米脸色微微一愣 瞬间就留意到在人群中的两名女性 将目光一致对他威胁最大的安吉拉询问其他的来历 随之金振宇便介绍到这两人都是在拍卖会上买的 小女孩是名迷宫宝宝叫做芸汐 芸汐这个名字是她献起 金发女子则是吸血鬼名字叫做安吉拉 实力似乎不弱 因为金振宇从控制系统上得知她是传说级的鹰血 文言多米雀面露南色的哭诉迷宫现在既没钱又没量 金振宇哪能不了解她这点小心思 直言安吉拉的饮食结构不费粮食她是喝血的 而且她只是拍卖会上买东西时送的天头 顾花钱 此言一出安吉拉立马就不乐意了 犯上前自证骑士金振宇花一枚低等宝石满下了 等料众人却没一个揭察只留她一人在把案子身上 随后金振宇便让多米给安吉拉安排住 但是芸汐则因为状态不好她打算留在身边照顾 怎料她这一决定竟让多米毛骨悚然 显然是被误会了 要是她知道多米此时内心的想法 估计要将其暗进水里洗洗脑 为了让芸汐接受新的环境 金振宇蹲下身子面色平静 但却用命令的口吻 告诉她在迷宫里有事的话 除了找她以外还可以找多米总管 她可是加罗迷宫的二把手 一旁的多米自是听见他俩的对话 当即进入二把手的身份 一把抱起芸汐热情的称呼七微女儿 一旁安吉拉早就看出多米的不凡 惊讶金振宇竟有英雄级的仆人 要知道英雄级的仆人在地下世界是相当珍贵的 他们跟普通仆人的区别便是可以随着迷宫的强大而提升等级 对于多米的情况金振宇自然是了解 要没有多米的管理迷宫一定会乱做一团 他也无法做个悠闲的甩手掌柜 这几天的奔波大家都累了 吩咐尤瑟和丽莎先下去休息 突然黑商从后叫住了他 金振宇只是淡淡地告知他去找多米拿钱就走 其他的就不要多想 其实金振宇是故意将他晾在一旁的 只因这黑伤心太大 竟想要他牵线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人类世界 他自然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 真要促成了这事 让黑商组织将地下世界的诡异玩意 卖到人类世界去挪 届时势必会引发灾难 所以当奸商提出这个想法时 就被金振宇言辞拒绝 然而黑商在金振宇这吃饼后 便转而找到安吉拉 让安吉拉如果有机会 随金振宇进入人类世界时 就趁机收集人类世界的信息回来告诉他 正当他俩悄悄谋划时金振宇走过来 打发黑商赶紧离开 然后打算顺道带安吉拉去熟悉一下加罗迷宫 一番参观下来让安吉拉暗自心惊 迷宫内干净整洁一切都井然有序 而且还有受人和龙人嬉戏打闹的温馨场景 跟他以往见到的迷宫都不一样 不禁打开话下说道 虽然你的迷宫很小但却治理得很好 并且拥有一个贵族应该拥有的一切 并不像贵族圈里流传的那般 文言金振宇也来了兴致 示意他继续说 你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成为了贵族 所以被不少老派贵族本能的排斥 都说你搅合了九层原本和平的局面 当然也有一些贵族对你很感兴趣 其中就包括我的原主人托利伯爵 因为托利伯爵所在的十一层 现在就陷入僵局 他希望有像金振宇这样的人 出来打破十一层的平静局面 到了这里安吉拉也开诚不公地说起 他跟托利伯爵的秘密协议 为了能离开托利伯爵实现吸血自由 安吉拉答应托利伯爵会引诱 他的新主人打败托利伯爵在十一层的敌人 了解真相的金振宇似乎一点也不吃惊 或许是早就猜到便宜没好 脑子里还在思索安吉拉的话 如果加罗迷宫发展太快 周边的几个迷宫肯定会感到威胁 很有可能会结盟在一起来抗衡他 想必仅靠一个迷宫就想统治一层是相当困难 见他在发愣安吉拉还以为他不愿参与到十一层的纷争中 便慢慢地靠了过来打算依偎在金振宇身上 金振宇立即回过神一把将其推开 坦言自己在九层还忙着要对付亡灵君主呢 估计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十一楼 安吉拉其实也并不着急 反正他和托利伯爵的协议并没有约定限期 两人一路推散地到了房间门口 怎料安吉拉一进房间便开始作妖 吐槽房间又小又脏根本就是监牢房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主人的血解救不了的 闻言金振宇根本就不想再搭理他 他本就不在意安吉拉吸血鬼的身份 但加罗迷宫不养闲人 告诫安吉拉尽快证明出他的价值变头 也不回得走了 次日金振宇回到地面找奸商打听一些最近的消息 怎料刚见面奸商就给他报了个大链 一个月前有名探险者在地下四层意外继承了一座迷宫 顿时让金振宇悚然一经同时又疑惑这个消息的可靠性 因为只要不是个傻子都不会四处宣扬自己继承了一座迷宫 对于金振宇的疑惑奸商则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解释到不是谁都有像他这般十二级的实力 可以独自出入迷宫探险 那名探险者是跟随队伍一起的 所以他的继承被队友全程目睹 并且那名探险者也不具备杀死整支探险队的实力 以至于队伍回来后消息便很快地散播开来 接着奸商又向他透露了一个大瓜 便是地下迷宫的鬼怪已经形成了一个社区 并且在近期还举办了拍卖会 一个被奴役的地下宝宝和普通的枪写 都能被拍出几千枚丝绒宝石的价格 这个消息让金振宇大为震撼 回忆起当时在拍卖会上并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人类 看来已有人像他一样跟黑商组织接触上了 但他现在更关心的是在似曾继承迷宫的探险者的动向 却被奸商告知那家伙昨天就被杀了 据说是迷宫能赚很多钱 被眼红的队友杀了企图占领那座迷宫 怎料杀人者并没有获得迷宫的所有权 导致又变回了无主迷宫 说到这奸商则建议金振宇也去试试 他可以免费为其提供所有的相关信息 幻想着如果金振宇能成为迷宫主 他作为金振宇的评估师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好处 为了表现出诚意马上又给金振宇提供了一个重磅消息 但这个消息是来自探索协会并不是他的人脉打听出的 据悉他们在七层发现了一座存力巨大的迷宫 并且已经在两楼前派人过去探索了 在地的人你也认识 就是那个胡毛送出 紧接着继续寻寻寻善诱的教唆金振宇 与其漫无目的地在地下迷宫弄了 不如就去欺负那碰碰运气 其实就算奸商不说金振宇也决定要去移他究竟 但此时心里却盘奋地先跟奸商一把 刚即表达他现在就可以退化 不过这不估计是场印象要跌照 免费提供好奇的运气 咱只为了继承地下世界的迷宫 决定孤身范险前往地下七层寻找法门 一道空间裂缝赫然显现在多米身旁 待见到一身裂装打扮的金振宇从中走出 就知道他又接到委托打算出远门了 作为迷宫的二把手 他必须实时了解金振宇这甩手掌柜的动向 经过询问得知金振宇计划去七层探索一座空的迷宫 并且可能会以探索协会的人产生冲突 便提议让金振宇多带上几个人也好相互照顾 多米的提醒让金振宇回想起 宋哲手下确实有几名实力斐篮的高手 但多米和昆岩要留下来维护迷宫的日常运作 黄龙这个憨憨又靠不住 虎妞帝亚又还年幼 并且对人类怀有很大的恶意 思索片刻还是只能麻烦他的第一骑士游色陪他一同前往 这时在一旁偷听的安吉拉凑上前毛遂自见嚷嚷着要一起去 随后便自顾自地说起自己有能探测周围地区生物等 可以让金振宇规避很多没必要的麻烦 并且还有潜行伪装的能力 能够掩盖自身气息和痕迹让人无从察觉 见金振宇依旧默不作声满脸的质疑 当即发动不变见他的血红披肩瞬间化作一道血液 转眼他的身形就没入了金振宇的影子中 见他确实有一手金振宇也只好答应 但还是警告他要是趁机吸血就一屁股将其坐扁在影子里 这时丽莎从后叫住了金振宇 本以为他也想一同前往的 却不想他仅是建议金振宇带上芸汐一块去 只因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意外发现芸汐拥有创造地图的能力 能将看到的一切记录到地图上 但是这个异能对拥有系统地图的金振宇似乎很鸡肋 忽然芸汐像是听懂了他们谈话的意思 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披风 紧接着金振宇就收到控制系统提示芸汐正跟你分享他的事情 定睛一看发现芸汐的地图竟能和系统地图永久同意 并且能以他为标点进行实时定位 简直就是个高精度的人形GPS 既然如此那就一起去吧 有他在旁照顾也必定不会让芸汐再受半点伤害 但芸汐的出行却让已经进入母亲角色的多迷很是不安 他又不敢忤逆金振宇的决定 只能担忧地上前向慈母般主妇芸汐路上小心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一行四人就这样从加罗迷宫出发前往八层的入口 此时已经赶了两天的路还真的是连跟野兽毛都没遇到 不过也难怪他们这对拥有两大迷宫之主和一只高阶吸血鬼的豪华阵人 释放的气息想必早就将野兽远下退不敢靠近 但是一路上在前负责开路的尤瑟骑士却是怨气大了 金振宇看他这憋屈样便忍不住开口询问 尤瑟像是找到了宣泄口转身指着安吉拉控诉的 这娘们不像好人进他的房间同步敲门 这个情况就有点尴尬了他也不知如何化解 随即又见尤瑟转身委屈巴拉的嘟囔着这已经是他连续三次出外景 已经好久没有好好休息 金振宇疑或拍卖会结束后不是已经休息一天了吗 但他哪里又知道尤瑟这个肥宅以前每次探险都至少要休息一年 作为一个会化饼的老板 他当即表态等这次探险结束后就会给他劈长假 当然前提是亡灵君主能乖乖地在家躺板板不出来作妖 这才将内心愤愤不平地尤瑟安抚下来 不多十一行人便来到了八层入口 为了避免被入口警卫发现几人卯足了近快速地爬上了八层 怎料一到了八层尤瑟的状态就变得萎靡不振 金振宇本以为他还在闹情绪但这样子也不像庄的呀 一问才知道尤瑟从未到过不同的楼层 可这副虚脱的模样又跟楼层有什么关系呢 安吉拉却见怪不怪解释道 有些物种离他的出生地越远就会变得越虚弱 所以很多迷宫之主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出生的楼层 尤瑟显然就是这样的状态 看样子他的体力可能每隔一层都会被削弱20%左右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类才最终赢得了战争 文言金振宇也回想起却如安吉拉所说 人类和地下迷宫爆发战争时 迷宫的主力基本都是中上层的野兽组成 基本看不到有来自地下深层的智慧型鬼怪 接着安吉拉又不忘嘲讽牛色是越网上越废材 又惹得牛色气急却又无法反驳 一张的脸都被气胖了几惊 见他俩又开始没正形地互掐金振宇赶忙出生制止 催促他们赶紧离开别罩来入口的警卫 起料下一秒安吉拉的话差点没让金振宇被过气 因为他已经察觉到有大约50只鬼怪正向他们包围而来 果然6 安吉拉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 人都快到了他才说 时间紧迫当即吩咐游瑟将云西伪装隐藏 游瑟历史化作一滩粘液将云西包裹 然而眼前的一幕让金振宇瞬间狂荡 被粘液包裹的云西差点没窒息死在里面 连忙出言提醒才使游瑟反应过来留了个唤气孔 但这个家伙伪装成一坨绿色的石头又是几个意思 是怕自己不够显眼吗 此时也来不及揍他一动 立即让安吉拉潜入他的影子也立马激发伪装进王 刹那间金振宇的身形竟原地消失不见 原来是安吉拉的前行技能分享给他 使得金振宇的伪装技能被强化到隐形 别家的Buff竟能变开到隐蔽气息和消除所有痕迹 今了后一大群肥头猪脑的鬼怪冲了宝 为首的猪头伸出鼻子在金振宇几人平流的位置秀了秀 紧接着发出了双最功能像 向属下发号搜索附近的命名 他非常堵定这里刚刚有人来过 现在一定就藏在附近的某处 而金振宇见到来的居然是一群智慧型的猪怪 便开始盘测着如何才能让他们乖乖带路成为八层的向导 为了躲避危险吸血女鬼进化作一滩血雾没入男子的影子里 其他同伴也献出本体化身成一块突兀的绿色岩石 金振宇这才身形消散影在岩石后默默地观察着这群猪怪的动向 这时安吉拉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响起 奇怪他竟有跟多米一样的能力 能与他进行心灵沟通 疑问才得知安吉拉只有在没入他影子里时 才能进行心灵沟通 与此同时下面那几十头猪仔只顾着用笛子绣空气中残存的气息 愣是没有发现犹色那个大聪明化深层的绿色岩石 这群猪怪虽是有些愚蠢 但领头那两只却是一脸睿智的模样 显然属于是拥有一定智慧的鬼怪 金振宇怀疑他们隶属于八层的某个迷宫势力 便盘算着如何将他们收服作为自己在八层的向导 因为贵族应张能释放出贵族威压 对一般的鬼怪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能迫使他们为你办一些事情 文言金振宇当即有了主意 紧接着身形瞬间消散 下一秒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那只貌似统领的长毛猪的身后 他的豁然出现顿时将长毛猪吓得魂不附体 见来人仅是个弱小的人类便很快回过神来 立即出手发那只见其双手奋力来 顿时就有两块巨大的岩石拔地而起 引接着翻手一招朝金振宇站立的位置轰然砸去 动作行云流水引得大鼻珠为他振臂欢呼 怎料却见烟尘中那道人类身影依旧窥然不动 金振宇一脚轰然踏出阵散四周的烟尘 缓步走向已被吓滩在地的长毛猪 生死关头长毛猪也变得愈发狠力 竟强自硬撑打算顾忌重施使出他的本命技能大地震裂 然而这一次金振宇并不打算再给他机会 掠起一记态势飞膝指对面门 倒地的长毛猪被金振宇一脚踩在脚下 并且悄然激活了手上那没代表贵族硬张的男爵戒指 随着一道耀眼星芒的划过 从戒指内散发出淡金色象征贵族的恐怖威压 这股威压转瞬便已弥漫全场 让猪怪们心中升起难以抵抗的威慑 最后进入这个普生跪下 到这里也不得不佩服金振宇的计划 原本他是可以先出示戒指亮明身份的 但是为了更好的控制猪群掌握主动 方才特意展露出不可战胜的实力 此时件效果已经达到这才表明 自己需要一名向导的意图 了解了贵族大人的需求后 长毛猪和大鼻猪便当即化身成左右护法 在猪群中15喝6的开刀 当然此时也是游色作为骑士以来最高光的时刻 昂首挺胸地走在队伍的最前方 但走着走着安吉拉就发现不对劲 猪仔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向他撇来油腻的目光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很不自在浑身刺脑 忍不住出言呵斥 谁曾想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面对他的怒斥猪仔们却是各个惊恐万壮的哀求 不要吸他们的血 这一幕引起了金振宇的疑惑 看向安吉拉的眼神意味深长难以言表 安吉拉历史鄙夷地萃了一口金振宇 也让他想起在几年前确实听说过有一伙吸血鬼 曾到过八层对猪群展开了一场图路 估计是因为猪仔的血香教育 其他鬼怪的味道更好吧 说到这还建议金振宇抓几只回去圈养 还别说他的建议竟让金振宇很是一动认真考虑了起来 他俩的谈话自然被周围的猪仔听在耳里 各个顿时都吓出层层冷汗 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一声愤怒的嘶吼 抬眼望去便见几只猪仔从烟尘中激射而出 安吉拉立即出声提醒金振宇注意防范 前方似乎有事情发生 话音刚落一只旁硕无比的猪怪暴怒至极地冲打着猪群 转瞬便冲到他们跟前 长矛和大笔两株立即迎上惶恐地解释起金振宇几人的身份和意图 金振宇也适时地释放出贵族威压 但是这只强大猪怪却是獠牙野猪部落的酋长 拥有抵御贵族硬章的实力 虽是如此但也没有完全抵御住戒指释放的贵族威压 内心此时也升起些许敬畏之意 因为他也知道能拥有吸血鬼的贵族实力都不用想去 便见他语气恭敬地询问起金振宇几人的来源 一番交谈过后得知金振宇几人是想从他部落界到前往七层路口 立即出言阻止 怎料他话音刚落金振宇立刻翻手抽刀做出战斗姿态 吓得他慌忙出声制止表示是因为战争 战争 见此金振宇也冷静下来示意他继续说 原来八层现在正处于混乱的战争状态 如果金振宇一行硬闯的话可能会被困在各方势力之间 即使是一个强大的贵族也会不好通过 想不到事情竟会如此复杂不禁让金振宇感到头大 他要是去晚了可能七层的空迷宫就会落入宋哲的手中 这时猪王似乎是感受到金振宇的困扰 随即出言到他可以出兵分散八层其他迷宫的注意力 并为金振宇一行人开辟出一条道路 他的话立即引起了金振宇的兴趣 微微抬头饶有兴致地看着猪王 他可不会相信猪王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只为讨好一个素未磨面的贵族 果然下一秒猪王便善善地说出了他的目的 他需要金振宇在七层忙完后 再回到八层帮他的小忙 从他这表情上看着小忙肯定是不小 另外这猪王的话到底可不可惜 对此金振宇又该如何决断呢 为了能避开鬼怪的袭扰男子尽找一头猪帮忙 他们的计划是由猪王负责引开鬼怪 而金振宇则答应在事成后帮猪王一个小忙 达成共事后金振宇几人被留在野猪部落稍作修整 猪王则带上他的哼哈二猪去巡视领地做好出远门的准备 毕竟他这趟要吸引八层各方势力的注意力 为金振宇争取至少三天赶路的时间 吩咐哼哈二猪在他离开期间增设人手巡视周边 如玉嫡西只需坚守防御具体抵抗等他回来 因为七层的新红狮子总会时不时地下到八层来袭扰野猪部落 安排好一切的猪王秉退了哼哈二猪 随即深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四肢伏地运转的周身能量 顿时让还没走远的亨哈二猪感到有一股澎湃的能量波动从身后传来 还没等他两回头猪王的身形已击穿岩壁消失的无影无踪 转过身指看到一条身不见底的游道 猪王这两颗大獠牙可真不是白掌呢 再配合他这身恐怖的能量妥妥地打动先锋 随后金振宇一行人便来到猪王为他们打通的游道前 按计划猪王会在八层弄出很大的动静 将吸引周围三天路程之外的野兽及其附近的鬼怪 为金振宇一行人争取出足够安全抵达七层入口的时间 金振宇换出地图确认好方向和路线后 一行人便开始抓紧时间赶路 三天后地下迷宫七层入口处 金振宇一行人虽是顺利到了七层 但一进入到七层就很不走运地陷入到了七层各方势力的混战中 让原本是三方混战的形势 骤然变成了三方势力联合打他们四人的局面 局势万分危机显向还生 但奈何鬼怪数量实在太多 即便金振宇和尤瑟使尽浑身解数保护芸汐 但也难免有所疏漏 眼见鬼怪的利爪就要抓向芸汐 却不想芸汐突然气势骤变 紧接着身形一侧低头躲过回来的利爪 趁势一拳击穿了鬼怪的身躯 怎料做完这一切的 他又很快变回了原先呆萌的母娘 身后的动静自然引起金振宇的注意 心中震惊不已想不到芸汐竟然藏得这么深 同时也庆幸芸汐自己有身手在 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再确认一份 立即闪身来到芸汐身边询问 他是否掌握战斗技能 芸汐闻言乖巧地点了点头 于是金振宇便将手中的大刀递了过去 借过刀的芸汐气势再次咒误 转瞬间以反手的刀跃起轻松拿下一血 又闪身扑杀向其他鬼怪 动作丝滑流畅仿佛杀戮才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 不过金振宇还是担心他会发生意外 吩咐尤瑟继续保护在其左右 游瑟骑士当即就不乐意 不满地指责金振宇区别对待的骑士 其实全场就属游瑟最轻松 化作粘液的他可以无视鬼怪的所有物理攻击 但也消耗了不少身上的暴食碎片 而另一边的安吉拉他的战斗风格 就充满了优雅从容的气质 他所杀的鬼怪体内的血都会被锅离悬浮在宫中 接着又化成血刃射杀其他鬼怪 突然一滴血液溅在其手套上 出于嗜血的本能伸出舌头舔了舔 立马恶心到差点没吐出隔夜血 这时他发现金振宇已闪身到其身后 立刻殷勤地赢了上来告知金振宇 自己这边还要解决200多只鬼怪就可以结束战斗 但金振宇却不想再耽搁下去 战场上的血腥味实在太浓 再缠斗下去的话 血腥味势必会引来更多野兽和鬼怪 便询问他有没有能尽快结束战斗的方法或招式 文言安吉拉历史来了兴致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反倒是扭捏了起来 声称他就掌握这样的招式 就是消耗有点大 自从他得到金振宇的一杯血后 一直很节约地在用 经过刚刚一番激战已是所剩无几了 金振宇见他这般说辞 哪能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此时只能任他拿捏承诺 事后会给他两杯血作为补偿 成功套路两杯血的安吉拉 已顾不上擦拭满嘴的哈辣子 立即双手轰然抬起 瞬间四周的血液 像是受到了召唤一般疯狂卷起 在空中凝聚出一朵妖艳玉堤的血色眉弓 瞬息便将战场上的鬼怪全部绞杀殆尽 不愧是传说级英雄所使出的招式 但安吉拉此时也以泪的面容发自 为了宽慰他 金振宇再次表示自己会信守承诺 给他安排两杯满满的血 当然泪脱向的还有油色 已经顾不上他的骑士形象摆烂在地 突然一阵轰鸣传爱 芸汐脚下的地面竟莫名的军烈弹发 等众人反应过来 芸汐的身形已经跌入地下 不如其来的一幕让金振宇 说过 周身能量瞬间激荡翻影 足下发力满增豪 芸汐消失的位置极略而去 但诡异的是刚刚还塌陷的地面竟恢复如初 即刻命令油色化身 粘液往下挖往下渗透 估计是怒火攻心转头 力声斥责安吉拉没有完全杀死鬼怪 才使得魔法是趁机袭击了芸汐 但安吉拉对魔法和血腥最为敏感 他很确定周围没有任何魔法波动 和生命迹象的存在 然而油色这边同样也没有带回好消息 找遍了地下却依旧没能找到芸汐 但他的一句话却让金振宇震惊不已 因为在地下搜寻时 他连芸汐的痕迹和气味都没有寻到 就像是被地下剑蝎拳吞没了一般 这话让金振宇回想起 自己曾经和妹妹也是遇到这样的塌险 才意外地跌落进了加罗迷宫 难道芸汐遇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同时也有另一个想法在他心中生气 如果真是那样 芸汐她能否会顺利继承到一座迷宫呢 女孩因为不会说话被送上鬼怪的拍卖会 被男子买下后竟意外发现 女孩不但拥有与其系统体配的地图绘制能力 而且在遇到危险时 她也拥有独当一面的苦补实力 就在大家斩杀所有鬼怪放松警惕之时 芸汐竟被注意起来的地链卡线索掩埋 油色当即化成一滩泥液 潜入地下进行搜救 却发现芸汐早已不知所踪 就在金振宇他们急得焦头烂额之时 忽然收到控制系统地图更新完毕的提示 换出地图界面一看竟更新出一些从未去过的地点 想必是芸汐同步过来的地图信息 这不禁让众人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从目前的情况可以判断 芸汐是有八九十被某座迷宫所召唤 就如同金振宇当初被加罗迷宫召唤那段 瞬间从迷宫一层穿越到了迷宫九层 众人立即决定根据地图上的指引出发找寻芸汐 为了加快速度 也为了避免被路途上的鬼怪纠缠 金振宇激活隐身技能一路上飞檐走壁马不停铁 这让我们恐高的游色真切地体验了一把过山车的刺激 一路上下的机外乱叫让金振宇的隐身技能犹如虚设 然而此时心急如焚的金振宇哪固得上他 如果不尽快找到芸汐 他真的会把自己活活饿死 因为从小被奴役的关系致使他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突然安吉拉察觉到前方区域有很多生物在活动的迹象 金振宇立马小心地落在一处峭壁上 通过查探发现是几只规模不小的探险队 看样子应该都是来七层寻找空迷宫的 顺着他们前进的方向金振宇几人也来到了一处营地 然而这里显然是一座迷宫的入口并且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但是看起来却像是分属于不同阵营 双方正吵得面红耳赤一副剑拔弩张的模样 他的老熟人红毛颂哲也在场 估计是双方都想将这座空迷宫占为己有 金振宇笃定这两帮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继承一座迷宫 便懒得躲在一旁看醒了 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找到芸汐 很快几人便根据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座迷宫前 通过安吉拉的侦查确认芸汐的生命迹象就呈现在内 既然如此几人也只好打起十二分小心 踏入了这座处处透露着诡异气息的迷宫 殊不知当几人踏入迷宫的刹那似乎是触动了什么静止 让挂在迷宫顶部的残破小巧面具闪动起圣人的寒芒 进入迷宫的几人也不知道是走了多久 虽然没有遇到什么怪兽 但四周却寂静到能听见心跳 并且越往里走心中就愈发升起一股似曾来过的感觉 于是转头询问尤瑟和安吉拉是否也有相同的感觉 谁曾想身后却空无一人 当即汉毛乍立放声呼喊他二人的名字 瞬间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透露着诡异 因为这两个人不可能毫无声息地消失在他的感知内 强自稳定心神打算换出地图确定方位 怎料却怎么也换不出地图界面 反复试了多次后依旧毫无反馈 甚至发现他现在连寄生模式都无法激活 这让他原本稍稍稳定的心神又陷入了慌乱 恍然间突有一道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告诫他想休息的话就不用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顿时将金振宇吓得瞳孔皱缩 猛然转头却见一名胡子拉叉的大叔正一脸淡然地看着他 见金振宇不为所动 大叔没好气地继续说道 下次想偷懒的时候智慧一声 我帮你忘风 否则被鬼怪发现的话 我们整队人都会被处罚甚至会成为他们的口粮 说完却是宠溺地抚了抚金振宇的头 继续开口说道 你刚刚睡着时是不是做了个梦 梦到自己是迷宫之主 并且被寄生虫附体还长出了像蜘蛛一样的腿和手呀 那不过是一个噩梦而已不必戒怀的 面对他的调侃金振宇从始到终都默不作声 大叔见状便以为金振宇还没从刚刚的睡梦中清醒 便大笑起来自顾自地往前走嘴里还笑骂着 臭小子睡一觉连我这个队长都快不记得了 这时金振宇从其身后正正地回了句 记得 但你是假的 起料话音刚落就被队长掐脸拎起正准备疼爱一番 就在这时有人从身后叫住了队长 招呼他过来为大家继续说昨天未讲完的故事 但是队长却是担心这一大群人消极代工会被鬼怪责罚 紫发男子则不以为因为他早就安排人忘风了 见此队长也不打算在服了大家的兴致开始讲起了故事 其实金振宇对这里的每一张面孔都很熟悉 大家也都一直对他这个在迷宫出生的孩子赵哥有加 从他们这里金振宇了解到 其实地面上有一个跟地下迷宫完全不一样的精彩世界 他们每个人在地面都有着不同的职业过着不同的生活 那位紫发男子曾经便是一名国民偶像 经常跟他讲述作为偶像时的高光时刻 但是紫发男子却在战争爆发时被炸死了 当金振宇想到这时紫发男子的身体竟莫名地炸成一团血 金振宇则无动于衷继续看向一旁的老者 他是一名面包师承诺会给金振宇制作出世上最好吃的面 他也同样在战争爆发时被毒物侵染没了性命 想到这老者的身体竟也同样炸开 还有陆军中士李志硕为掩护队友舍身取义 主厨无痕为了保护他被野兽吃掉 这里每一个被金振宇回想起的人 此时都纷纷在他面前炸成了血污 如今剩下的只有站在身旁的队长 队长这时也欣慰地看向他点了点头 脑海里也回想起队长最后的结局 是被一根怪兽的触角刺穿了腹部死在金振宇怀里的 而金振宇这个名字其实是队长的名字 也正因他的死让金振宇体会到了死亡的含义 沿用队长的姓名或许是他留的唯一念想 毕竟跟队长他们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是金振宇最快乐的时光 很感谢你这个迷宫让我再一次沉浸在昔日快乐的幻觉中 但讽刺的是那也是一段我最不愿回忆的悲惨记忆 很显然这段幻象是这座迷宫根据金振宇内心存出发的 可随着他回忆起队友惨死的情景 让他看破了眼前的虚妄恢复了神志 沉寂两百年的地下迷宫莫名召唤了这名不会说话的女孩 为了解救女孩同伴们义无反顾地闯进了这座迷宫 怎料迷宫诡异莫测 竟让前来解救女孩的同伴身陷幻境不能自拔 若不是金振宇的情况特殊 拥有一段既欢乐又惨碰的记忆 在最后关头清醒过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金振宇看了一眼正在呼呼大睡 怎么也叫不醒个流色 这让刚从幻境中脱离的他不由的心生烦躁 抬手一拳怼进了游色的脸里 另一手强行将其拽起 让一旁头昏脑胀胀的安琪拉猛然心头一颤 赶紧回过神案 不过看她的状态显然刚刚也着了道 可还没等几人搞清楚状况 迷宫涌到深处就残来嘻嘻嘻嘻地更紧 还眼望去竟然是一大群戴着诡异面具的小丑 显然这座迷宫对他们这群入侵者表现得并不友好 见闻的不行打算来武的了 但心中也暗自庆幸这座迷宫没有趁他们陷入幻境式派兵出手 金振宇当即心随意动激发寄生形态 下一秒手臂变化作一簇粗壮恐怖的处须朝小丑击射而去 并从处须上探出数张大嘴将缠绕其中的小丑逐个吞噬 然而这场面不像是在战斗更像是在虐杀线 其实细心的安琪拉早就察觉到了金振宇的异常 从他刚刚为游瑟提供的叫醒服务就可以看出端倪 于是怀揣着小心提醒金振宇在这般摧残下去 这座迷宫恐怕就要坍塌 他的话让金振宇意识到自己状态确实是出了问题 当即收敛心神剔除掉萦绕心头的力气 但嘴上却不承认声称自己并不是个喜欢到处破坏的宝军 然而我们的游瑟骑士当场就提出质疑 结果不出意外地被一记大臂都砸晕后拖着往迷宫的身处走去 在往后走的路上虽也遇到一些陷阱但都不足为体 看来这迷宫除了制造幻境也没其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有惊无险地来到一扇石门前 安吉拉也在这时探测到芸汐的气息就在石门后 闻言金振宇当即激活寄生形态 一拳悍然轰出击碎了石门 是谁刚刚还说自己不是暴力狂的 但显然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芸汐就完好的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样子应该如金振宇预料的那样 自从被传送进来后她就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走上前用命令的语气吩咐芸汐接收这座迷宫 芸汐乖巧地点了点头 转瞬间一张巨大的嘉年华海报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紧接着从内窜出一幅扑克将芸汐高高卷起 似乎是在和芸汐进行同步迷宫数据的操作 这么华丽浮夸的同步也属实少见 不多时代芸汐脸上便浮现出一颗泪痕的印记 想必她已经是完成了迷宫的同步 金振宇立即上前根据她当时接收加罗迷宫的经验 直到芸汐一步步完成了实名认证 几分钟过后这座名为狂翻的迷宫突然亮起耀眼白光 踏时间原本阴暗诡异的迷宫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这一步就意味着芸汐已经和迷宫数据同步重组完毕 金振宇扫视了一眼发现跟自己刚接收加罗迷宫时一样 初始状态的新迷宫内只扩展出了一扇门 接着饶有惊艳地掏出一枚丝荣宝石抛到祭坛上 丝荣宝石的能量瞬间就被祭坛吸收 接下来迷宫将进入为期一天的修复和升级的状态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步了 那就是到了黑心老板忽悠人千脉生气的环节 芸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为了金振宇麾下的第二名骑士 接下来又教芸汐开启传送门的方式 可是无论金振宇如何指导 芸汐始终都是一脸呆萌地看着她 这孩子貌似是真的不会开口说话 反倒弄巧成拙开启了金振宇的传送门 下一秒多米就探头探脑地出现在传送门了 一番交谈后得知眼前这座迷宫是芸汐所继承的 多米立即化身成多米妈欢喜的抱起芸汐 就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现在看来这一趟来七层的目的也算基本达成 但宋哲那边的动向她还是打算去了解一下 便交代多米让黄龙和蒂亚留守在这座狂欢迷宫 芸汐就先带回加罗迷宫好好照顾吧 至于悲催的油色那就有点可怜了 这一趟消耗了不少暴食分身 导致整个身形都小了好几圈 也不忍再继续驱使她便也放她回去休养了 只带上安吉拉赶往宋哲发现的那座迷宫 此时那座迷宫外依旧是围着很多人 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让安吉拉没入她的影子后 她自己则激活隐身技能潜入了营地之中 在里面晃悠了半天也大致摸清了来龙去脉 其因是有人发现了这座空迷宫 但以宋哲为首的探险队一来就打着探索协会的名号强行霸占了迷宫 并对试图靠近迷宫的其他探险队进行了粗暴的驱赶 这才引起了冲突 了解差不多后金振宇也不禁对这座迷宫产生了兴趣 便故意露出破绽 让人发现了她这团飘逸不定的黑影 趁时闹出了很多动静 让探险队以为有一只速度极快的怪兽潜入了营地 果然外面的动静引起了迷宫内宋哲的注意 以为是其他探险队的人又来闹舍 吩咐士兵守护好路口便气冲冲地走出了迷宫 其料他前脚刚走金振宇就已闪身到了士兵身后 出手拍云两名士兵后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厅 这家伙该不会是也想让安吉拉继承一座迷宫吧 吸血女鬼本是地下世界的战利天花板 而如今却为了两碗血所折腰 心丹情愿陪着男子闯入这座戒备森严的迷宫 干净力所拍云两名守卫后 金振宇便大摇大摆地顺着涌到朝迷宫大厅走去 奇怪的是一路上既没有遇到陷阱也没有分叉地走 更是没有见到支撑迷宫核心的构建 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座小迷宫而已 可到了迷宫大厅金振宇才意识自己原先的推测可能是错误 因为此时不论从大厅墙上徽章的规格 还是祭坛的知识都不难看出 这座迷宫原先至少是三级以上的存在 现在只是沉寂或者是自我休眠才降作二级左右的状态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激活了侦察之眼 下一秒便有一道鸿芒在眼中一闪而逝 果然有惊喜 祭坛内似乎藏有什么好东西 立马加大侦察之眼的功率扫向祭坛徽章上的裂缝 透过裂缝能隐隐看到其内透出悠悠的红芒 通过控制系统的分析瞬间让金振宇为之一惊 祭坛内藏的竟是这座迷宫的核心中书 下意识地伸手触碰却传来一股剧烈的排斥感 显然是这座无主迷宫拒绝了他的印记 这时安吉拉也凑上前查探了一番 随即提醒金振宇如果任由迷宫核心在此休眠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被外面的人给重新激活 说到这时正正地看了一眼身旁的金振宇 他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 这要是被人类掌握激活迷宫的方法 很可能就会形成一股新的势力 势必会让人类世界掀起抢占迷宫的风暴 到时候地下世界和人类世界将会爆发一场争夺地下迷宫的大战 念及此处金振宇当即激活寄生形态 猛然探出叠加了硬化技能的触须 制足强行将休眠的迷宫核心掏出 核心也似乎像是感觉到致命的威胁 瞬间爆发出激烈的抵抗之力 一时间整座迷宫地动山摇并且伴随着阵阵的攻击 这感觉像是恐怖的深渊巨兽即将横空出世一般 让在场的所有人神色聚变惊惧万分 以此同时宋哲也察觉到身后迷宫的异常 立即召集人手准备进迷宫查探究竟 他们的行动立刻让安吉拉所察觉 慌忙提醒金振宇加快速度探索协会的人马上就要进来 文言金振宇顿时神情一鸣 运转周身能量将寄生形态催发至极致 庞大的能量如同崔库拉朽般瞬间将祭坛猛然轰碎 身形趁势往里一进一把将核心牢牢握入手中 控制系统也在这时传来以强行提取迷宫核心的提示 此时涌道内的宋哲带着大票人马距离大厅仅剩寥寥几轮 怎料等他们跨进迷宫大厅的瞬间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心跳都不由地露了一排 豁然孕育忍是一只争鸣至极的骨骨巨兽 就在他们愣神之际巨兽已张开血盆大骨扑咬过来 该说不说跟在宋哲身边的这群人战斗素质也确实高 竟还能摆起阵形做出应对之事 但他们拿顶得住眼前巨兽的野蛮冲撞 摆好的阵形瞬间便被冲得支离破碎 巨兽的处须更是卷起树人的身体抛向门外 迷宫内爆发的动静立即吸引了迷宫外所有的目光 正当他们疑惑之时从内赫然传出各种声嘶力竭的惨叫和求救声 下一秒宋哲几人的身影便从滚滚烟尘中激射而出 狼狈地跌落在地 宋哲来不及多想惶恐地吩咐手下做好战斗准 话音刚落那只恐怖巨兽就从迷宫内窜出在众人跟前 可转瞬间巨兽便又在众目睽睽之下钻回了迷宫 这一幕顿时让众人摸不着头脑 是嫌弃他们这群爬虫太弱小懒的搭理吗 或者是说只要不进入迷宫打扰到他就行 宋哲身旁队友见状询问是否要对巨兽进行追击 历史引来宋哲的怒骂 刚刚他可是切身体会了一把巨兽的强大实力 凭他们这些人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能捡回一条命都算烧高香了 哪里还敢继续作死 当场下令收拾行囊撤离此地 毕竟他们的营地已经暴露在巨兽眼前 肯定是不能继续留在此处驻扎了 迷宫深处内 此时的金振宇以历劫地趴附在地上呕吐不止 寄生虫也被他这么一岛给完废了 陷入了休眠状态 刚刚短短十几秒的形变 不但对他还是对寄生虫来说都是巨大的复额 幸好是成功下退了迷宫外的那些人 固然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防止宋哲杀回马枪也步步地研究迷宫核心的用途 必须马上离开这座迷宫 但却不是回家罗迷宫 而是返往八层去兑现当初与猪王约定的承诺 来到八层的獠牙野猪不落 哼哈二猪自然也是知道他和猪王的约定 便第一时间将他领到猪王跟前 再次见到猪王却是让他悚然一惊 几天未见想不到猪王竟落成这副惨状 三道害人的伤疤竟从头部一直延伸到了胸前 并且巨大的獠牙也断了一颗 气息也变得萎靡不振 正坐在王座上酣睡 询问哼哈二猪后才得知 当初猪王为了帮他引开八层的鬼怪 却意外遇到了从七层下来的死对头心红狮王 两人当即大战了一场 最终以两败俱伤的局面结束了战斗 金正宇顿时产生了疑惑 不是说猪红狮王每次来就是抓几只猪打打牙剂就走吗 也不至于这般以死相拼吧 又经过哼哈二猪的一番讲述才了解其中隐情 只因猪红狮王为了躲避七层的战乱局面 竟不惜消耗大量迷宫核心的能量 将他的整座迷宫从七层搬到了八层 而且八层之所以陷入战乱 大部分原因是那些躲避七层战乱的鬼怪 来到八层后引发的领地之争 这时他们的谈话声惊醒了猪王 见到是金正宇立即强忍伤痛就要起身寒暄 但他的动作牵动身上的伤势顿是疼得直抽抽 金正宇连忙出言制止了他的动作 表示自己是如约前来履行承诺的 同时也开诚布公地说明他在七层时损耗过大 要是让他出手斩杀星红狮王的话 他将自愿成为金正宇的麾下骑士 猪王自然知道成为贵族的骑士意味着什么 但为了整个野猪部落得以生存维系 他也别无他法 希望以这些条件为砝码能打动金正宇 果然在听到猪王的话后 金正宇顿时有些异动 然而在伤言伤金正宇此时也没有立即表态 默默地在内心里权衡利弊 但还是想再试探一下猪王的态度 于是态度略显巨傲的坦荫道 以猪王当前的实力和野猪部落的情况 他很难判断出这些能为其提供多大的价值 反之也一样 猪王凭什么认为他有能力保下野猪部落 听到这猪王立马神情正色 语气也豁然变得严肃 你是第一个获得贵族印章的九层人类 并且凭借仅建立半年的迷宫 就成功击杀了洪水龙王捣毁了巨龙迷宫 接着又是一顿彩虹屁把金正宇吹得天花乱坠 最后连金正宇都听不下去让他赶紧打住 但也不得不说猪王确实是对他吉加罗迷宫都做了详尽的背调 如此也可以判断猪王确实是早有搬离八层的打算 似乎能看出金正宇的态度有所松动 猪王趁势又卖起了一波惨 如您所见野猪部落没有我的话根本就无法运作 这群猪仔成天也就知道吃喝睡其他的啥也不会 还要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会被强大的鬼怪猎杀 接着又自朝道他曾经也是这样 但是为了守护猪仔改变不足的秘密 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奋起抵抗 这才在一次次战斗中魔力蜕变成如今的模样 但仅凭他一个人强称终究是孤目难知 这样的日子让他早已疲惫不堪 最后更是表露出他敢以虚弱状态接见 骑士也是在赌金正宇会不会趁机向他出手 但他说完金正宇便陷入了沉思 安吉拉则是建议金正宇接收猪王这股势力 至少猪王的实力绝对属于迷宫八层巅峰的存在 金正宇也恰是看重这点 当即决定收下猪王作为他的第三位骑士 但是眼下还不是野猪部落迁移至九层的时机 因为他感到九层也即将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 他的话让猪王一下就联想到了亡灵君主 这让金正宇很是诧异 想不到猪王连九层的局势也有所了解 其实是亡灵君主为了研究嵌合体 已经残害了个层中的不少族群 让他早已名声狼藉 所以双方约定好等九层的形势稳定后 会派人过来协助野猪部落搬移至九层 因此丁主这段时间就老实待着养伤 以防御为主不要再贸然出门引发战争 随后在猪王的感恩戴德下转身离开 回到地面就第一时间来到奸商这里打算兜售宝石 霸气地甩出一袋丝绒宝石让奸商给折现 怎料奸商一见面就绘声绘色地给他描述近期在夜内疯传的消息 一只强大的深渊巨兽赶走了宋哲他们霸占了迷宫 看着图片上这份杀爹牛丸一大利面 金正宇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行变后的样子会被刻画成这副模样 连忙敷衍几句借机岔开了话题 接着奸商又饶有兴致地问他在七层是否有所收获 就比如继承了一座迷宫又或者目睹其他人成为迷宫之主 他当然是有所收获甚至亲眼目睹灵溪继承了迷宫的全过程 但这些属于隐秘不可能会和外人说起 于是装作没好气的样子告诫奸商 继承迷宫可不是像随便点一个案件那么简单 见此奸商也失去再问下去的性质 掏出一张名片说是有人要找他见一面 金正宇疑惑的结果名片一看 是一个名为迷宫开发的组织 居然还是隶属于官方的机构 顿时暗自心惊自己究竟是做了什么事引起了官方的关注 便故作漫不经心地询问起奸商对方的来意 对此奸商也没有隐瞒说是这人是鹰胎介绍过来的 他们希望找到你谈一个大项目 具体是什么项目对方却不愿透露 表示涉及到国家机密希望与你见了面后再详谈 说到这却见金正宇眼中谋光一变 手中的明天正是化作飞灰 这一幕让奸商很是诧异想不到金正宇会是这样的反应 对此金正宇只是淡淡地表示 最近累了暂时没有下迷宫的打算 实则是他自己手里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 没时间参与其中 随后跟奸商结算完宝时的款项后转身离开 另一边黄龙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狂欢迷宫的王座上 然而小脑府蒂亚则被他贴在墙上 估计是为了防止他继续拆家吧 突然一道空间裂空凭空出现下了黄龙赶紧正惊危坐 下一秒金正宇的身影就走进了迷宫 看了一眼被贴在墙上手舞足蹈的地牙 当即就警告黄龙再如此带娃就把他镶在墙里当活吧 吓得黄龙立马言辞凿凿的表态再也不敢 这时狂欢迷宫的房间内走出几只兔子 他们是随着狂欢迷宫的升级被召唤出来的一击是否 站定在芸汐跟前等待主人的指令 但芸汐这一脸猛圈的蒙啊 让金正宇猛然意识到大事不妙 不会说话的芸汐根本无法对兔子侍从发号施令 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上 一把抱起芸汐沉生向兔子侍从下达了绘制附近地图和建造储藏式的指令 怎料刚刚还一脸正惊的兔子竟都化身成桀骜不驯的流氓兔 最令金正宇上火的是兔子那副对他嗤之以鼻的模样 无计可施的他只能在原地无能狂闷 这时安吉拉从旁提醒他何不利用贵族权威来摄政 摄政 对于金正宇这个出戈来说这可是个新词 一脸困惑地看着安吉拉示意他继续说 其实摄政是贵族用于控制麾下骑士的一项技能 但这样的话基本就属于剥夺了芸汐对迷宫的控制权 听到这看了一眼身旁木讷呆滞的芸汐 似乎也别无他法 沉思片刻后问向芸汐是否同意他摄政狂欢迷宫 芸汐没有半分犹豫点头答应了下来 一位从小被鬼怪奴役的女 竟意外被地下迷宫选中成为主人 但因不会说话导致无法关于迷宫 金正宇只好使用摄政技能接管芸汐的迷宫 通过芸汐的授权 金正宇当即就接管狂欢迷宫 第一时间就公报丝绸将那几只流氓兔收拾了一半 趁着这会儿闲暇研究起这座迷宫 发现摄政芸汐的这座迷宫后 贵族应章竟然得到了提升 冯逼等贵族升至了下层贵族 获得的好处则是增加了肯招募骑士的人数 可拥有作为摄政王统治一座迷宫的权限 就在金正宇内心为此高兴之时 却无意见瞥见多米正不要前世的网祭坛里 匡匡到宝石 多米妈对自家孩子的迷宫是真上心 对此金正宇也只能夸他干得好 但转念间也想到自己不可能时刻守护在芸汐身边 何不给他这座迷宫升级 这样也能让芸汐的自身能力得到提升 拥有更多自保的手段 换出操作界面消耗25枚宝石将狂欢迷宫升至三级 顺便也消耗200枚宝石将加罗迷宫也升至六级 这迷宫升级的间隙便也不再责罚那群兔 安排他们去修建出一间存储室 等迷宫升级成功后就能立即投入使用 这次兔子们都不敢误逆他的指令 接下来金正宇打算召唤出一些士兵作为迷宫的防御力量 怎料唤出迷宫界面后他愣着 仅是二级的狂欢迷宫就能召唤出四种兵种 当初加罗迷宫二级时只能召唤仆人和守卫 但很快他就发现不对 这迷宫的军队组织结构似乎有些一言难尽 分别是逗乐的小丑 炫酷的杂耍者 愉快的技巧者 刺激的吟唱者 这些是兵种吗 这玩意儿能对敌 怕不是来搞笑的吧 这么一说小丑还真就是来搞笑的 单从兵种和介绍上看的话 这简直是派对上的热场气氛组啊 忍不住问向身旁的多米 饶是多米见多士广也表示未曾见过 但是多米妈可不会说自己女儿的东西不好 只能忽悠自己的老板说是每个迷宫都有自己的专属技能或特质 专属技能吗 文言金正宇将信将疑地点开另一个窗口 想不到还真如多米所说 确实有一个叫做节日狂欢的专属技能 这个技能将在迷宫部队击败足够的敌人后被激活 技能可以提高士兵20%的速度或攻击力 但都以牺牲10%的防御力为代价 乍一看这技能似乎还不错 但到了最后却是牺牲迷宫一半的防御力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要真到了那样的生死关头激活这样一个技能还真是需要魄力才行 如此看来有小规模战斗的话 只要激活这个技能的二级效果就好 届时只需要牺牲10%的防御就能达到很不错的效果 如果是遭遇到大型战斗或战争在酌情开启更高等级的效果 理清这个专属技能的用法后 又实在是忍不住好奇将四个兵种分别都召唤出一名来 随着话音落下便有四道身影依次出现在其身前 抱着一把琴的吟唱者 手里耍着手雷的杂耍者 套着脉轮的技巧者 反手握刀的小丑 如果单从脉象上看个个都挺有模有样的 但是都却不合适拉到战场上作战 要说是阻一只潜入敌后的赶死队倒是可以 就在这时金振宇在控制页面上已经新发现 竟又是一个名为甜蜜梦境的迷宫专属技能 但这个技能必须要在迷宫内或者在迷宫的传送门附近才能击伍 立即回想起当初几人在迷宫陷入幻境时的情景 应该就是着了这个技能的道 这个技能用来打游击 对付数量少且强大的敌人应该非常有效 但在大规模战争中就毫无用武之地 因为没有这么多迷宫能量来维系这个技能的消耗 到此金振宇也算是想明白这个迷宫为什么要被人遗弃了 他真的是个难以驾驭的迷宫 想到这他突然很好奇继承迷宫后的芸汐 在激活这个技能会是什么效果 于是指着黄龙那个憨憨示意芸汐对其施展甜蜜换剑 然而随着技能的激活 黄龙却依旧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通过系统提示才得知居然是能量不足 要将技能作用到黄龙身上 净消耗423点的迷宫能量 金振宇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这家伙的实力在加罗迷宫排名第三 属于三星级的英雄 没办法只能连哄带骗让黄龙解除 他那一身变态的防御灵甲 黄龙虽然憨淡他不傻立马感的好无奈 自从跟着这个老板要不是自己皮操肉后 估计都活不过三级 现在又让他无条件解除防御 简直是太欺负龙不让龙火了 但破于无良老板的威压也只好照做 马上芸汐就以迅雷不及而响叮当之势 对他施展了技能 瞬间一道闪动着猛男粉的光束将其包 让黄龙盾敢龙族祖脉觉醒全身充满了力量 扬言要以龙族后裔的身份统治这世间的一切 这家伙内心愿望还真是浮夸对自己的认识一点都不深刻 对此金振宇很无奈的喊来临唱者给他来上一曲 随着琴弦的波动让黄龙顿感一股厚重的负面情绪笼罩全身 让他呼吸困难步履蹒跚 仿佛是被整个地下世界所抛弃的失败者 黄龙情绪的连番巨变 让金振宇意识到这迷宫如果用好的话 或许能在战争中起到奇效 吩咐多米转告丽莎绘制出狂欢迷宫周围的地形图 重要的是隐藏好通往迷宫的通道避免被鬼怪或人类发现 他打算近期全力对这座迷宫进行升级 因为这将扩大他的战争策略部署范围 两周后加罗迷宫成功升至六级 狂欢迷宫也升到了四级 让金振宇的领地又扩大了不少 连带自身实力也得到不小的提升 是时候发起对亡灵君主的征法了 便将尤瑟换来打算派他去给亡灵君主下战书 然而金振宇的举动让尤瑟认为是多此一举 直接探查对方的地形和活动规律 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的伏击战多好 为什么要以下战书的形势去约战 让他有了一周的准备时间 难道就不担心他找到盟友一起对战我们吗 说着还很是比喻地朝地上吐了口祸 此番举动惹得金振宇怒急瞬间闪至身前将其一把拎起 怎料那口祸目进化做一个小流色 正在地上张牙舞爪地叫嚣着要与亡灵君主开战的话 顿时让场面陷入尴尬 金振宇也意识到是个悟 信心地放下游瑟给他解释起自己这么做的用 实在是因为他对亡灵君主和亡灵君团的了解实在是太少 根本无从制定战斗计划 所以才想以这样的方式让对方行动起来 然后才能见机行事见招拆招 就在这时丽莎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大厅 很少会看到丽莎这般惊慌失措的模样 能让丽莎如此慌乱地估计只能是亡灵君主 询问是否是亡灵君主已经打上的来了 对于这个结果他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怎料丽莎却惶恐地表示来人并非亡灵君主 而是十一层的一方霸主钢铁巨人脱离伯爵 安吉拉的上一任主人 男子凭借强横的实力在地下九空成为了组一一方的霸主 但他这股惺惺的势力很快就被雷给地下更深层的强大鬼怪所寄予 如今更是按捺不住找上门来 死里逃生的丽莎第一时间就将钢铁巨人入侵的消息告知给了众人 听到这个消息安吉拉顿时惊恶失色 直呼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 因为直至他离开迷宫十一层识人还处于战乱之中 钢铁巨人是不可能会在这个时间节点离开自己的迷宫的 但丽莎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就在不久前 加罗迷宫的整支前哨侦察队都被钢铁巨人所服录 双方实力悬殊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所幸的是对方并没有痛下杀手 并且自己之所以能逃脱应该是其故意而为之 另外跟钢铁巨人一起来的还有黑商和拍卖会上的似义 通过丽莎的描述金振宇推断这几个人的出现 明显就是冲着他加罗迷宫来的 至于他们到此的目的看来只有见了面才知道 但也不敢掉以轻心必须有所应对 立即吩咐加罗迷宫全员戒备做好战斗准备 金振宇的举动立时让安吉拉怂然一惊 神情慌乱的上前劝阻金振宇放弃徒劳的抵抗 因为在面对钢铁巨人士 即便是亡灵君主和洪水龙王家一块上也只有被虐的份 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逃吧 此时的安吉拉显然是乱了方寸 见此金振宇只好说出自己之所以下令戒备 只是为了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冲突所作的准备 况且从钢铁巨人对待丽莎的态度上看 他似乎并不像是来引发战争的 也刚好趁此机会评估一下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见金振宇执意如此 安吉拉只能无奈地叹了口 但随后又一脸郑重地告诫金振宇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都不要对钢铁巨人表露出敌意 昆岩已经按照指令完成了兵力部署 而多米也按金振宇的意思 将黄龙 尤瑟 蒂雅 芸汐几人都送去狂欢迷宫 这样即便加罗迷宫这边就算发生了战争 也影响不到他们几 金振宇随即换出系统界面 关闭了暴石和狂欢两座迷宫的传送门 时间仓促他只能把眼下能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就是近等钢铁巨人的到来 很快随着地面传来的一阵激烈症 众人心不由地提到了嗓子眼 安吉拉近金句的弓声跪下 此时寄生虫也像是感受到有致命威胁正在靠近 拼命地向金振宇传递出立刻逃跑的讯息 然而寄生虫这股惶恐不安的躁动 却被金振宇运作能量强行压制 寄生虫为了活命只好调转全部能量 将他的身体强化到了极限 并暂时关闭金振宇的痛觉感应神经 当然这种无敌的状态对于能量的消耗是特别大 金振宇默默承受极限寄生模式带来的压力 眼神默然地看向不远处开口说道 很高兴见到你 钢铁巨人 令人尊敬的脱力伯爵 话音刚落一座巨大的身形就出现在众人眼前 金振宇嘴里一边说着魅心恭维的话 眼睛则在默默地打量着这个浑身透露恐怖威压的钢铁巨人 这家伙身形比成年的地狱之珠都要大上好几倍 几乎快和驾罗迷宫的城墙一般高了 看着着实让人内心发怵 金振宇依旧强自镇定心神不露一丝胆怯 接着却话锋一转质问脱力伯爵此番不请自来的举动是意欲合为 然而心里却在默默祈祷脱力伯爵不要瞥见他城墙后部署的伏冰 金振宇这番不卑不亢甚至还有些巨傲的言语 让从始至终一直谦卑跪地的安吉拉心头一颤 忍不住从后小声提醒他慎言 怎料金振宇雀头也不会静止大声说道 我说过我不会表现出敌 但并不代表我会表现得像个会被人轻视的懦夫 他这话不单单是为了回复给安吉拉 同时也是说给脱力伯爵听的 因为他根据安吉拉之前阐述11层眼下的局势 已经隐隐猜出脱力伯爵此行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收编他及其他手下掌控的势力 果然脱力伯爵在听闻他的话后 退去了面部的盔甲露出刚毅的面容 神情冰冷淡漠地抬起手 控制系统立即提示高等级贵族印章被激活的讯息 瞬间一股铺天盖地的威压轰然降 触不及防的威压顿时将亚罗所属压的趴附自己 金振宇此时也是承受着莫大的威压 感觉自己肩上被压上的千军重担 若不是寄生模式先一步强化了他的身体 估计他也不出意外的趴附在地了 同时也让他真切地意识到 自己与脱力伯爵的差距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之上 但他依旧毫不示弱地抬眼怒视脱力伯爵 兴许是下马威的效果达到了 又或者是出于对金振宇的欣赏 这股威压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脱力伯爵收起 你很不错 至少比诗层的那群垃圾强一些 说完话后便再次将面容演入盔甲中 怎料金振宇似乎不买账 再次直言不讳地开口问询他此行的来意 因为金振宇知道对方此番到来肯定有所目的 并不是单单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力 脱力伯爵并没有立即接过金振宇的话茬 反倒是先夸奖起安吉拉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主人 随后再巨傲地表达出愿意将金振宇收作任他摆布的棋子 为此他会给金振宇提供所需的一切帮他壮大实力 金振宇立即出言拒绝 然而他的拒绝似乎在脱力伯爵的意料之中 又或许是金振宇在他眼中只是一颗可以随意左右的棋子 根本无所谓金振宇的态度 仿佛一切都尽在其掌握之中 会在不久的将来入侵并占领尼宫九层 说着便自顾自地转头离开了 对此金振宇也放下狠话让脱力伯爵尽管放马回来 下次再见必将今日所受的屈辱讨要回来 这是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在其身后响起 竟是黑商和拍卖会上的那名司仪 让金振宇心头一沉 难道是黑商组织也对加罗迷宫有所企图 像是看出金振宇此时的心情不佳 司仪也不多废话开门见山地道明了原因 此次拜访的目的是想和他谈一笔大买卖 组织上出于对这次交易的重视 特意派他上门洽谈的 可怜的黑商不过是这次会面的带路人而已 说着便将瘦小的黑商一把抛飞 紧接着说出一个让金振宇未知一惊的消息 那就是亡灵君主为何没有在洪水龙王死后 就第一时间现身搅乱风云呢 据他们掌握的消息 亡灵君主已经制造出一只实力恐怖的欠河体 也因此暂时需要相当的时间进行训练和成长 还没等司仪把话说完 金振宇心中就暗道不妙 因为他回忆起在他杀死洪水龙王后 黑商就第一时间上门收购走了洪水龙王的尸体 而且从四义的话中不难猜出尸体必定是被亡灵君主买走了 男子在地下世界盘踞一方称王称霸 却不想竟被告知有一股恐怖势力对他窥探一惊 不日将率军大举来犯 其原因还是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的 顿时让金振宇心中懊悔不已 如今只能庆幸自己当初将洪水龙王的头颅未给了寄生虫 不然后果将更加严重 但他现在更想知道的是黑商组织的态度 不可能平白无故找上门来就只为分享这么个信息 心中不禁猜测对方的目的 是打算趁机胁迫又或是落井下石呢 于是强忍着怒火沉声询问黑商组织此行的真正目的 然而深谙人心的思义自然也是猜到他此时的想法 当即表态黑商组织会从始至终保持中立 并安慰金振宇收受洪水龙王的尸体 只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商业行为 黑商组织要的也很简单仅是为了平衡而已 平衡 文言金振宇顿时一乐 心中千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富匪暗中两边通吃搅乱风云竟还大言不惭地说平衡 突然神情一领回不未来 毕生质问黑商组织到底给亡灵君主透露了多少 关于加罗迷宫的情报 让其赶紧事无巨细的复盘与亡灵君主的交易细节 否则将不会兑现先前的承诺 许是想不到会被金振宇不留情面的当面点过 肆意居然难为情的眼面拧捏了起来 随即出言宽慰金振宇不必担心 他们不过是透露了点关于加罗迷宫人员规模的情报 但对于金振宇他们可是将亡灵君主的底牌都给透露 以此狡辩他们的天平是向金振宇倾斜的 随后更是为了缓解现场的尴尬气氛 吩咐黑商回去后立马写一篇五千字的道歉信送过来 可金振宇岂是这么好呼吻 又逼着他说了不少关于亡灵君主的情报 时间很快又过了一周 加罗迷宫众人都被召集在议会大厅做最后的战前解报 除去留守迷宫的基本防御力量 这次一共组织调牌600名加罗守卫 100名加罗弓箭手 80名加罗狂战 60名加罗牧师 50名加罗法师 30名加罗侦察兵 20名加罗萨满 最后还有一百名加罗骑兵 实打实的千人军团 人数相较于悲伤组织透露给亡灵君主的数量 整整高出三倍之多 接着多米便在金振宇的示意下讲述近期收集到的 关于亡灵迷宫的情报 亡灵一族是通过亡灵君主注入 尼公门然后复活的尸体 亡灵君主则拥有他们的绝对控制权 这些被复活的亡灵又分为低级 高级还有嵌合体 低级的亡灵没有自我意识 仅能执行简单的命令 但数量庞大是亡灵军团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战争中就是拿来充当炮灰或肉盾的角色 而高级亡灵则是由那些生前就是强大物种的尸体复活而成的 各个都拥有蛮横的实力 他们被有序地打乱混在低等亡灵的队伍 主要负责攻坚和精准打击 最后就是被亡灵君主用洪水龙王的尸体精心改造而成的嵌合体 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嵌合体暂时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所有亡灵都具备免疫心理异常 疲惫和痛苦的特性 所以要对他们进行有效击杀 唯有攻击头部大脑才行 接着丽莎又汇总报告了近几日侦察到的情报 据脚鼠传回的消息得知 数量庞大的亡灵军团分为一前一后两个军团 正在朝暴式迷宫的方向进发 看来果然如司仪所述的那样有了强大的龙王嵌合体 亡灵君主势必会主动率兵进攻 既然如此金正宇也决定不再像先前那般打被动的防御战 这次决定主动出击 因为从司仪纳得知黑伤组织给亡灵君主透露的情报 是在与洪水龙王交战后一个星期的 肯定意料不到在这两个月内加罗迷宫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早已是兵多将果 所以打算利用两者之间不对等的信息插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于是决定兵分三路协同作战 已经先派出尤瑟带领第一军团正面对战龙王嵌合体 文言安吉拉一脸的问号 话说尤瑟已经出发了 那坐在他身边这个睁着眼睛睡觉的憨憨又是个什么鬼 他自然也是尤瑟 只不过是留在迷宫里作为通讯器使用的分身而已 所有暴石分身都拥有集体智慧能将所见所闻实时传递给尤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尤瑟和龙王嵌合体将在两天后爆发战争 届时尤瑟将会按计划涉服将龙王嵌合体困住 而金振宇将会亲率第二军团在适当的位置伏击亡灵君主的主力军团 这时多米则带领第三军团直奔亡灵君主的老巢四季盗走他的迷宫核心 为了确保多米的安全及其任务的成功 金振宇将整支加罗骑兵都调拨给多米 并且郑重地嘱咐他千万要小心行事 如果遇到两支以上的嵌合体必须马上撤退并入第二军团 因为无论王嵌君主又或是王嵌弥宫的核心 都是维持王嵌军团运转的重要设备 所以只要打掉其中一个 都会对这场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如果计划失败了所有人都不得恋战 立即退守至加罗迷宫 金振宇交代完所有战略部署和计划后 当即向昆岩下达全员奔赴战场的指令 昆岩立即领命走出一回大厅 向所有加罗战士做起了最后的战前动员 就在这时金振宇叫住了丽莎 现在是你复仇的时候 希望你倒是不要有任何由于 否则砍下他头的人将会是我 金振宇留下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后 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思绪万千的丽莎 他隐忍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亲手血刃亡灵君主 为死去的精灵族人报仇血恨 两天后 我们的第一骑士游瑟大人此时心中很是疑惑与惊惧 说好的只需打败几具不足为道的尸体就可以撤退的 但眼前这具迈向十分凶悍的尸体似乎与期望并不相同了 显然金振宇又给自己的第一骑士下套了 面对大举来犯的亡灵大军 黑心领主却只派出麾下第一骑士独自前往应战 此时尤瑟正孤身面对数以千计的亡灵军团 为首的是亡灵君主麾下的最强战力龙王倩和体 如此困境让尤瑟依旧流露他那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神情 同时嘴上还不忘夸赞着龙王整龙后 确实是比原来看起更顺眼了 却不想他的问候镜迎来龙王倩和体的轰然一招 见识不妙游瑟慌忙跃至一旁 虽然此时贵府在地的姿势让他略显狼狈 但也总算是躲过了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殊不知他的身形已来到了亡灵军团的脚边 下一秒一把利斧就已经劈在他的头上 然而游瑟的本体是一摊可以无视所有物理攻击的名义 只见我们的游瑟骑士一脸无所畏惧的怒斥 你们打算用这些废铁阻挡游瑟骑士前进的步伐吗 怎料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见龙王倩和体口中闪起药引鸿芒 历史让他精具万分浑身细胞都想透体而出 转瞬间一道鸿芒已朝他击射而来 游瑟刚刚所处的位置已然被激烈的爆炸扬起了满天烟尘 然而却迟迟不见游瑟的身影窜出 正当龙王倩和体也感到困惑凑上前查探之时 游瑟的身影突然从烟尘中显现 瞄准龙王倩和体的大头就是兜头盖脸的暴击 势大力尘的一击顿时将龙王倩和体打得栽倒在地 该说不说游瑟能作为义工之主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紧接着只见游瑟一把取下挂在身前的黄色补兜 脸上露出一脸的奸笑 真以为本骑士是一个人来的吗 打架比人多我从来就没怕过 就让你看看我收集了几十年的暴氏军团 仔细一看口袋内赫然是无数油色模样的暴氏分身 随着油色的一声令下从口袋内窜出遮天蔽润的暴氏分身 这些个暴氏分身一边面部猙獰的飞扑向亡灵军团 嘴里还一边嘟囔着要将亡灵军团统统吸水熬汤 就这样犹如陨石般砸落在亡灵军团的阵营里 将亡灵军团掀得人养马翻 也不愧是暴氏一族是真不挑食啊 一个个直接上牙逮着亡灵骨头就开始大口大口地硬砍了 与此同时龙王倩合体似乎也意识到场面失控 头上再次闪动起药眼鸿芒 下一瞬便有几道鸿芒击射而出炸爆了眼情的暴氏分身 油色哪能惯着他栖身而置一脚踹出打断他的技能 另一边由金正宇轻率的第二军团 也在这时收到油色与龙王倩合体开战的讯息 这完全出乎了金正宇的意料 想不到油色那边这么快就开战了 反观他这一路大军急行了两天愣是没追上亡灵君主的主力军团 既然油色那边开战了 他这边的情况就变得相当紧迫 必须尽快找到亡灵君主的主力部队并将其拦紧 否则不但会使油色陷入险境 并且他的全盘计划都会被打乱陷入被动的局面 但现在他还面临着一个困难 那便是经过这两天的急行 麾下将士都顿感疲惫 如果马上投入战斗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战力 这时安吉拉建议先让军团原地休整 他们这几个主将则轻装上阵继续追踪亡灵主力军团 如果发现亡灵军团后再开启传送门将大军传送过去 然而金正宇转面便将这个提议给否划 因为传送门只要开启必须得等24小时后才能关闭 并且在战场附近开启的话 无疑也给敌人直奔几方老巢的机会 风险太大一个操作不当那将是灭顶之灾 文言安吉拉只能信信作罢 接着金正宇又询问游瑟是否有把握解决龙王嵌合体 对此游瑟也不是很有把握 依照暴石一族的作战习性通常是一边打一边吃 以此来一战养战 但是这些光板眉毛的骷髅实在是没啥营养 吞噬他们对暴石分身的补充简直是微乎其微 并且龙王嵌合体的本体是洪水龙王拥有龙族近乎变态的防御灵甲 真要想灭了他估计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摸 如此看来只能是期望游瑟能尽量拖住龙王嵌合体 等待金正宇的增援 这是游瑟分身向金正宇传达由多米带领的第三军团 大概还需两个小时就能抵达亡灵迷宫 这消息又让金正宇郁闷了 事情的进展太快了 本以为加罗骑兵驾驭笨拙的洪水龙会行动缓慢呢 没想到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这让第一次执行三方会战的金正宇顿感头大 真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禁让金正宇又再次在心中复盘起这次作战的全盘计划 就在这时被派去前方探路的丽莎回报 在前方不远处的山谷里发现了亡灵军团的主力部队 并且还确认到亡灵军主就在其中 眼下看来今天这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 当然时间紧迫也容不得他多想 立即下令全军立即赶往预定伏击位置先占据有利地形 务必在多米对亡灵迷宫发起进攻前锁定胜局 不然当亡灵军主意识到老巢被端视 势必会孤注一掷强行开启传送门回援亡灵迷宫 届时多米率领的第三军团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所以这场战争金正宇决定速战速决 随即叫住丽莎 我本想将亡灵军主交由你亲自解决 但考虑到当前的危机情况 就由我来亲自出手吧 很快随着一道低沉悠长的进攻号角响起 丽莎立即命令弓箭手进行第一波无差别的密集残射 差时间数百只重剑齐刷刷地射向亡灵军团的前排阵营 下一秒亡灵军团的阵线顿时被轰的七零八落 然而很快亡灵军团也发起了疯狂的攻势 却都被加罗军团部署的马其顿方阵抵挡在阵前 剑撞金正宇立即示意守卫吹号下达决盾推进的命运 便见方阵勇然一阵击退了压阵的亡灵士兵 紧接着方阵下层的动态一层 便见有加罗狂战窜出扑杀底在阵前的亡灵士兵 然后又瞬间缩回方阵之内 有加罗守卫继续抵顿前移 犹如一道密不透风的钢铁城墙 正朝着亡灵军团中军的位置移动 让被抵挡在外的亡灵士兵根本无计可施 经过连番操作此时距离亡灵君主的宝座已经很近 这时金正宇的传令号角再次响起 丽莎当即下令让弓箭手换上捆绑烟雾弹的箭矢 一声令下数十道箭矢立即冲天而起 转眼便准确地落在亡灵阵营 新出一条直达亡灵君主坐前的通道 并且炸开的烟雾弹也同时发生了作用 阻拦了亡灵战士的视线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亡灵君主顿倒不妙 正打算施法应对 怎料金正宇的身形已闪现在其身后 一把抽出手中长刀 眼神中透露出冰凉且嗜血的杀意 虽然你是交易的一部分 但却不论死活 说完当即一跃而起 挥刀斩向满脸金句的亡灵君主 亡灵君主还未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便已被一分为二 面对如潮水般的亡灵大军 男子竟丝毫不慌 趁着烟雾弹的眼睛 孤身杀至亡灵君主坐前 互由分说运转全身能量 静止抽到跃起 在亡灵君主惊恶的目光中 将其一刀斩杀 然而这一切似乎也太顺利太简单 却又隐隐透露着一股 说不出道不明的诡异 顿时让金正宇深感过安 正在他思索间 一众亡灵已经扑杀至近前 身形一闪躲过亡灵的攻击 怎料这一举动 顿时让他灵光乍现 笃定自己确实是着了亡灵君主的道 因为亡灵君主拥有 亡灵一族的绝对控制权 如果他被杀亡灵们 便会恢复成没有自我意识的骷髅 而不是像现在这般 对他发起针对性的攻击 虽是想明白这点 但内心依旧隐隐觉得 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忽然察觉有一道 沙哑晦色的声音 从亡灵士兵中传出 寻声望去竟是 混在亡灵君团中的 一支在普通不过的亡灵士兵 但其身后却浮现 象征亡灵君主的魂环 觉察到金正宇的目光 亡灵君主便也不再伪装 扒了开挡在身前的亡灵主 出来 孔石嘴里发出嘲讽般的自信 而金正宇则是秉承一贯 能动手绝不避避的作风 再次挥刀斩去 怎料下一秒 亡灵君主的绩效 却又在深厚形起 加罗之主 我不是那种 会马上诉诸暴力的人 但我会让你体会到 被绝望支配的文具 面对亡灵君主的诡异手段 金正宇虽然此时 心中惊骇不已 但也没有乱了方存 暗自传音给安吉拉询问情况 毕竟吸血鬼一族 也同样深谙亡灵技术 确实如他所料的那样 安吉拉从战争开始之前 就察觉到不对劲 感到有一股微妙的能量 弥漫着整个亡灵君团 亡灵君团所散发出的生命力 但诡异的是 这股生命力似乎都属于 同一个人所散发的 生命能量波动 简单地说 就是亡灵君主这个疯子 将自己的灵魂撕成碎片 植入到战场里的 所有亡灵身上 所以只要还有一只亡灵没死 亡灵君主就可以通过亡灵复活 如此匪夷所思的技能 让金正宇顿感头大 因为自己这里 迟迟不能解决掉亡灵君主 会让多米和油色的处境 变得愈发威胁 但眼下情况想要短时间 解决亡灵君主 看来是不可能了 如今只能是改变战略 尽量将其拖住 反观亡灵君主 依旧是饶有兴致地 戏耍着金正宇 随意地在亡灵军团中 表演着鬼上身的杂技 金正宇也很配合地 将被上身的亡灵给逐个击杀 同时暗中 给安吉拉下达参与战斗的指令 转瞬间 安吉拉的身影 立即化作一道血液 从她的影子里窜出 此时飞至半空悬停的 安吉拉心理却犯了难 这些亡灵基本都是 光板眉毛的骷髅架 能力用来催发血族技能的血液太少 但索性低等亡灵的战力 极低对付起来并不费事 与此同时 安吉拉的出现 对于丽莎来说 却是一个信号 当即转身对法师团下达 配合安吉拉同时 发起进攻的命令 下一瞬几坨巨大的冰雕 在亡灵军团中拔地而起 转眼汇聚成 一只数十米长的恐怖兵蛇 在亡灵军团中肆意游走碾压 金振宇淡默地看了一眼 战场上被杀得人羊马翻的亡灵 随即转过身神情肃目地说道 不到一个小时 你的亡灵军团便会化作满地补扎 届时我看你还要怎么懂 怎料金振宇的威胁亡灵军主 却不以为意 依旧发出他那沙哑难听的善笑 如果你也认为 我如外界所传的那样 仅是靠低级亡灵为主力的话 那便是太可笑了 说话间亡灵军主身后的魂环 固然光芒大射 紧接着一道身形藏杂的巨兽 嘶吼着从地下仰然窜出 另一边由多米率领的第三军团 已到达预定位置 根据丽莎侦察石流下的标记 亡灵迷宫应该在前方不远处 但作为向导的角鼠 却感到一丝一长 因为他曾与丽莎一同 深入敌后侦察过亡灵迷宫的所在 并绘制过路线图 清晰记得当时能从这个标点处 就能眺望到远处 那满是墓碑和尸骨的亡灵迷宫 就连当初绘制的地图上 也标示着亡灵迷宫就应该在那里 而如今眼前竟是空空如也 这时多米提议何不前去一探究竟 但昆岩却是担心 可能会是亡灵君主布下的陷阱 正在几人一筹莫展之时 多米又想到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亡灵君主 已经被金正宇所杀才导致的 文言让身为脑残粉的昆岩大为认可 立即打消了可能会有陷阱的疑虑 下令加罗骑兵全军行动 虽说这番举动有些自我安慰的成分在 但眼下的处境 他们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很快多米几人就来到了亡灵迷宫园址 但仍如先前那般一无所获 而且在附近都未发现有屏蔽魔法的波动 但角鼠向导却仍然坚信 亡灵迷宫就曾在此树立 因为在这他发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 作为打动专家的角鼠通过现场勘查 发现隧道是近期才出现的 但困惑的是这么大的隧道 又不像是人工开挖的 多米似乎是听出他的话中意味 你的意思是亡灵迷宫被工程兽移走了 角鼠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心里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因为这个猜测实在是太疯狂 连执掌加罗迷宫的多米也觉得不可能 那得需要多少只工程兽才能拖走迷宫 与此同时被亡灵君主从地下召唤出的巨兽 竟拥有比洪水龙王还要巨大几倍的恐怖身形 身上还布满了坚硬的灵甲 透露出的气息更是彪悍无比令人望而生畏 他的出现致使加罗军团出现了人员伤亡 但更让金振宇气恼的是 死亡的加罗卫士正在蜕变成亡灵战士 必须马上采取措施阻止这只工程兽才行 当即向安吉拉下令在空中对巨兽进行袭扰 以此吸引巨兽的注意力 然而这次安吉拉却不听同指挥 静止飞落在金振宇身旁 主人 这家伙并不是工程兽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可能就是亡灵迷宫 文言金振宇顿时骇然万分 就连心跳都不自觉地露了半排 再次举目看向巨兽 那巨兽背负的巨大十字架下方 确实是有一座建筑 并且还有那被巨兽护在胸前的发光物体 不正是一颗散发幽毛的迷宫核心吗 没人能想象得到这座传说中的亡灵迷宫 迷宫的核心中枢 与此同时像是为了印证安吉拉的猜测一般 从巨兽的骨骼缝隙间 窜出数不清的亡灵战士加入到了战场 而且从亡灵身上散发的气息来看 各个都属高级亡灵 见此金振宇心中暗道不妙 从迷宫巨兽的攻击路线 和刚加入的那批高级亡灵 可以推断加罗军团的右翼阵线 肯定会在短时间内沦陷 当即心里便有了决断 虽然她的内心极度不愿将云熙牵扯进战争 但眼下情况危机 并且因三线作战真的是无人可用 只见她翻手间一道闪电冲天而起 让站在高处的丽莎立即心领神会 转头向云熙下达增援军团右翼阵线的指令 一脸蒙的云熙蒙圈地点了点头 下一瞬金振宇便撇见了一群 飞红色的身影从山上俯冲而下 是云熙带着一众狂欢迷宫的士兵杀进右翼阵营 这才让她的心稍稍稳稳定下来 也在这时安吉拉的疑惑声音从旁响起 主人 按理说像云灵君主那种随意变换身体的诡异技能 不可能这么多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 所以很可能不是她本身所拥有的技能 而是云灵迷宫赋予她的能力 她的疑惑不得不引起了金振宇的重视 毕竟安吉拉可是弟弟世界的土著 而且他们吸血诡异族一直都在为弟弟深层的君主服务 见识自然是比她这个半道出家的迷宫之主多得多 如果真如安吉拉推断的那样 就能解释亡灵君主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将迷宫巨兽带上战场的原因 这一发现让原本无计可施的金振宇看到了转机 因为作为迷宫之主的他知道 只要是涉及到迷宫的专属技能必定会有一些限制 那么这些限制便是他能否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 但眼下情况紧急容不得他们去慢慢探究具体限制 那么就又到金振宇最拿手的环节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屈膝蹲下 下一秒胡下发力猛登地面 身形借力一跃而起直奔巨兽胸前的迷宫核心 但他的意图似被巨兽看穿 猛然挥爪向他抓来 攻势被祖金振宇只能翻身落在七手背之上 随后再次借力猛登 顺手还解决了几次足拍眼的亡灵钉 转眼身形便落在迷宫核心进前 就在他以为核心即将手拿把掐之时 一声力气摩擦地面的声音从旁藏起 平时拋墙的战斗意识猫腰跃至一旁 这才躲过了来人的偷袭 但他可是个有仇必报的主 立即趁对方身形还未落地 立马挥刀劈向这人的后背 怎料对方的后背像是长了眼 头都没回就静止抬刀割挡 这一手绝技顿时让金振宇悚然一惊 意识到这人是个高手 接下来仅是瞬息间两人就以交手数十招 一时间打得难分高下 能有这样的伸手金振宇已经肯定他必定是欠和体 便不想与他再做纠缠 激活寄生模式控制树枝处须将其牢牢束缚 趁此间隙身形一闪朝控制核心抓据 突然察觉一道黑影裹挟着灵力威势从旁砸来 恐怖的威势让他瞬间放弃正面硬钢的想法 借着落地的瞬间足下用力猛灯退到几米开外 带稳住身形抬眼看去 有两道高大的身影横刀利盾挡在迷宫核心跟前 怎料这还没完 竟又从烟尘中走出一手吃法杖的身影 不由分说抬手换出一道绿芒朝金振宇指外 让他顿时有一种直面生死危机的错觉 紧接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 安吉拉便见金振宇的身影从爆炸中击射而出 下一秒满身烟尘的金振宇便落到了他身旁 主人 你受伤了吗 所幸金振宇反应迅速仅是受了些皮外伤 起身看向不远处的亡灵迷宫说道 在里面遇到三只强大的人形嵌合体 随即安吉拉也寻着方向望去 看到了金振宇所说的那三道身影 怎料这一看却让他发现了一样 主人 快看他们的耳环 怎会和丽莎戴得一模一样 丽莎也作为随军将领参与到战争中 她终于是等到了复仇的这天 可就在这一刻她双目圆盾满脸的不可置信 因为出现在亡灵阵营的那几道身影是她的三位兄长 暗夜精灵的三名最强战力 当初为了救她被亡灵君主摄服抓住后生死不知 想不到竟被制成欠和体落的这副模样 猛然回过神的丽莎再也按耐不住怒 立马拔刀冲进亡灵阵营 全然不顾危险一心只求能马上救出哥哥们 果然还是出现了金振宇担心的一幕 立即转身招呼安吉拉 安吉拉当即心领神会训 冲出 在亡灵怪兽巨斧落下的瞬间先一回救下了丽莎 但丽莎此时俨然已经被仇恨冲锋了头脑 即便是被安吉拉撸起 也要奋力地将手中长刀朝亡灵君主抛去 遗憾的是长刀仅是贴着鞭落在了亡灵君主腿旁 亡灵君主一把抽出刀 口中发出嘶哑难听的善想 当初本就是不意放你离开 如今却又自己找上门来送死 这话引起了金振宇的疑惑 因为他知道亡灵君主为了研究嵌合体 若是四处为非作歹抓那些拥有强大实力的物主 事实上亡灵君主也并没有说谎 当时就是抓住丽莎后部射陷阱 为了就是抓捕暗夜精灵的这三位最强战力 有了这三位自然不会去在意丽莎的存在 怎料下一秒被亡灵君主附体的亡灵士兵便被一团血雾脚碎 是安吉拉气不过出手所为 只因丽莎的悲愤让他感同身受 可安吉拉的举动似乎挑起了亡灵君主的怒火 这次竟已真身出现在几名精灵嵌合体身后 下令迟钝的精灵嵌合体去对付安吉拉 并准许其使用灵魂魔法进行攻击 话音刚落还不带安吉拉 就被一道魔法光束猛然击飞 重击之下使得怀里的丽莎也脱手而出 红空中重重地摔落到地面 就在丽莎墙忍着剧痛艰难地撑起身子时 一道高大的身影便落在身前 是他那位拥有三级英雄实力的大哥 身形立马也被这次大力尘的一脚抽飞撞到岩石上 与此同时金正宇正想起身救援丽莎之时 顿杆身后有一道凌厉的近风哗来 果断横剑转身格挡 可让他惊恶的是明明挡住了来人劈来的刀 但手臂却炸起一道血剑 立时让他怒火攻心轮起长刀发起猛烈的还击 紧接着瞅准对方的破绽趁机一跃而起 身形闪至机密开外 此时心中震惊不已 对方竟能在刀上附着锋利的刀芒 当即不敢再大意激活灵甲覆盖在其身上 并且开启侦察之眼扫向对方 随后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系统显示对方竟是传说级的英雄 就在他愣神之际白发精灵突然双手持剑悍然劈出 凌厉恐怖的刀芒转瞬就已席至眼前 来不及多想身体本能下腰一躲 可他身后的亡灵就倒霉了 被恐怖的刀芒犹如草芥般狠狠收割了一大片 怎料就在他力要挺起的瞬间 白发精灵的刀芒便又接踵而至 电光火时间他只来得及激活寄生模式 身形便淹没到了对方的金氏刀芒中 安吉拉在空中目睹了这一幕 忍不住惊呼出声 但这也让他发现了一场 回想起自己刚刚中的那一招和眼前的一幕 让他心中不禁升起了困惑 因为他知道亡灵生物是不可能兼容灵魂魔法的 因为亡灵魔法和精灵一族的灵魂魔法是相克的 不可能兼容的 就在陷入困惑之时 殊不知针对他的袭击已经在悄然酝鸟 而且准备对他出手的精灵魔法时 更是拥有传说二级英雄的恐怖实力 下一瞬铺天带地的灵魂光波 就向着安吉拉机射而来 转瞬已射到其眼前 历史让安吉拉惊绝万分 立马迅速化作一道血光 在密集的光波中穿梭逃避 却无意间被核心处亮起的光芒吸引 当即了然 就是亡灵君主操纵魔法时对他发出攻击的 翻手换出一颗血色光波 愤然朝亡灵君主抛去 却不想这道光波竟被亡灵君主 随手幻化的盾牌挡下 但这一下也打断了亡灵君主的操纵 便不再有光波向安吉拉写来 趁此间隙他环顾了一下战场 不由的大吃一惊 从这三名精灵嵌合体施展的能力上看 分别拥有战斗 魔法 疗伤再生等能力 简直是无懈可击的完美组合 他必须得赶紧把这些发现告诉给金振宇知道 只见他双手结印一颗传声魔球 豁然形成 下一秒就飞到金振宇身边 主人 那几名精灵估计并没有完全死去 闻言金振宇当即心头一颤 这一份神力时让他再添心伤 主人 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体已经死了 但灵魂依旧还在 不然是不可能施展出灵魂魔法的 之所以听命与亡灵君主 应该是被催眠洗脑了 听完安吉拉的汇报 金振宇心中便已有了大致的计划 瞅准机会将白发精灵一脚抽飞 便在战场上寻找丽莎的身影 因为他这个计划需要丽莎的配合才行 以此同时迟钝的那名精灵 已经走到丽莎身前 危机时刻连忙招呼芸汐去将丽莎救出 收到指示的芸汐立刻调转能量 转瞬就如不明显的箭矢冲向丽莎所处的位置 等等 金振宇似乎是抓住了什么关键所在 嘴里嘞喃着芸汐 洗脑 迷宫 这些关键词串联到一起 当即让他幻然醒悟 立即运作周身能量震出一片开阔的区域 紧接着身后的空间 像是被撕裂一般出现了一扇大门 系统提示也在这时响起 你已进入狂欢迷宫的领地 没错 金振宇竟在战场上召唤出狂欢迷宫的入口 随着一声怒吼响彻周边 芸汐 快快施展甜蜜梦幻 三名精灵王国的最强骑士 曾发誓要用一声来守护他们的公主 可如今却要向他们的公主痛下杀手 只因他们被邪恶的亡灵君主催眠洗脑 制成了没有思想只懂杀戮的欠和体 眼看身负重伤的丽莎即将命丧当场 金振宇立即让芸汐出手救出丽莎 看着芸汐急速飞出的身影 让她瞬间捕捉到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 那就是要唤醒那三只被洗脑的精灵骑士 让他们恢复清醒重新拥有自主意识 而芸汐继承的狂欢迷宫 不正好就有一个能让人陷入曾经美好回忆的技能吗 希望以此唤醒精灵被蒙蔽的意识 虽然她也没有失诚的把握 但为了救下丽莎并且摆脱战场上的劣势 她当即决定放手一步 冒险在战场上开启狂欢迷宫的传送门 这正是施展这个技能的先决条件 但风险就是如果这场仗打输了 亡灵君主必定趁势通过传送门占领狂欢迷宫 但眼下已顾不了许多 玄机向芸汐下达施展甜蜜梦幻的指令 这让原本打算一把掳走丽莎的芸汐 当即翻手施展出甜蜜梦幻 公主殿下 城堡外面很危险 你不能总像这样不打招呼就偷偷溜出来 我才不怕 我有你啊 丽莎的骑士 你会一直这样守护我的 对吗 好吧 公主殿下 这也正是我找过来的原因 我将成为永远挡在你身前的护盾 永远 永远做你的护盾 就在这时丽莎的意识被拉回了现实 一眼就认出了眼前之人就是丽莎 就是她承诺要守护一辈子的公主殿下 在看向被自己高举过头的盾牌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当即一把丢下手中盾牌 惊慌失措的跪倒在丽莎身前 公主殿下 你受伤了 在流血 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深深的自责与悲痛 让她都不敢再伸手触碰丽莎 只记得当初公主殿下被亡灵君主抓住后 以此来要挟他们三人就范 她终于想起来了一些过往的记忆 知道了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亡灵君主的残害 当即转身对着亡灵君主所在的方向 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却不想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后一转 整个人不受控地被撞击到岩石之上 激荡起的漫天烟尘正好阻挡了亡灵君主的视线 让她什么也看不清 但疑惑的是刚刚好像有道声音叫她来着 但找不到声援她也索性不再理会 便打算抬手继续控制精灵法师对付安吉拉 她的举止也让安吉拉顿时松了口气 因为很是担心芸汐那边的状况被发现 然而芸汐那孩子的心智还未恢复 显然也不会帮着打掩护 她必须先设法帮着那边打掩护才行 可思索间针对她的魔法攻击又在凝聚 她只能赶忙闪身躲避 与此同时芸汐正将丽娜尔踩在脚下 但清醒后的丽娜尔却以为芸汐是亡灵君主的仆人 正要做出反抗之时 幸亏安吉拉的传声魔球及时出现 并且在表明是朋友的身份后 也告知了她现在的真实处境 你已经是死去的亡灵 如果被亡灵君主发现一样会被切断能量来源 到时你将真的会不复存在 又或者会被她重新洗脑后再派去攻击丽莎 闻听这话才让丽娜尔强忍下满腔怒火 她真正担心的是自己会被洗脑再次伤害丽莎 眼看安抚好这边 传音魔球就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知给了金振宇 提议趁亡灵君主没有发现之前 尽快对另外两名精灵施法唤醒他们的意识 想法是好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 刚刚那一下已经耗尽了狂欢迷宫的全部能量 但也只需要芸汐向狂欢迷宫下达积攒能量的命令变可 但在此之前芸汐还要做一件事 那便是继续假装和丽娜尔缠斗的模样 趁机将丽娜尔送到对面峡谷藏起来 因为对面峡谷在亡灵迷宫的后背 这样丽娜尔才不易被亡灵君主发现 得知计划的芸汐乖巧地点了点火 雷吉毫不客气地将丽娜尔一把揪起 运转能量猛然抛飞 她的身形也跟着激射而去 像是两人缠斗在一起激战的模样 横跨了整个战场一路打到了亡灵迷宫的后方 然而安全打垒的丽娜尔 此时还一直在牵挂的丽娜的安危 她可是发过誓要一辈子守护公主殿下的骑士 恰在这时有一只亡灵士兵走到丽娜跟前 轮起刀就要劈下 电光火势间丽娜尔连忙抬手 射出一道灵魂魔法 瞬间便将亡灵炸飞 与此同时亡灵君主也发现了 耸立在战场之中的传送门 意识这或许是金振宇为针对他正在策划的阴谋 并且也察觉到对丽娜尔的操控 连线正变的越来越弱 甚至在战场上都看不到丽娜尔的身影 当即悚然一惊紧剔起来 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行 便立即向迷宫巨兽下达前去摧毁传送门的指令 迷宫巨兽的行动立马让金振宇查队大推移 心中暗道糟糕 看了一眼控制系统 狂欢迷宫的充能才紧到了27% 眼下必须想办法拖延时间才行 可仅仅靠他显然是难以做到 然而正当他打算呼唤安吉拉过来协助时 便见到安吉拉正在密集的光波中来回穿梭躲步 忙得很 而芸汐也正忙着应付前哭后继的亡灵士兵 可他这边的战况也不容得他有半点分身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 知道他们计划的利纳尔再也安耐不住 身形一闪突破亡灵巨兽的手臂 嘶吼着朝亡灵君主杀去 他的突然倒戈顿时将亡灵君主吓得不轻 见此一幕的安吉拉顿时神情一致 那个白痴在搞什么鬼 不是让他不要出现吗 他这么做不但毫无意义 也会提早暴露了我们的计划 可谁又能理解利纳尔清醒后 内心所承受的煎熬与自责呢 曾发誓要守护公主的精灵骑士 却亲手将公主打成重伤 然而在被云熙的魔法唤醒后 利纳尔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悲痛 决心弥补自己犯下的过程 身形一闪突破亡灵巨兽的手臂 嘶吼着朝亡灵君主杀去 利纳尔突然的临阵倒戈 着实把亡灵君主吓得不轻 但很快他又恢复了龙境 他一边轰隆地避开利纳尔的突袭 另一边又在脑子里思索着对策 因为深暗亡灵魔法的他知道 灵魂在受到重大刺激时 是有一定几率能恢复自我意识的 也知道刚刚清醒的灵魂 内心会充满了各种可怕的负面情绪 只要稍加刺激就能被扰乱心神 使精神陷入崩溃 届时便再次进行催眠操控 把握住问题关键的亡灵君主 当即以丽莎为隐去疯狂的刺激利纳尔 果然丽莎就是利纳尔的软肋所在 历史让本就愧疚难当的利纳尔 陷入到无边的自责当中而无法自拔 见时机成熟 亡灵君主当即施展亡灵魔法 企图趁虚再次控制利纳尔 但他忘了精灵一族精通的可是灵魂魔法 在已恢复精神的情况下 又怎么会被人轻易操控 并且利纳尔被他这一刺激 心中因自责已萌生出死至 下一秒一道威视惊人的灵魂魔法 从利纳尔的身躯里破体而出 利纳尔的身躯转眼便被炸得粉碎 不如其来的变故 让亡灵君主当即陷入癫狂 因为每一件嵌合体在其眼中 都是他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 如今在他眼前碎成一地骨扎 又岂能不让他心疼 然而更惊悚的是 从燃烧的灰烬中生成 一道近乎实质化的灵魂体 没错 就是利纳尔的灵魂 是以燃烧肉身为代价 形成的强大魂体 与此同时金振宇也察觉到 洞窟内的变化 因为就在刚刚一直 与他激斗的白发精灵 不知为何突然停下 向着洞窟的方向垂首树立 就在他对此深感疑惑之时 安吉拉的身影 也在这时落到了他的身后 主人 那是精灵族独有的灵魂进化魔法 想不到精灵一族 都已沦落几百年 竟还能将这个魔法流传下来 这是一种被他们视为圣祭的魔法 能阻止灵魂进入精神领域 强行留在现实世界 而代价则是会彻底消失 没有了转世轮回的机会 虽然这么做 会使魂体拥有强大的法力 但却又无法保留长久 所以这个魔法更像是一种陷阱 而那名白发精灵之所以会停下攻击 应该是心有所感 做出下意识观理圣祭的行为吧 另一边 亡灵君主对于丽纳尔的变化 似乎并不以为意 认为丽纳尔之所以放弃身躯 不过是想摆脱他的操控而已 如今更是变成一个即将消散的魂体 又能对他构成什么威胁呢 所以此时即便是丽纳尔 已经来到他的身前也不以为然 怎料丽纳尔突然抱起抓住他的魂环 就让我来净化掉你这肮脏的灵魂吧 这话顿时让亡灵君主大惊失色 同时也意识到不对 以为魂体的丽纳尔 怎能触碰到他的身躯 这简直已经超乎了他对魂体的认知 就在他反应过来想要挣脱束缚时 已经为时已晚 丽纳尔已经启动灵魂自爆 待烟尘散尽却只见亡灵君主的身影 怎料下一秒亡灵君主竟也随之倒下 不如其来的巨变让两人呆愣当场 是丽纳的士生哀嚎将他们拉回了现实 丽纳疯狂地拍打于护盾 维利不停地喊着丽纳尔的名字 他不明白丽纳尔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这位曾经信誓旦旦承诺 要守护他一辈子的骑士 又再一次抛下他独自离去 画面回到金振宇这边 安吉拉发现随着亡灵君主的倒下 被他控制的亡灵也陆续出现了瘫倒的情况 显然是没有了亡灵君主的能量维系 又重新成为了普渣 这么看来亡灵君主的灵魂和利纳尔 真的是一起同归于尽了 然而金振宇却发现战场上 仅是一半的亡灵倒下 而且白发精灵这时 也一脸狠利地转头看向两人 那就意味着亡灵君主还没有真正死亡 必须按原计划尽快摧毁亡灵迷宫 确实如他们所料 利纳尔的自爆 仅是摧毁了亡灵君主三分之一的灵魂 这会儿正在迷宫核心的作用下 缓缓恢复 从亡灵君主的表情上 不难看出这次的势力 让他的心情很是郁闷 他现在要宣泄要毁灭 要发现心中的怒吼 随着他的怒吼 灵魂也与迷宫巨兽融合在了一起 迷宫巨兽的形态也随之发生形变 调整成适合搏斗的作战形态 金振宇知道 接下来他面对的将是一场硬仗 仅是一个照面的碰撞 金振宇就能体会到他的强大 不论从力量还是速度 他都比洪水龙王要强上一个档次 然而对于金振宇来说 最大的威胁并不是他 而是这位神出鬼没的白发精灵 有他从旁袭扰自己 根本无法专心对付亡灵君主 而安吉拉现在又被精灵法师缠住 根本脱不了身 唯一能对付他的手段 就是云西的甜蜜梦幻 但还处在充能之中 心里想得此事 如果杀戮有助于对迷宫的充能就好了 然而他内心的想法 似乎让云西心有所感 使得他停下手中动作看向战场 金振宇正依靠灵活的身法 与云灵君主游走缠斗 接着云西又看向了安吉拉 他正与精灵法师在空中摇摇对峙 随后又看向丽莎 但显然丽莎还没从悲痛中清醒 一通观察似是了解了战场上的形势 于是他决定要做些什么来帮助大家 只见他先是煞有介事地闭上双眼 随后右手翻腾结印 双眼也随之化作星红 仅是瞬间包围在他周围的云灵 就被涂露在一片血光之中 他本是金振宇在鬼怪拍卖会上 解救出来的人类女孩 之后又在机缘巧合之下 成为了地下世界的迷宫之主 如今更是在与亡灵君主的大战中 为金振宇化解了多次危机 随着云西的悄然施法 金振宇就猛然发现 冲门界面的数十竟开始飞机飙升 转眼就与冲门完毕 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与此同时安吉拉却莫名感到一股心急 仿佛自己已被某个恐怖的存在鬼难 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可转胜这种感觉又如潮水般褪去 旋即惶恐地看向四周 却只看到一脸茫然乖巧的云西 但很快又察觉到异常 因为刚刚还鬼巢汹涌的亡灵君团 此刻竟都消失不见 连半点骨扎都没留下呢 正要出声询问云西时 便突然传来金振宇的大声呼和 让云西立即对金灵法师师 斩出甜蜜梦幻 云西对金振宇的话自是言听计从 当即隔空对金灵法师师 斩出甜蜜梦幻 猝不及防的施法 让金灵法师立马就着了岛 只见他神情一致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 见此情形 安吉拉决定先拿他出出气 毕竟这家伙刚刚可是 将他打得满地乱窜弄得很是狼狈 翻手搓出一团不知名的 红色液体多像金灵法师 这就有点尴尬了喂 还是说甜蜜梦幻 并没有对精神力强大的法师起作用 下一条金灵法师 猛然抬手换出一条精神锁链 安吉拉此时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立即被吓得语无伦次 等等 你不是被催眠了吗 锁链攻击的对象竟然不是安吉拉 而是禁止射向正宇白发精灵缠斗的金正宇 可还未等金正宇反应锁链 就将白发精灵缠得结结实实 原来这条锁链是芸汐借助精灵法师的手段施展出来的 目的是为了能让白发精灵共享到甜蜜梦幻的效果 果然刚还在拼命挣扎的白发精灵 突然两眼失神平静下来 雷纳格 这下你可算是得偿所愿当哥哥了 没错 精灵皇室终于是迎来了一位美丽的小公主 快看呀 这小家伙他笑了 笑得就像春天的阳光那般灿烂 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快乐 所以让我们保护好他 让他一直这样开心地长大了 画面一转 两位精灵因为长时间没有动物 已经让亡灵君主察觉到了不对劲 给他的感觉就像先前的利纳那般 他不允许同样的失误再次出现 当即加大了魔法书 给起初重新定制两位精灵 却不想他的施法 在已经恢复意识的精灵法师面前 不过只是个小儿科 仅是随手幻化出的一道魔法光波 就将亡灵君主的施法击溃 见此亡灵君主当即心中一合 操控亡灵巨兽猛然拍向白发精灵 他已经决定要毁掉这不听话的谦和体 见识不妙的金振宇立即闪身跃道一边 怎料一遍抖 丽莎的身影竟在这时突然奋起冲向白发精灵 全然不顾金振宇的出言制止 是的 丽莎怎么可能再次眼睁睁地看着哥哥死去 可认由丽莎如何嘶吼呼喊 白发精灵却始终像是没有恢复意识那般无动于衷 眼前的一幕让金振宇都有些错落 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没见丽莎两人逃离 却不想突然从亡灵巨兽的指缝剑窜出草草里 下一秒随着几道道挡覆 瞬间便将亡灵君主的手臂砍退 丽莎好久不见 你怎么还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女孩啊 雷纳德还是像以前那样宠溺地摸着丽莎的脑袋 可随后又话风一转 脸上充满了不舍与自责说道 我的时间不多了 抱歉 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 但我会用我所有的一切补偿你的 为你今后的人生贡献一点力量 接着又看下一堂的金振宇说道 人类 请帮我照顾好丽莎 相信你也知道先前与你交手并非我本地 你很强 差点就击败我了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信任 丽莎她是我们精灵族的皇室成员 听到这金振宇虽然明白她是在灵中脱孤 但点名丽莎的皇室身份是几个意思 难道是想让她下台让丽莎当老大 但金振宇并没有发火 只是面色却稍显难看地说道 在加罗迷宫我们不论出身排辈 丽莎现在已经是我的侦察队队长 不过我可以保证 只要她遇到危险 我都会不为生死保护好她 听闻金振宇的承诺雷纳德 似乎才放下心中的担忧 由衷地向金振宇道了声谢谢 随后将丽莎紧紧拥入怀中 在其耳边轻轻地名难道 丽莎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话音刚落雷纳德的身上 就忽然生疼起灵魂之火 等丽莎反应过来却已为时已晚 转眼间雷纳德的身躯 便如燃尽的火焰般随有消散 难道又是精灵一族的灵魂进化 然而不同的是 这股能量竟将丽莎牢牢包补束缚 而金振宇的控制界面 也在这时被系统提示疯狂刷屏 二级英雄丽莎正在进行觉醒 但因一些条件受限而被拦截 可这是卡啥罢了吗 这种情况以前他可从未遇见了 正当金振宇一筹莫展之时 精灵法师突然就出现在其身后说道 这是雷纳德打算用自身的灵魂之力 为丽莎强行开启的觉醒一事 希望她的觉醒能帮助大家度过这次危机 说着精灵法师也挥动其手中魔掌 她的精神魔法顺息化作 条条晦涩难懂的符咒 将丽莎的身躯包裹其中 像是在帮丽莎突破阻拦她觉醒的进步 为了能让妹妹觉醒成为传奇英雄 以化作亡灵的哥哥不惜燃烧自己的狱困力 为妹妹强行开启英雄觉醒一事 当金振宇还有精灵法师 正在忙着帮丽莎突破觉醒进步时 殊不知亡灵君主已从中感受到了危险 心中当即就萌生了退役 可这还没有到生死存亡的地步 她怎么会就想逃了呢 原来早在亡灵君主还是个小谷扎时 只要感觉到势头不对 她就会毫不犹豫地脚底抹油 因为她一直奉承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的道理 这也是她将灵魂碎片分散到亡灵身上的原因 这或许是她在这仓库的地下世界里觉悟的生存法则 马上随着她的心念传送 每个拥有我派灵神窃片的亡灵 都瞬间收到了用尽一切办法逃离战场的信息 只要能成功夺序 亡灵君主就能借客重生卷主再来 然而亡灵君团的异常动作立即让安吉拉察觉 马上将这个发现告知给了金振宇 金振宇立即就意识到这是亡灵君主的算计 可他此事根本无人可用 只能吩咐安吉拉尽量阻止亡灵的逃散 而金振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 阻止亡灵君主对觉醒一事的破坏 说话间亡灵君主的剧长已悍然拍下 可精灵法师又在维系稳定觉醒一事 根本无暇顾及 当即回过头呼唤金振宇回房 见状金振宇立马激活寄生模式的同时 阻止双腿 豁然蹲下借力猛灯 趁着击退亡灵君主的空荡 金振宇再次嘱咐安吉拉 务必要挡下任何一只想逃跑的亡灵 可亡灵君主又岂能被他俩轻易阻拦自己的计划 立即还以颜色换出数以万计的怨灵席向安吉拉 躲闪不及的安吉拉瞬间就被怨灵淹没 然而安吉拉也不愧是传奇级英雄 身上的红色皮肩顿时化作血色漩涡 将附身怨灵纷纷去散 显向环升的一幕看得金振与冷汗直流 对了 我们的宝贝芸汐呢 芸汐似乎是先前消耗过大 这会儿正舒服地躺在地上盖背呢 当前真真是无人可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悬崖上的加罗军团 一点点地被撤离的亡灵军团冲溃 现在只能期盼加罗军团能扛住多拖延一段时间 可天往往不遂人愿 这时已有一只亡灵即将成功爬上悬崖 然而这只亡灵似乎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茫然地抬起头 可随后被夏德三魂丢了七魄 这 这不是我们的第一骑士游色大人吗 他总算是及时赶过来了 估计是一路急行把游色的暴食军团恶得够强 此时看到这光板眉毛的亡灵 嘴角都忍不住躺出了哈喇子 果然没过多久亡灵君主就猛然发现 所有逃往悬崖方向的亡灵几乎都失去了联系 立即转头朝悬崖望去 映入其眼帘的是自己的亡灵军团 被暴食深深捏捕食的场面 作为始作俑者的游色大人还一脸的不愤 要不是饿了 才不会啃食他们这些又丑又割牙的亡灵 反正就是一边嫌弃地要死 却又一边缠地流出哈喇子 然而这对亡灵君主来说简直是奇耻大了 但他很快又冷静下来继续思索突围的途径 随即看到了战场内的那处地下隧道 那可是先前亡灵巨兽扛着亡灵迷宫一路挖过来 虽然里面又大又宽却也很容易被异国端了 但此时也没有更好的逃生途径 也就只能将就了 就在亡灵君主打算给亡灵下达进隧道的指令时 隧道内却传出不想动 下一秒一道黑黄斑斓的身影从内一跃而出 居然是小脑斧地亚 紧随而出的是由多米率领加罗奇兵君主 多米一出现就立即进入统帅角色 不暑起对亡灵君团的围剿行动 两路援军的及时到来让金正宇振奋不已 立即下令发动对亡灵君团的最后决战 并且严令必须做到一个不留通通消灭 战场局势的突然骤转让亡灵君主用 但他并没有放弃果断发动技能 回收分散在亡灵身上的灵魂碎片 刹那间战场上的亡灵仿佛 就像是失去生命一般纷纷倒闭 突如其来的一边立即引起金正宇几人的警惕 看样子亡灵君主很有可能是在为最后的殊死一搏做准备 这是一阵风雨转带 像是在验证了金正宇等人的猜测 原本巨大的亡灵巨水太慢 连带把亡灵迷宫也淹没在了其中 而亡灵君主此时正一步步地走向迷宫核心 她已经记不清上次自己被逼迫到这般禁地是什么时候了 可讽刺的是她身为亡灵君主却又万分惧怕死亡 所以为了能继续感受活着的滞味 她要拼了命地挣扎到最后一刻 在她肆意癫狂的笑声中 将核心一把塞进了自己的身体 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居然是要将自己炼制成嵌合体 恰在这时丽莎的觉醒也即将完成 因为金振宇已经收到丽莎成功觉醒的信息 可怎么仅是成为了三级英雄而已 当时为了让她觉醒 雷纳德可是献祭了自己传奇级的所有能量 与此同时精灵法师也感受到了丽莎的变化 居然毫不犹豫地像雷纳德那般燃烧起自身的灵魂 融入到了丽莎的觉醒仪式中 很快随着这股传奇能量的注入 居然影响到了地下世纪的规则 使得精灵暂时摆脱了堕落的诅咒 丽莎殿下 希望你能重建曾经辉煌的精灵王朝 破茧重生的丽莎此时周身华彩环绕 恢复成精灵祖鼎盛时期的绝对完美体 俨然是位移天下的精灵女皇的模样 可这个状态却是临时的 但丝毫不影响她亮下众人的眼睛 这是一旁的金振宇出声说道 既然你已经完成了灵魂的再次融合 我就没有理由再保存实力了 另外不要介意当初和黑商集团的交易 我会拼尽全力为你扫除任何障碍 你只需要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即可 默默地听完这番话后 丽莎郑重地点了点头说道 谢谢你 主人 当然一切都得等解决完眼前的亡灵君主再说 巫住一致的亡灵君主与人颠倒 静丧心病狂道将迷宫核心强行拍入体内 要将自己炼化成亡灵嵌合体 就在丽莎觉醒成为黄金精灵完美体时 亡灵君主的演变也在悄然进行 几乎是同一时间完成了蜕变 然而邪恶的亡灵君主进化获至状态有点不太对 此时正义脸虔诚的双手合十并且口中念念有词 我是善也是恶 我是食也是忠 乍一听这话感觉挺虎人 见此金振宇和丽莎也不敢贸然动手 殊不知这家伙神圣叨叨地只是为了拖延施法时间 金振宇和丽莎就这样傻愣的着了 被亡灵君主施法拉入到了他宫里 无形女工之中 在这个满是十字卑林的领域中 亡灵君主的所有技能都会被大幅增强 并且他还在不自的吸收领域中卑林的能量 显然亡灵君主已进化到一个虫刀的层次 看出其中蹊跷的安吉拉当即提醒金振宇小心 怎料金振宇却不以为意 反倒是让安吉拉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这时亡灵君主突然跪幅在地 神情争獰扭曲像极了我得不到你们关注的样子 转瞬间无数墓碑在他的罩门下横然拔地而起 紧接着随手一招两座巨大的墓碑便凌空飞起 朝金振宇两门所在的位置急射了去 突破豁然射来的巨石矩阵 瞬间足下发力猛灯架 建立朝着亡灵君主的方向呼啸去 一桌躲过亡灵君主回来的力爪 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反手背刀砍中其颈部 怎料脖子没斩断反倒被亡灵君主擒住头 重重地甩到一边 这时丽莎的攻击也接踵而至 只见他双手不停地翻停结印 下一秒无数锋利的幻彩碎片 如雨点般刺向亡灵君主 躲闪不及的亡灵君主顿时被扎得嗷嗷直叫 强忍剧痛抬手一指 立马就落下一座巨大的墓碑砸向丽莎 然而金振宇也没闲着 立即闪身到其身后 一拳重重地轰在其头颅之上 趁此间谢丽莎冲出烟尘将走动 幻彩碎片狠狠扎入其肩胛部中 两人的默契配合将亡灵君主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愤怒至极的亡灵君主当即换来一座墓碑 将丽莎轮飞 顺势又重重地拍向金振宇 金振宇立马在四肢称帝的同时心肥异动 顿时便有树道触须硬化覆盖在其背部 帮他扛下重床 随后立即进行反扑 树根触须请客便将亡灵君主周身缠绕锁死 紧接着将其陀炉牢牢按住 丽莎则以跃至半空双手翻腾结印 便见幻彩的碎片上 竟然映射出精灵法师的模样 看来灵魂融合后 丽莎继承了精灵法师的魔法传承 转瞬间丽莎周围立即浮现出 道会色难懂的魔法符文 这一幕让亡灵君主顿时心生俱矣 拼了命地想要挣脱束缚 然而以为是一碗符文幻化成的魔法光束 以激射而来 怎料亡灵君主竟在分毫间 唤出无数怨灵明相射来的光束 可还没等他高兴 丽莎的身影便冲破烟尘从天而降 双手间已有一把灵魂之剑出剑出形 顿时把亡灵君主吓得肝胆欲裂 本已是亡灵的他真要被砍中灵魂 那就真的是灰飞烟灭了 愤怒地招来两座墓碑 对准金振宇的面门处去 本以为就此能挣脱金振宇的树 却不想金振宇早已将硬化技能作用到了全身 这 这个争鸣丑陋的模样 让亡灵君主瞬间回忆起曾经的老大哥 洪水龙王 就在他愣神之际 丽莎高举灵魂之剑已出现在他近前 电光火时间他根本来不及 电灰丽莎一剑劈开了体 一旁的金振宇立即剑缝插针 针手只取他胸前的迷宫核心 也因核心中的能量已几乎被耗尽而无力排斥 被金振宇轻锋抛出 而丽莎的灵魂之剑也恰在这时 将亡灵君主的身躯一分为二 随着亡灵君主陨落他的十字碑灵领域也随之崩塌 看着倒在地上的亡灵君主 丽莎的神情依旧愤慨 别装了我知道你还没彻底死去 这就有点尴尬了 被人劈成两半的亡灵躺在地上装死 还被人戳穿 还真是有点打脸 没办法亡灵君主只好悠悠开口 我本来就是已经死去的亡灵 难道你忘了吗 反正我是再也不想活了 而且灵魂被劈碎也没了投胎的机会 我是死定了 金振宇也在这时走过来 见亡灵君主这副样子先是一脸嫌弃 然后招呼丽莎赶紧走 反正亡灵君主也活不了了 就让他在痛苦中慢慢煎熬着死去吧 然而亡灵君主却是不干了 催促丽莎赶紧给他的痛快 为死去的精灵报仇 丽莎正正地看了他一眼 像是放下了心中的仇恨 才闭上眼转身走开 现在再杀你也没有意义了 自己等死吧 这时地面突然裂出一道口 从内隐隐透出一片鸿芒 金振宇却是不慌 反而很不耐烦地说道 早就知道你在监视我们 赶紧出来拿走你想要的东西吧 下一鸟遇到血色落魔的幻体 一夜空中迸发而出 却又转瞬消散 众人这才看清来人 是黑商拍卖会上的那名司仪 亡灵君主也认出了此人 诧异的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各位好久不见 我代表黑商组织向各位先问个好 似乎在战前 金振宇就以黑商达成过某项交易 现在是来兑现的时候了 他本是地下世界最强金人 却因为附身诅咒一夜白的头发 犹如故古之躯的诅咒 并没有伴随着他的强势觉醒而消失 致使丽莎在结束战斗后就突发癫痫 四一眼就看出这是诅咒降临的表现 回想起当日的一幕众人至今都还心有欲净 万幸的是丽莎在昏睡了三天后 终于是转醒了 丽莎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自己的状况 其料他却不以为意 更是在知道战争已过去三天后 不顾伤痛和劝阻坚持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他担心随亡灵弥宫的覆灭 九层的其他势力可能会趁虚而入 他必须马上回归侦察队监视各方势力的动向 然而他的举动让金振宇顿胆头大 当即做出了个让人择舌的决定 精灵雇佣兵丽莎 我们的雇佣合约就此终止 你已经不再隶属于加罗尼宫 因为亡灵君主已经覆灭了 金振宇的话顿时让丽莎心头一颤 眼神中也不禁划过一丝慌乱 可让谁也想不到的是 丽莎竟会在这时突然单膝跪下 向金振宇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激 并恳求能继续为加罗尼宫效力 这下轮到金振宇不知所措了 精灵女皇竟含泪跪在他面前 甘愿做个小小的侦察队长 本以为丽莎大仇得报后 会选择离开回去振兴精灵一族 毕竟他现在可是身安灵魂魔法的精灵女皇 见金振宇迟一遍便猜到他的心中顾虑 当即表态自己这么做 全是为了报答金振宇的付出 话刚说完便满脸期待地看向金振宇 却不想竟被金振宇一口回绝 说完也不等丽莎开口 就禁止接过加罗小蛇送上来的餐食 嘱咐丽莎先安心养伤 只有等伤养好后才有资格成为他麾下猛将 不如其来的转变让丽莎简直不敢相信 咱就说老金这首欲情故纵完的真是溜娃 此间是了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金振宇决定集中精力进行战后恢复工作 对此他向多米和昆岩下达了多项战后工作的部署 同时还吩咐游色区联系了哥布林迷宫 只因这座迷宫是最早向他们投诚的势力 并且他还打算亲自拜访与之结盟 以应对眼下九层的混乱局面 时间过得飞快 又过去了三天 多米就已完成了对三百名战死士兵的人员补充 其他各个方面也基本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 然而这些却也消耗了迷宫内储备的大量丝绒宝石 听完多米的汇报历史让金振宇气不打一出来 当初为了从黑商那获得亡灵君主的情报 作为交换的条件 便是要在战后交出亡灵迷宫的核心 还有活着的亡灵君主 当然如果要说战利品也不是没有 便就是这堆积如山的烂肉和满地的补扎 可从中愣是没能搜刮出一颗有价值的丝绒宝石 反观黑商组织也没落得任何好处 得到了那颗几乎没有任何能量的残破核心 还有那仅剩一口气的亡灵君主 面积此处才让金振宇的情绪稍微平衡一些 但亡灵君主临死前说 我还会回来的 却像一根针一样 让金振宇心中隐隐升起一股不安 与此同时在九层的沼泽深处 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的会晤 这三大迷宫之主汇聚以此的目的 自然是因为新崛起的加罗迷宫 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 先后灭掉了洪水和亡灵两座迷宫 接着又将暴使迷宫收作麾下 并且还有一开始就跪舔他们的哥布林迷宫 显然加罗迷宫当前拥有的实力 已经打破了九层迷宫之间相互制约的局面 致使不得不引起他们的警惕和重视 在会间作为发起人的沼泽君主 提议三家达成攻守合一的统一阵线 然而更可笑的是沼泽之主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 进当场就制定出了三套应对方案 认为只要他和孟之主利用自身善于防守的优势 就能拖住加罗迷宫的战线 届时再由流浪者迷宫兵分两路 击溃加罗迷宫仅剩的兵力 另一套方案则是预想加罗迷宫 向流浪者迷宫发起战争时 他和孟之主便会立即发兵偷袭加罗迷宫的老巢 最后一套方案则将九层世界一分为二 与加罗迷宫进行势均力敌的持久战 等他花音刚落 在旁隐忍已久的流浪者君主立即出言反对 合着你俩说家里当铁克王八 让我一个人在外冲锋陷阵啊 见状孟之主也跟着随身附和 其实他内心根本不想招惹金振宇 天天只想着做他的美梦睡到自然醒 他俩抵出的态度立即引起了沼泽之主的愤怒 说着做事就要撸起袖子动手 眼看这脆弱的三方结盟即将破裂 孟之主立马出言制止 甩出一个困扰他许久的惊爆消息 那便是在前段日子 其麾下的堕落仙子在对深层的鬼怪进行洗脑时 意外获得一个消息 然而在他得知这个消息后 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只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 那便是来自地底深层的强大贵子 即将对九层发起入侵行动